吉祥文莲花楼之白虎 作者 腾平 只声吉乐塔 后来呢 空荡的吉祥文莲花楼中烛火摇曳 只听见些许桌椅摇晃的声音 有人咬牙切齿地道 你别告诉我风庆是被猪妖赋了身 随后拿了块砖头将自己砸昏 然后你就将这件捡了回来 另一人正惊而作面色从容 淡定道 你真聪明 割腊一声 淘气倒地碎裂 先前那人勃然大怒 死莲花 你不要欺人太甚 快快坦白 脚阳村那事是怎么回事 吉祥文莲花楼之内 那一项啥也不割 连喝酒都要把酒杯子 从桌子底下摸出来的木桌之上 现在放着块比黄金还耀眼的软段 软段上垫着个绣着杂色四季花的软垫 软垫上放着个黑檀木嵌紫金丝漏花作耳 整得像个贡祖先的牌位 这檀木坐而上恭恭敬敬地放着一柄剑 玄铁色透着青壁 一股子紧闭式的清冷光润 正是相依神剑李相依 李大侠 李迪仙 李门主曾经的那柄爱见少师剑 李莲花摸着下巴 看着那柄被方多病搞得像个祖先排位的剑 我说我施展一招惊事害俗 精彩绝艳 举世无双 空前绝后的剑招打败了封庆 白千里对我敬佩的五体投地 双手奉上刺剑 您也不信 我说封庆看我是用件奇才突然欣赏我的根骨 亲自将刺剑送我 您也不信 那么 他喃喃地道 那就封庆 那个 有隐集在身 动手之前突然暴毙身亡 你看如何 李莲花用一种欣然而期待的眼神 看着方多病 而方多病觉得自己就像个被喂了一肚子大便的老鼠 这世上有人扯谎还欣然期待旁人同意他扯得合情合理 死 莲 花 方多病拍案而起 总而言之 你就是不肯说了 没关系 这件事老子和你没完 你不说 我总会找到白千里 白千里总会说 何况听说难题万圣到上上下下几十人在场 你还真以为只能包住火 李莲花却道 这说的也是 方多病被他气得跳脚 得就满口胡扯 总有一天老子会搞清楚这饼剑你怎么来的 到时候老子再和你算总账 死莲花 李小花 李王吧 方多病的昂骂对李莲花而言就如过耳春风 只见李莲花从怀里摸了个东西出来 轻轻地放在桌上 比起少师剑 我现在更好奇这个东西 方多病的注意力立刻被桌上那东西吸引了 这是什么鬼东西 李莲花道 这是王八十从风小七一兜里摸出来的纸条 我猜这东西也许不是风小七 说不定是清凉语的 方多病诧异 清凉语的 这有什么用 李莲花正色道 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你不觉得吗 一 第一张纸 李莲花放在桌上并不是一张纸条 而是一个纸弧的方块 方块上画着线条 似乎是将那方块切去了一角 方多病瞪眼 这是纸条 字在哪里 李莲花敲了敲桌面 字在他肚子里 方多病皱眉 这是什么玩意儿 有什么用 李莲花摇头 不知道 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那方块 这是张十字形的纸条 上面写了几个字 四其中也 或一上一下 或上一下四 或上二下二 则其一也 四其中也 或一上一下 或上一下四 或上二下二 则其一也 方多病的眉头越发打结 那又是什么玩意儿 李莲花在桌上画了几个方框 把那张白纸的中间算成四份 它的上下就只剩下两份符合这句话的本意 他说这是一个东西 这东西中间四份上下两份 或者中间四份 在中间四份的第一份上头又有一份 在中间四份的第四份下头又有一份 也可以 能符合他本意的东西就是个方块 这张十字形的白纸 将一份一份的白纸折起来 能折成一个方块 他一摊手 或许还有其他形状的白纸 也能弄一模一样的方块 方多病眼神古怪地瞪着那张纸方块 就算你能用白纸使出一万种方法 弄成这样的方块 又有什么用 李莲花缩了缩脖子 我不知道 所以说 这是个很有趣的东西 他缩完脖子之后 又很惬意地歪了歪脖子 舒舒服服地坐在椅上 这东西在封小七的衣兜里 那时候封小七刚刚盗取了邵师健 要帮清凉宇去救一个人 封小七和清凉宇在救人的路上被封庆所杀 少师健被夺 显然那个人并没有得救 我猜这个方块和清凉宇要救的人有关 李莲花继续正色道 能让清凉宇甘冒奇险潜入万圣道三个月之久 意图盗取少师健相救的人 想必很有趣吧 方多病沉吟 莫非这东西就是救人的关键 藏着地点什么的 或者是藏着什么机关破解的方法 李莲花赶紧道 你真是聪明 方多病斜眼看着李莲花 莫非你又想出什么门道没有告诉我 李莲花又赶紧摇头 不不 这次我和你像得一模一样 方多病嗤之以鼻 全然不信 难道你想替清凉宇去救人 李莲花瞧了那被供成牌位的少师健一眼 微微一笑 少师健不是戾气 要说世上有什么东西非要少师健才能展开的话 说明关键不在健 而在用健的人 方多病大吃一惊 用健的人 你说李相仪 李相仪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 就算清凉宇到了这件也万万来不及了 李莲花正色道 你说的倒也是实话 不过 我说关键在人 并不是说关键在李相仪 方多病瞪眼 那你的意思是 李莲花点头 少师健刚任无双 唯有剑上净到刚猛异常 寻常常见吃受不住的剑招 才非要少师健不可 方多病继续瞪眼去瞧那柄名剑 清凉宇冒死偷了这柄剑 难道是送去给一个拿剑当狼牙棒使唤的疯子 李莲花咳嗽一声 这有许多可能 也许有人要求他拿少师剑换取某个人的性命 又或许他以为这柄剑可以砸开什么机关 又或许这柄剑的材质有什么妙不可言之处 说不定把他碾碎了吃下去 可以救命 方多病忍不住打断他 怪叫一声 吃下去 李莲花又正色道 又或者这柄剑是什么武林前辈留在人间的信物 可以换取一个愿望什么的 方多病古怪的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不以为武 从容而做 半赏方多病难难道 老子疯了才坐在这里听你胡扯 老子的老子逼老子读书考功名 老子的老子的老子逼着老子娶公主 老子狗屁事情一大堆 疯了才跑来这里 他重重一拍桌子 你要玩方快自己玩去 脚阳村的事不说就算了 少师见的事不说也算了 不必坐在这里费心扯谎给老子听 老子走了 李莲花道 这个 他本想说当朝皇帝只有一个太子 膝下再无子女 莫非近来又新生了公主 如此说来那公主只怕年纪太幼 此事万万不可 李莲花还没说完 方多病倒是很潇洒 当真拍拍袖子 诗诗然从窗口走了 李莲花望着她潇洒的背影 叹了口气 喃喃的道 我当真的时候 你又不信 我胡扯的时候 你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李莲花站了起来 本来是想把那丙剑 从那牌位上拿下来 转念又想取了下来 她也不知道该放在那里 叹了口气之后 终还是留在了那牌位上 这许多年后 也许少师见的宿命 就只是留在云云众生 为他所立的牌位上 平掉罢了 持剑的人 毕竟在很多年前 就已经死了 方多病一怒而去 他自是半点 也不想去坐驸马 一出了莲花楼 就飞逝地 改道前往嵩山少林寺 不想他老子 却比他聪明许多 一早猜中这逆子 势必往河上窝里躲 说不定还要以出家相携 派人在嵩山脚下一把 将他逮住 即刻送入宫中 方而幽贵为 当朝太子少妇 方多病的老子 方则是官拜户部尚书 皇上近来任了兵部尚书 王一串的女儿 做昭林公主 又有意将昭林公主 许配于他家 这天将遇刺的好事 谁敢耽误 于是八百里快马加鞭 方多病被家中侍卫 点中全身二十八处穴道 连赶了两天两夜的路 火速送入景德殿 方多病从来没有见过王一串 虽然他老子在朝中当官 但方则是住在京城 方多病一直住在方家 成年之后浪迹江湖连家都少回 他和他老子都不大熟 更不用说兵部尚书 王一串生的什么模样 他都不知道 王一串的女儿生的什么模样 他自然更不知道 突然要和这样一位公主成婚 万一这公主方龄三十 身高八尺 腰如巨统 纵然是貌若天仙 他也消受不了 于是打从进宫以后 他就打定主意要溜 方多病被送入景德殿 这是专程给皇帝御旨带剑 却一时无暇召见的官员 赞助的地方 景德殿虽不像皇宫里各式的宫殿 那般气势磅礴 但也雍容大气 安置官员的厢房更是装饰考究 此地与工程尚有一墙之隔 住在这的人都是皇上点了名要见的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见 大家互相都客客气气 不熟的装熟 熟的自然更熟到人我难分 人我莫变的境地了 方多病全身被点了二十八处穴道 一身武功半点施展不出来 在景德殿这人来人往的地方 方则是也不好再让侍卫跟着他 简略说了几句就走了 言下之意自是要他乖乖听话 皇城重地不得胡闹 否则为父将有言成云云 方多病听话了半日 但见时辰已至深夜 他如何还忍耐得住 当下从房中悄悄翻开窗户 抹出后院去也 这里离皇帝和公主尚有些距离 他若能从这里出去 说不准还能在方则是发现之前逃离京城 而他逃走之后 他老子是否会被皇帝降罪 他自是半点懒得想 二更十分 景德殿这等微妙之处 人人行事谨慎 战战兢兢 自然从来无人敢在半夜翻窗而出 方多病武功虽然被禁 身手依然轻盈 自殿中出去 一路无声无息 月色清明 映照的庭院中隐隐绰绰 他屏住呼吸 正在思考后门究竟在何处 一压一声轻响 不远处木桥上上传来细微的声响 方多病无声无息地往地上一扶 趴在花丛之中向木桥那边望去 一个不知什么颜色的身影正在过桥 庭院木桥的花廊上爬满了腾罗 里头光线暗淡 方多病只依稀瞧出那头有个人 却看不出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不定是景德殿巡夜的侍卫 他耐心地屏住呼吸 纹丝不动地浮在花丛中 依稀已和花木名为一体 一压一压一压 木桥上微乎其微的声响慢慢传来 侍卫在那边走了半天 却始终没从桥上走出去 方多病等了许久 终于觉得奇怪 宁神听了许久 似乎那木桥之中并无呼吸之声 他慢慢地从花丛中起来 有一种莫名的气氛 让他觉得应当去木桥那桥上一眼 庭院中花木甚盛 夜风沁凉 方多病突然觉得有些太凉了 这时候他已经走到了桥头 方多病瞪大眼睛看着那木桥 木桥中并没有人 花廊中悬了一条绳索 绳索上有个圈 圈里挂着件衣裳 风吹花廊 那件衣裳在风中轻轻地摇晃 绳索拉动花廊上的木头 发出一压一压的声音 这是什么玩意儿 方多病眨了眨眼睛 又眨了眨眼睛 那衣服还在 并且他很快认出那是件女人的裙子 就在这时 不远处货真价实的传来脚步声 寻夜地来了 方多病飞快地在那绳索和裙子上下 看了几眼 在裙子之下 木桥之上吊着个眼熟的东西 方多病突然兴起个大胆的主意 他一把扯下那绳索 连绳索带衣服一起卷成团 揣入怀里 拾起木桥上的东西 往一侧草丛中一跳一滚 又暗抚不动 寻夜的侍卫很快便从木桥经过 并未发现桥上有什么古怪 方多病心头怦怦狂跳 老子胆子不大 还是第一次干这等伤天害 阿呸 这等亵渎先灵的事 但这事绝对不简单 绝不简单 方多病抄起衣裙的时候 知道这是件轻荣 这东西极轻所以贵得很 能拉动绳索摇晃 这名衣服里还有东西 而另一件 他揣在怀里的东西 才当真让他心惊胆战 那是一张纸条 一张十字形的纸条 并且留着很深的折叠的痕迹 它分明曾是一个方块 只是未曾用江湖粘好 并又被夜风吹乱了 他奶奶的这里 离脚阳村有百里之遥 离死莲花现在住的阿太镇 也有五六十里地 这可是皇城啊 怎么也会有这东西 是谁在木桥里挂了个 掉颈的绳子 又是谁在里面挂了件衣服 方多病手心渐渐出汗 不管这闹事的是人是鬼 显然他的初衷 绝不是给自己看的 他必然是为了 给这景德店里的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些人看 方多病在庭院里服了一个时辰 终于做了个决定 第二天天亮 在景德店中 安排方多病住的房间里 哈的一声哈欠 方多病醒了过来 下床穿鞋的同时 暗自抱怨着 这又小又窄又硬的要命的床 和方氏家里的不能比也就算了 居然比李莲花那楼里的客床还硬 亏得外表看看 这地方还不错 结果木床做工竟这么差 真是岂有此理 洗漱完毕 方多病晃到用膳之处 他数了数 住在景德店内的官员 共有五人 表面上看来并无人身带武功 方多病在个人脸上 瞟来瞟去 发现他们神色如常 似乎并没有人发现 他昨夜摸了出去 方公子 前来搭话的似乎是 位自西南来的远官 做官的名堂太长 方多病记不住 只知这位生着两撇小胡子的 大人姓鲁 于是呲牙一笑 鲁大人 鲁大人面色犹豫 我有一样东西 不知为何 却是怎么也找不到了 不知方公子可有看见 方多病刚刚起床 连口粥都没喝 听了这话心里咯噔一下 假笑道 不知鲁大人何物不见了 这位西南来的鲁大人 姓鲁明芳 年不过四旬 文言皱了皱眉头 面上露出三分尴尬 这个 是鲁大人从家里带来的一个盒子 身旁另一位姓李的帮他说话 这姓李的也来自西南 却说得一口惊成腔调 昨日我方才看见 他还在鲁大人桌上 今日不知为何就不见了 方多病也皱起眉头 盒子 他顿时风流倜傥地微笑道 不知鲁大人丢失的是什么样的盒子 若是鲁大人偏爱某一种盒子 我可请人为鲁大人购回几个 鲁方大吃一惊 万万不可 方是有钱有势 他自是知道的 方多病即将成为皇上的成龙快婿 他也是知道的 犹疑了一阵 终于窘迫得到 那盒子里放着我托京城的固有 为我家中夫人所买的一件衣裙 我夫人随我清贫半生 未曾见得清容 结果昨夜那衣裙却突然不见了 方多病大吃一惊 他明知鲁方有古怪 却不知道那件衣服竟然是他的 那件吊在绳子上的衣服 如果是他的 难道那吊颈绳 其实也是要吊到他脖子上 这未免奇怪也在 鲁方不会武功 又是远道而来 按理绝技不会认识清凉语 那为何他的身边 却带有一张和风小七身上戴的 一模一样的纸条 风小七的纸条 肯定是从清凉语那里拿来的 清凉语却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莫非难道是清凉语 从鲁方这里拿走的 可不对啊 那又是谁故意偷走鲁方的衣服 又故意把那些东西 挂在花园木桥之上 方公子看起来很吃惊 身边那位和李莲花 一般姓李的人 慢条思理的道 在这地方遇到窃贼 我也很是吃惊 方多并瞧了此人一眼 只见此人尖嘴猴腮 肤色惨白 神态却很从容 生得虽丑 看着倒不是特别讨厌 不错 这里是皇城种地 怎会有窃贼 不不不 并非窃贼 多半是我自己遗落 自己遗落 鲁方连忙澄清 此地怎会有窃贼 绝不可能 方多并和那姓李的顿时连连点头 随身附和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第二章指 鲁方遗落的那件衣裙 现在就卷在方多并屋里的被子中 轻容轻薄至极 宛如无物 卷在被中半点看不出来 至于衣裳里揣着何物 昨夜回来的太晚 他又不敢点灯来看 索性与纸条一起往柜中一丢梁 谁也不敢斗胆来开他的柜子 今日方多并和各位大人寒暄之后 发现夜已过半 他回到房里 关上门点亮油灯 把除了那衣裳以外的东西 从柜子里拿了出来 轻容乃是罩衫 一般没有衣袋 这件自然也没有 那东西并不是放在衣兜里的 而是挂在衣角上的 那是一只翡翠簪子 簪子圆润柔滑 雕作孔雀唯语之形 华丽艳美 纹路精细异常 方多并看着簪子看得呆了 倒不是惊叹这东西价值连城 而是这是只男人用的簪子 这是男簪不是女簪 不过方是富甲一方 他也从来没见过 如此华丽的发簪 纵然是他的大姨子 小姨子只怕也没有 像这样的东西 一等一的选料 一等一的手艺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轻容上只勾有一只簪子 并无他物 正如鲁方所说 这件衣裳是崭新的 不似有人穿过的模样 方多并拎起那条挂在花廊上的绳索 那绳索是用撕开的碎部 三鼓拧成一鼓边的 海边的像模像样 昨日他被点了28处穴道 如今过了一日 气血已通 当下抓住绳索略移用力 这绳索居然吃瘦得住 要用这条绳索勒死或吊死一个人 绰绰有余 他却为何用来掉一件衣裳 要掉一件青绒 只怕三两根头发就够了 何必辛辛苦苦地拧绳索 古怪 古怪 方多并将簪子和绳索丢进柜中 又把那张纸条摸出来端详 这纸条他昨日已经看过了 里面的确也写着几个字 却不是什么什么上一下一 上二下二的 纸条里写着两个字 九重 然后就没有了 方多并拿着纸条 按着上面的折痕叠了几下 果然可以轻松拼成一个方块 方块上也划着几条线条 位置和李莲花那个差不多 不知所谓 风吹烛火 火光一阵摇晃 方多并收起纸条 窗外回廊悬着几盏灯笼 风中飘动 红光很是暗淡 他揉了揉鼻子 长夜漫漫 独作无聊 还是翻本书出来看看 他方大少虽然不拘小节 却是文武双拳满腹经轮 绝不单会五刀弄枪而已 这房里有个书柜 方多并慢吞吞地走过去 抬起头对书目瞧了几眼 只见书架上放着数十本书 大都是诗经 《论语之流》 在一排书目之后 隐隐约约横搁着什么东西 他探手到书本后面 把藏在后头的东西拽了出来 抖了抖 灯下微略飘了阵灰尘起来 这东西显然放在这里有段时间了 方多并嫌弃地将他拎原点灰了灰 等灰尘散尽以后 仔细一瞧 这也是本书 模样是书 倒并非真的是一本书 而是本装定好的册子 方多并将油灯拿了过来 这书上却无什么春宫银化 也不是什么武功秘籍 令他失望得很 册子上许多页都是空空荡荡 一个字没有 任烟熏火烤都没见什么字 只在开头那页写了三个大字极乐塔 第二页画了一些依稀式莲花 珠子 贝壳之类的东西 那笔法差劲得很 笔之他的神来之笔 自是远远不如 笔之李莲花的鬼画符 也尚差三分 除了莲花 贝壳之外 第三页还画了六只奇形怪状的鸟 此外空空如也 一个字也没了 方多并把那册子方看了三五遍 实在无啥可看 只得往旁一丢 人往床上一躺 眼睛还没闭上 突见梁上影子一晃 有人影子屋顶上飘然而去 方多并飞身而起 一时惊呆了 他在房里翻看东西 却不妨居然有人能在这等时分 这种地方浮在屋顶窥视 最重要的是 他竟没听到半点动静 这世上当真有此能忍 那人是谁 他看到了什么 这人就是偷了鲁方 他老婆的衣服 又故意挂在木桥上的人 如果这人有如此武功 又为何要做这等无聊的事 方多并呆了一阵 忍不住全身起了一阵寒意 这人知道那件衣服在他这里 若是明天传扬出去 他要如何对鲁方解释 过了一回 他纵身而起 上了房梁 房梁上满是灰尘 没有人落脚的痕迹 再抬头望去 屋上有个天窗 他悄悄从天窗钻了出去 扶在自己房顶上 明目向下望去 房里灯火明亮 自己没有防备 若是不怕被巡逻的侍卫发现 躲在此处偷窥也未尝不可 但是方多并发现 天窗之下 有树根房梁挡住视线 房里虽然明亮 却并不容易看清底下的状况 转头再看房顶 房顶上久经风吹日晒 尘突有些已击成了泥土 只看得出隐约有擦过的痕迹 却看不出脚印 方多并轻轻一个翻身 落入天窗之中 食指攀住窗檐 一目扫去 心里微微一沉 他刚才在房顶上扶过 留下的痕迹 却比原先在房顶上的身多了 莫非方才乌上那人 真能身轻如燕 方多并松开手指 自天窗月下 越想越是糊涂 转过身来 呆呆地在桌边坐下 竹影继续摇晃 随即轻轻爆了一个竹花 方多并给自己倒了杯茶 突然一震 方才自己的影子 是在自己左手边 现在影子却跑到右手边去了 油灯从右边变到了左边 谁动了油灯 方多并顺着左边看过去 身上的冷汗还没干 突然又觉得更冷了些 那本鬼画符一样的册子 被他随手扔在另一张太师椅上 此时却不见了 他末地站起 僵硬地站在屋中 游目四顾 将屋里样样东西 都看了一遍 床榻上整整齐齐 书柜上的书 和方才一样乱七八糟 他带来的几件衣裳 依旧横七竖八地 丢在打开的箱中 一切似乎都和原来一模一样 只是一本册子不见了 方多并一身武功 在江湖中闯荡 不知经历过多少稀奇古怪的场面 死里逃生过三五回 从来没有一次让他冒出这么多冷汗 没有尸体 只是不合理 这里是景德殿 被盗的女裙 吊井的绳索 偷窥的人影 消失的小册子 仿佛在景德殿中 皇城内外 飘荡着一个难以阻挡的影子 那影子正一步一步 做着一件阴森可步 充满恶意的事 如果让他完成了 必定会造成可怕的后果 但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谁也不知道他正在做的是什么 方多并转过身来打开柜子 柜子里的发簪和绳索还在 不知是因为他浮在天窗 看不清楚东西在哪 或是他故意将东西留下 反正那本册子不见了 玉簪子和绳子还在 床上一如原状 显然女裙还在里面 那本小册子 虽不知是什么东西 但在他心中 一定比自己在昨天晚上 捡到的东西重要得多 他奶奶的 方多并重重坐了下来 咬牙切齿 老子在这里撞鬼 死莲花不知在哪里风流快活 等老子从这里脱身 定要放火将莲花楼烧了 看死莲花如何将它补好 窗外的暗红灯笼仍在摇晃 今夜风还不小 风很大的时候 鲁方正坐在屋里 对着空荡荡的桌子发呆 那件衣服其实是给他小窃的 不过这对鲁大人来说 不算什么太大区别 他做官胆小 倒也不敢贪赃枉法 一件轻荣等价黄金 他买不起 但为何会有人知道 他有这件衣服 又无声无息地 从他这里偷了去 他真是死活想不透 何况是到景德殿 这种地方来偷 这难道只是个巧合 那件衣服的来历 鲁方心中正子发毛 坠坠不安 突然听到窗外有稀疏之声 他向外一看 墨地瞪大眼睛 头脚瑟瑟发抖 全身僵直 差点没绝过去 窗外的花园之中 有一团东西在爬 那东西穿着衣服 是个人形 有些许毛发 姿态古怪的在地上扭动 仿佛全身扁平地在地上蹭 尖头四肢 却又时不时向四面八方蠕动 与他前行的方向又不一致 咯咯 鲁方猴头发出古怪的声音 惊恐过头 反而胡言乱语 全然不知自己该干什么 想哭又想笑 哈哈 那团人形的东西 末地转过头来 鲁方只见阴暗的花丛中 一双眼睛发着绿光 那万万不是人的眼睛 在那个头的颈侧 还有团硕大的肉团 不住扭动 模样既可不又恶心 哈哈哈哈 鲁方指着那东西 顿时狂笑起来 哈哈哈哈 那团古怪的东西 穿着的也是件女裙 崭新的女裙上 沾满了泥巴和枯枝碎叶 她见过那裙子 她见过那裙子 她知道是谁偷了她的青蓉了 是鬼是鬼 是那个死在极乐塔中的女鬼 哈哈哈哈 鲁方笑得往地上一坐 既然女鬼索命来了 那李飞还逃的了吗 哈哈哈哈哈哈 鲁方这乡在屋里狂笑 声传四野 很快视为婢女便匆匆赶来 只见鲁大人坐在地上 笑得涕泪其流 口吐咸水 不由大惊 齐声惊叫 鲁大人 那与鲁方交好的 李飞李大人 也匆匆赶到 方多病道路不熟 绕了几条冤路 才找到鲁方的屋子 顿时与旁人一起 目瞪口呆地看着鲁方发疯 鲁方真的疯了 这读书人发疯 也发得别居一格 这位鲁大人咯咯直笑 直到全身脱离 便是不说话 方多病张口结舌 莫名其妙 他谐言瞟见李飞那张 本来就白的猴脸 变得越发惨白 大夫赶到之后 众人将鲁方扶到床上 经过一番医治 将鲁方自咯咯直笑 一道笑面无声 却始终不解 这好端端的人 怎会突然发疯 方多病转头向窗外张望 他有种直觉 鲁方多半是看到了什么 他没看到究竟是什么东西 上了他的屋顶 倒走了那本册子 鲁方或许看到了 然后他就疯了 莫非老子没瞧到 也是件好事 方多病幸幸然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鲁方发疯的是 隔日便传的沸沸扬扬 景德殿中气氛本就微妙 此时人人自危 不知鲁方是否中了邪 万一那邪 仍在殿里转悠 一旦摸黑撞上了自己 岂非晦气之极 顿时殿内那烧香拜佛的风就起来了 有些人拜的是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有些人拜的是阿弥陀佛如来佛祖 还有些人拜的是什么摄利福 摩赫穆尖连 摩赫家业 摩赫据西罗等诸大弟子 端的是博学广实 精通活法 方多病恭恭敬敬地在房里 挂了张少林寺法空方丈的画像 一本正经地给他烧了三柱清香 心中却想那死莲花不知去了何处 早知老子会在这里撞鬼 当初就该在那乌龟窝里喝酒 喝到死莲花家破人亡才是 怎可轻易就走了 失策 大大的失策 方多病烧完香后 被婢女请到偏厅 说是有要事要宣布 正厅里站着一排人 前面有几个公公站着 看模样都是内务府的人 内务府已请了最好的法师 这就会到景德殿做法 还请诸位不必紧张 景德殿也归宫中内务府管理 不过这里的食宿十分简单 看不到什么皇宫大美奢华之风 每日都是青州小菜 也花不了几个钱 法师 方多病心中一乐 找不到那东西的痕迹 弄个法师来做法也是不错 万一 万一真是那玩意呢 不错 是位最近在太子那大红大紫的法师 尊号叫做六一法师 据说能知过去未来 呼风唤雨 在太子那抓到了好几只小鬼呢 主管景德殿的是内务府一位姓王的二等太监 平时也少来 十天半个月不露个头 听说他在宫内也忙得很 今日王公公亲自前来 就是为了宣布六一法师的事 安抚人心 哦 能呼风唤雨 抓小鬼的法师 方多病兴致盎然 那法师什么时候来 午后就到 李飞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另三位大人和方多病并未说过话 自然也是坐在一旁一言不发 方多病心情一好 对着李飞身边一人笑眯眯的道 这位大人看着眼熟得很不知 那位大人知情时去 即刻自报家门 下官照耻 铁为淮州之州 方多病虽然不是官 人人却知他即将是皇上的成龙快婿 自是非自称下官不可 方多病呕了一声 是个大官 接着飘向另一人 这位大人看着也眼熟得很 另一人与赵齿一般驶去 盲道 下官上兴行 铁为大理寺中行走 方多病一正 那就是个小小官 第三人不等他眼熟 自己道 下官留可合 功不兼造 方多病起道 几位都是一起被皇上召见的 四人面面相去 李飞倾渴一声 不错 方多病越发奇了 皇上召见这几位风马牛不相及 官为大小不等的官进京来干什么 见他一脸惊奇 那位知情识趣的赵大人便道 皇上英明睿智 千里传旨 必有深意 只是我等才书学浅 一时体会不出而已 见得天眼 自然便明白了 方多病听得张口结舌 心中破口大骂这赵齿奸华 分明这五人知道皇上召见是为了什么 却偏偏不说 当今皇上倒也不是昏君 要见这五个座官坐到四面八方 五官相貌无一不丑的大人们 还干巴巴地将人一起安排在景德殿 必是有要紧的事 说不定皇上想知道的是 与那神出鬼没下风鲁方的怪东西有关呢 方多病突然打了个冷战 要是真的有关 他老子和皇上等等一干人 岂非危险得很 时间在各位大人不着边际的寒暄中过去 食用了一顿不知其味的青州小菜 只听门外一声传话 六一法师道 屋里的五人纷纷抬起头来 方多病筷子一拍 目光炯炯地盯着门口 暗存这六一法师究竟是与茅山道士同宗 或是与法空和尚合流 接着那六一法师就走到了门口 三六一法师 六一法师走到门口 方多病先是遗症 随后张口结舌 露出了个极可笑的表情 那六一法师正温文尔雅地对着他微笑 来人皮肤白皙却略略有些发黄 美目文雅清秀 不胖不瘦 不高不矮 身着的一件灰衣上打了几个布丁 不是李莲花又是谁 赵齿却仿佛对六一法师非常信服 立刻端端正正站了起来 大家也随之站起 久仰久仰 法师请坐 李莲花对着赵齿点了点头 一副法力高深异常的模样 听说鲁大人中了邪 赵齿盲道 正是鲁大人昨夜在房中端坐 不知何故突然中邪疯颠 至今不行 李莲花挥了挥衣袖 对看着她的几人汗手致意 鲁大人身在何处还请带路 李飞顿时站了起来 她的目光不住在李莲花身上打转 法师这边请 方多并待在一旁 眼睁睁看着李莲花跟在李飞身后 向鲁方的房间走去 半眼也没多向自己瞧 兴兴然想 她竟然连太子也敢骗 过不了多时 李莲花和李飞又从鲁方房中回来 方多并凉凉地看着 看李飞那表情 就知道法师虽然神力无边 偏偏就是没把鲁方治好 李莲花走回厅堂 一本正经的道 此地被千年胡经看中 即将在此筑巢 若不做法将那千年胡经驱走 只怕各位近期之内都会受胡经侵扰 轻者如鲁大人一般神志不清 众者将有血光之灾 李飞一脸惨白 听这六一法师的话 一言不发 照耻却道 既然如此 还请法师快快做法 将那千年胡经赶出门去 以保众人平安 李莲花又道 嗯 本法师将于今夜子时 在此做法勤拿胡经 除留一人相助之外 其余众人都需离开景德殿 法坛上需上好家酿一坛 四荤四素共品 水果若干 桃木剑一枝 福指若干张 以便本法师做法 李莲花的这些要求 再来前便已提过 王公公已将东西准备齐全 李莲花微笑问道 今夜有谁愿留下与我一同做法 方多病梦声梦气地道 我 李莲花公公静静地给方多病行了一礼 原来是驸马爷 今夜或许危险 方多病两眼翻天 本驸马从来不惧危险 一贯为人马前之足 出生入死 父汤蹈火 躺壁当车 义夫当官在所不惜 李莲花欣然道 驸马原来经过许多历练 我看你龙气盘身 天庭饱满 紫气高耀 锐气千条 胡经自是不能进身 方多病阴阳怪气地道 正是正是本驸马锐气千条 胡经野鬼之流 千变万化之辈 进了身 都是要魂飞魄散的 李莲花连连点头 原来驸马对精怪之道也颇精通 几位久经官场 眼看方多病满脸冷笑 便知新科驸马对六一法师颇有微词 一个是皇上眼里的驸马 一个是太子跟前的红人 自是人人尽快拖辞离去 不消片刻 四人走得干干净净 人一走 方多病便哼了一声 李莲花目光在屋里转了几圈 选了张椅子坐了下来 偏偏他选的椅子 就是方多病方才坐的那张 方多病又哼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我发现封小七的那张纸是供纸 所以来京城 李莲花居然没有说谎 微笑道 然后我翻了一户人家的墙 结果那是太子府 只见四面八方都是人 太子端了一杯酒在赏月 方多病本来要生气的 听着忍不住要笑出来 他没将你这小贼抓起来 重重打上五十大板 李莲花摸了摸脸 若有所思的道 不不 太子问我是何方法师 可是知道他府中闹鬼 这才特地险生 腾云嫁雾于他的花园 方多病猛地呛了口气 嗨嗨嗨嗨嗨 李莲花继继续微笑道 我看与其做个小贼 不如当个法师 于是起了个法号 叫做六一 方多病瞪眼道 他就信你 难道太子在宫中这么多年 没见过轻功身法 李莲花微笑道 我看太子身旁的大内高手 只怕都不敢在太子面前翻墙 方多病呸了一声 他真的信你 李莲花叹气道 他本来多半只是欣赏六一 法师腾云嫁雾的本事 后来我在他花园里 抓到几只小山猫 那几只东西 在他花园里 铺鸟笼里的鸟吃 又偷吃厨房里的鸡鸭 闹得太子府鸡犬不宁 之后他就信我信得要命 连他贴身侍卫的话都不听了 方多病咳嗽一声 重重叹了口气 难怪史上有乌骨之祸 如你这般歪门邪术 也能深地信任 我朝王矣 我朝王矣 李莲花道 非也 非也 我朝天子明察秋毫 英明神武 远可圣千里 尽可观家序 岂是区区乌骨能亡之 方多病大怒 死莲花 如今你当了法师 这景德殿的事 你要是收拾不了 回去之后 看太子不包了你的皮 须 李莲花压低声音 鲁方怎会疯了 方多病怒道 我怎会知道 前日他还好端端的 昨日他就疯了 我又不是神仙 鬼知道他怎么会疯了 你不是法师吗 李莲花巧声道 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疯 怎会留在这里当驸马 方多病一症 李莲花的眼角挑着他 你发现了什么 方多病一痴 深深咒骂这死莲花 眼神太厉 我发现了件衣服 李莲花嘖嘖称奇 衣服 方多病终于忍不住 将他前几日的见闻说了 我在后院的木桥上 发现有人将一件青绒 吊在绳圈里 就如吊死鬼那般 李莲花越发嘖嘖称奇 那衣服呢 方多病兴兴兴然道 被我藏了起来 李莲花微笑着看他 上下看了好几眼 你胆子却大得很 方多病哼了一声 你当人人如你那般胆小如鼠 那件衣服是件青绒的照衫 女裙 衣服是鲁方的 却不知给谁偷了 吊在木桥里 隔天鲁方就疯了 李莲花若有所思 难难地道 难道鲁方对那衣服 竟是如此钟情 真是奇了 方多病想了想 那衣服说是给他老婆戴的 就算鲁方对老婆一往情深 衣服丢了 老婆却没丢 何必发疯呢 李莲花欣然道 原来那衣服不是他自己的 方多病斜眼看李莲花 在椅子上坐得舒服 终究还是在他旁边的椅子上 坐了下去 昨天晚上 有夜行人躲在我屋顶上窥探 李莲花微微一正 惊讶道 夜行人 你竟然没发觉 方多病苦笑 李莲花喃喃地道 怪不得 怪不得 方多病问 怪不得什么 李莲花一本正经地道 怪不得 打从今天我看见你开始 你就一脸像踩了大便似的 方多病大怒 从椅子上跳起 又道 那人武功确实高得很 何以见得 李莲花虚心求教 夜行人在我屋顶窥探 我半点没发觉屋顶上有人 方多病泄气 等我看到人影冲上屋顶 他 又进了我的屋 偷了我一本书 一本书 李莲花目光谦逊 与其温和 求之若渴地看着方多病 方多病比划了下 我在房里的书架上 发现了本小册子 里面有古里古怪的话 封面写了三个字 极乐塔 我看那本子里没写什么 就扔在一边 但等我从屋顶上下来 那小册子不见了 他重复了一遍 那小册子不见了 油灯从右边变到了左边 没看到人 李莲花微微皱起了眉头 没有 方多病冷冷地道 我只看到个鬼影 人家上了我的房 进了我的屋 动了我的油灯 拿了我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看见 然后鲁方就疯了 李莲花白皙如玉的手指 轻轻在太师椅的扶手上 敲了几下 抬起眼睫 你没看见 而鲁方看见了 方多病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 他叹了口气 我也是这么想 有什么东西 居然能把人活生生吓风 李莲花站起身来 在屋里慢慢躲了两圈 自然不是鬼 鬼最多要你的命 不会要你的书 方多病低声道 但有什么东西能把人吓风呢 李莲花皱起眉头 这当真是件古怪的事 方多病凉凉地道 古怪是古怪 但只怕并不是什么千年胡经作怪 不知六一法师今晚要如何抓得到那千年胡经呢 我要先去你的房间看看 李莲花如是说 方多病的房间一如昨夜 只是那装衣上的木箱被多翻了几遍 那些柔软如雪的绸衣 精细绝伦的绣纹被揉成一团丢在地上 李莲花以欣赏的目光多看了两眼 随即方多病翻开被子 把卷在被子里的青绒翻了出来 那果然只是一件普通的照衣 并没有什么异样 李莲花的手指轻轻点在赵山的衣角 这里 那青绒照衫的绣角有一个圆形的小破口 那衣上很新 这破口却略有扯动的痕迹 也有些发白 方多病末地响起 连忙把那孔雀尾羽的玉簪和绳子拿了出来 这个这个 这东西原来挂在衣服上 李莲花慢慢拾起那只玉簪 食指自簪头缓缓滑至簪尾 笔直尖锐 平滑如镜 光润细腻 这个东西 李莲花慢慢地说 没有棱角 是怎么挂上去的 方多病一症 他把衣服卷走的时候缠成一团在怀里 在打开的时候 玉簪就掉了下来 他怎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挂上去的 的确 这孔雀尾羽的玉簪头端圆润扁平 没有棱角 所雕刻的线索又流畅细腻 它是怎么挂在青蓉上的 唯一的解释这样 李莲花将玉簪簪尾对准青蓉上的破口 将它插了进去 这样 有人插进去的 不是挂 接着他常常吐出一口气 有人曾经拿着玉簪扎衣服 如果这人不是与这衣服有不共戴天之仇 便是要扎穿这衣服的人 不管他扎的时候 衣服里究竟有没有人总之 他应该要扎的是衣服的主人 李莲花顿了一顿 又慢吞吞地说 或者 是这样 他将玉簪拔了起来 自袖子里往外插 三尾穿过破口露到外面 这样 方多并看得毛骨悚然 吞吞吐吐吐地道 这个 这个 这就是说 这衣服是有主人的 衣服的主人 自己拿着玉簪往外扎人 不知道是故意的 还是不小心 扎破了自己的衣袖 李莲花耸了耸肩 不管是哪一种 总而言之 这衣服是有主人的 这衣服是有主人的 他的主人显然并不是鲁方 鲁方既然要把这衣服 送给他老婆 自是不会将它扎破 并且那破口看起来 并不太新 不像是昨夜扎破的 以我之见 李莲花沉静了好一会儿 还是慢慢地倒 如果是这样插 他将玉簪往里插在衣袖上 因为簪头比较重 衣服挂起来的时候 他会掉下去 他缓缓拔出玉簪 将它自秀内往外插 而这样 衣袖兜住簪头 他就不会掉下来 所以这件青绒挂在木桥上的时候 这只簪子就插在他的衣袖里 方多并失声道 所以这不是件新衣服 他其实不是鲁方的 李莲花汗手 这只玉簪多半不是鲁方插上去的 鲁方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了这件衣服 方多并恍然 那么有人偷走衣服 就可以解释了这件青绒不是他的 有人偷走衣服 将玉簪插回衣袖里 都是在提醒鲁方 这件衣服不是他的 提醒他不要忘了 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不错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衣服上什么都没有 青绒虽然贵得很 但万万没有这只玉簪贵 绝不会有人为了一件衣服装神弄鬼 鲁方必定见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在什么不可告人的地方 得了这件衣服他自己心虚 所以被人一下就吓疯了 方多并沉吟 鲁方曾说他是丢了一个小盒子 说不准这玉簪和清戎是放在一处的 也不一定是他特地带来下鲁方的 李莲花微笑道 不要紧的 鲁方虽然疯了 李飞不还清醒吗 鲁方那不可告人的事 李飞多半也知道 方多并吃得一声笑 大力拍了拍他的肩 有时候 你也有老子一半的聪明 这时 王公公指挥一群小侍卫 将李莲花开谈做法的各种东西 抬了进来 吆喝一声 放在鲁方窗外的花园之中 一群人迈着整齐的步伐 很快进来 又训练有素地很快退了出去 王公公显然对景德殿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他唯一的注意 无疑只用在皇上有意指昏的方大人的长子身上 而这位长子显然也没有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 宫廷身居让这三十多岁的太监脸上死板僵硬 目光高深莫测 对方多并和李莲花各看了几眼 便撑退而出 这日方才黄昏 而景德殿中已只剩方多并和李莲花两人 四面一片寂静 这地方房屋不多 庭院倒是不小 隔几道墙便是皇宫 花木众多 十分僻静 李莲花一本正经地将香炉摆上 点了三柱清香 那四荤四素的菜肴摆开来 虽然冷了 却还是让许多天一直吃的青州小菜的人很有胃口 方多并捞起块蹄膀就开始啃 你打算如何对付李飞 李飞 李莲花思思文文地拿了筷子去加碟子里的香菇 慢吞吞地道 李大人我不大熟 又没有驸马的面子 怎好轻易对付 他将那香菇嚼了半天 又慢吞吞地从那盘里面挑了一只虾米出来 你居然没有生气 方多并方才突然想起另一件事 倒是把他那驸马什么的放了过去 死莲花 李莲花扬起眉头 嗯 方多并从怀里摸出那张纸条 这个 你从乌龟壳里出来 难道不是为了这个 李莲花眼神微动 从秀里抽出风小七那张 两张纸条并在一处 只见纸上的折痕全然一模一样 只是方多并那张小了些 纸上的字迹也是一模一样 这两张东西显然出于同一个地方 九重 李莲花思索了好一会儿 清凉与肝冒起险 是为了救一个人 此人他不知就成没有 他和风小七一起死了 风小七身上有一张纸条 鲁方丢失了一个盒子 盒子里有件来历不明的衣服 鲁方疯了 那件衣服挂在庭院中 衣服下面也有一张纸条 也许 李莲花慢慢地道 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这件事 本来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方多并已经忍不住插嘴 清凉与和风小七死了 那是因为风庆杀了他们 关这纸条屁事 不错 清凉与和风小七死了 是因为风庆杀人 李莲花道 但若不是风庆杀了他们 他们是不是也会被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些人所杀呢 清凉与要救谁 这张纸条究竟是他们生前就有的 或者是死后 谁神不知鬼不觉 放入风小七一带的 方多并连连摇头 不对不对 你要知道清凉与虽然死了 但风小七当时并没有死 他们被风庆追杀的时候 那杀猪的不还看着吗 风小七还被杀猪的救活了一段时间 然后自己吊死的 如果这是死后放入的 那杀猪的怎会不知道 不 李莲花微微一笑 这或许正是纸条 出现在风小七一带 而不是出现在清凉与一带的原因 有人也在追踪清凉与和风小七 但他晚了一步 等他追到风小七的时候 清凉与已经死了并且埋了 风小七奄奄一息 于是这人便将原本要放在清凉与身上的纸条 放入了风小七一带里 杀猪的自是不会武功 一日有大半时间又不在家 要在奄奄一息 或者已经上吊自尽的风小七身上放一张纸 有什么难的 方多病语色 这的确也有些可能 将一张破纸放在风小七一带里能有什么用 就如把鲁方那件衣服挂在花园里能有什么用 但有人毕竟就是挂了 李莲花温和的道 鲁方那件事按道理应该是这样鲁方死了 鲁方老婆的衣服被挂在花园里掉紧 衣服里扎着玉簪 衣服下丢着纸条 但鲁方该死的那天你却到了景德殿 以我所见 出到景德殿你定是时时刻刻想着如何逃跑 东张西望 半夜翻墙瞎摸之事 自是非作不可的 于是鲁方本要死的 被你莫名搅了局 稀里糊涂的那夜却没死成 方多病张口结舌 你是说老子在花园里摸索的时候 其实有人已经要杀鲁方 但他看到了老子摸近 所以就没杀 但老子那日全身武功被禁 要杀老子实在不费吹灰之力 李莲花皱起眉头 若是旁人 那自然也就杀了 但你是驸马 你若突然死了 你老子 你老子的老子 你老婆 还有你老婆的新爹 岂能善罢甘休 方多病呛了口气 嗨嗨 那老子若不是驸马 岂非早就死了 李莲花极是同情地看着他 十分欣喜地道 恭喜恭喜 可见公主正是非取不可的 方多病呸了几声 那既然鲁方没死成 那衣服怎么还挂在桥上 人家挂了衣服 摆好阵势 刚要杀人 你就摸了出来 人没杀成也就算了 还眼睁睁看你收了东西去 李莲花叹息 我若是凶手 心里必定气得很 方多病张口结舌 哭笑不得 难道老子半夜撞鬼 看见衣服在桥上上吊 这全然是个乌龙 李莲花正色道 多半是 所以人家隔天夜里就到你屋顶上窥探 合情合理 方多病呆了好一阵子 老子收走了衣服 他当夜没杀鲁方 又没法把衣服还回去 鲁方发现衣服不见 打草惊蛇 于是隔天晚上老子在房里无聊的时候 他又找上鲁方 然后鲁方疯了 李莲花连连点头 如此说法 较为合乎情理 如此说法 方多病顺着李莲花的话说了下去 这就是个连环套 清凉宇和风小七死了 有人在风小七身上放了张纸条 鲁方疯了 也有人放了张纸条 这纸条必定是一有所指 李莲花手中的筷子 微略动了一下 突然伸到方多病面前 那盘鲁猪蹄旁里 夹走了一个板栗 就目前看来 像一种隐晦的威慑 威慑 方多病下快如飞 将鲁猪蹄旁里的板栗全部挑走 威慑的鲁大人魂飞魄散 景德殿中人心惶惶 李莲花眼见板栗不见 脸上微笑八风不动 十块转战一盘红烧鱼 下快的速度比方多病只快不慢 他边吃边说 居然语气和不吃东西时无甚差别 让方多病很是不满 清凉宇要去就一个人 鲁方得了件来历不明的衣服 我猜那个人和那件衣服多半是同一件事 他扔纸条的用意多半是 李莲花举起筷子在唇前吹了口气 巧声道 知情者死 所以凡是可能知道这件事的人 要么闭嘴永不追究 要么死即便是如鲁方这等稀里糊涂不知深浅 要将东西拿回去送老婆的小角色 也是杀无赦 方多病也巧声道 留下的纸条就是一种标志 李莲花满意的点头 不知是对那盘红烧鱼很是满意 或是对方多病的说辞很是满意 只有知情者才明白纸条的含义 如你我局外之人自然是看而不懂的 方多病却不爱吃鱼 看着李莲花吃鱼有些幸幸然 不知道清凉雨要旧的人 和鲁方要送老婆的衣服又是什么关系 他要隐藏的究竟是什么样稀奇古怪的秘密 李莲花吃完了那条鱼 很是遗憾的扎扎嘴 他不太喜欢猪肉 方多病却喜欢 这两张纸条 都是金丝彩尖 李莲花指着纸条上隐约可见的金丝 和纸条边缘极细的彩色思绪 这是供纸 并且这种供纸在滚舟金蚕绝种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 微微一顿后 他慢吞吞地继续道 滚舟金蚕绝种 那已经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 这两张纸条竟是一百多年前写的 方多病大齐 一百多年前的纸到现在还留着 李莲花更正 是一百多年前的供纸 这两张纸是在皇宫之中书写的 方多病啪的一声扔下筷子 他奶奶的莫非派人来装神弄鬼 下风鲁方的居然来自皇宫大内 李莲花连连摇头 不是 不是 你要知道 皇上突然召见鲁方 李飞 赵齿 上兴刑 刘可和己人 绝非一时兴起 必有要事 皇上若只是要杀人灭口 那个 方法许许多多 千千万万 比如恩赐几条白领 或者派遣大内侍卫将这五人一起杀了 再放一把大火烧了景德殿 对外说失火 谁敢说不是 但他只是下风了鲁方 留下一张纸条 所以他不是皇上派来的 方多并无了一声 从袖中摸出他那只玉笛 在手中敲了两下 那只剩一种可能 他留下纸条的目的 就是为了恐吓所有知情人闭嘴 一旦让他发觉有谁知情 格杀勿论 无论是谁都不能知道那个秘密 甚至包括皇上 李莲花连连点头 这是个绝大的秘密 或许是个一百多年前的隐秘 绝大的秘密要查 那千年胡经可还要不 墙头突然有人悠悠地道 若是不要 让我早早提回去包了皮吃了 方多并吓了一跳 转过头来 只见庭院的墙头 坐着一位粉嫩的胖子 生的就如一个小馒头 叠在一个大馒头上 那么浑圆归整 这胖子背上背着个胡沁 手里捏着只浑身长毛的东西 看那东西软软的一动不动 也不知给捏死了眉 李莲花却对来人 文质彬彬的一笑 好似他一直这么支书达理似的 邵少侠 方多并一听邵少侠这三个字 哦的一声恍然大悟 这人就是万圣岛丰庆的弟子 邵小武 那个早就知道 师父不是东西师妹和人私奔 却故意装作不知的奸人 你原来是个胖子 那百里透红的胖子 慢悠悠地坐在墙头 多愁公子方多并好大的名气 原来却是个瘦子 方多并哼了两声 望天翻了个白眼 本公子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 岂可与一两个馒头一般见识 他故意并不生气 对这邵小武横竖多看了几眼 邵少侠好大的本事 不知前来景德店有何贵干 邵小武大喇喇地看着方多并 也横竖瞧了他几眼 摇了摇头 你这人俗 很俗 他突然横秀言起面一笑 尖身怪气得道 人家本名叫做秀玉 你若不爱叫我少侠 不如叫我秀玉 方多并嗨嗨嗨连枪了几口气 一口气倒抽 差点噎死自己 李莲花一旁眼面叹道 你若想叫他胖子 何必叫他少侠 方多并好不容易一口气转回来 少侠五哈哈大笑 从墙头一跃而下 看他这般瘦 我要是多气他几下 岂不是要气死了 方多并一旁阴阳怪气地细细道 秀玉啊不知姑娘突然翻墙进来 所为何事 少侠五的胖手指着李莲花的鼻子 是他说要在这里做法 叫我帮他逮一只千年胡鲸 进来冲树 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逮到一只 他见了你之后却把我忘了 方多并凉凉的道 我说六一法师如何法术通神 却原来早有个拖 李莲花面部改色 温文尔雅的微笑 先喝酒 喝酒 他把那供给千年胡鲸的酒坛拍开 倒了三杯酒 少侠五毫不客气地喝了 舌头一卷 咸雾地呸了几声 太辣 方多并斜眼瞅着他抓住的东西 这胡鲸是个什么玩意儿 少侠五把那东西丢在地上 李莲花叫我去帮他抓狐狸 我在山里正找不到什么狐狸 突然就抓住了这玩意 李莲花脱腮看着那毛茸茸的东西 方多并嫌弃地看着那只胡鲸 这 这分明是只狗 的确 被少侠五丢在地上 四肢绵软胯腰咽气的东西 浑身黄毛 分明就是只狗 还是只狗像齐全 生得一副土狗中的土狗样的 土狗 李莲花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脸颊 方多并喃喃地道 这 这千年胡鲸莫非与狗思通了 少侠五神器活现 毫无愧疚之色 想那千年胡鲸爱上老十字赶考书生 都是会变化成美人的 那这只千年胡鲸爱上了一只母狗 岂非就要变化成一只土狗 这有什么稀奇的 方多并喃喃地道 糟糕 糟糕 这千年胡鲸非但是一只狗 还是一只公狗 可 李莲花对着那块咽气的千年胡鲸 思索了良久 终于咳了一声 听说那野生的土狗 鼻子都是很灵的 方多并正对着那只死狗 喃喃说话 突然抬起头来 你说什么 少小五的眼睛也突然亮了亮 李莲花慢吞吞地道 我想如果这只狗 能带我们到鲁方得到衣服的地方 说不定 方多并眼神大亮 跳起身来 即是即是 狗鼻子是很灵的 而那件衣服在我那里 如果这只狗 能找到那衣服原先是在哪里 说不定就能知道 那隐秘是什么 李莲花斜眼瞅着它 不过 方多并仍在欣喜若狂 我这就去拿衣服 李莲花仍道 但是 方多并不耐得到 如何 李莲花道 至少这只狗先要是只活狗 才能试试 它能不能找到地头 方多并一呆 低头看那狗 只见那狗舌头软瘫在一旁 狗目紧闭 浑然一副已经得到升天的模样 少小五捧着那盘蹄膀坐在一旁 一副势不关己的态度 吃得嘎嘎有声 方多并大怒 一把抓住少小五 你这胖子 你怎么把他掐死了 少小五满口猪肉 含含糊糊地道 李莲花只要我抓千年狐精 又没说要死得活的 老子已经手下留情 否则头拧断了也是千年狐精 还看不出那是只狗呢 方多并抓着少小五不放手 却听身后有声音 嘘嘘嘘 方多并一回头 只见李莲花拿了根骨头 蹲在地上 用那骨头在死狗的鼻子上擦来擦去 不住吹口哨 少小五睁大眼睛 方多并皱着眉头 只见那只分明已经升天的千年狐精 突然一个鲤鱼翻身 飞身跃起 叼住李莲花手里的骨头 就想往草丛里钻 不想对手厉害 那骨头在手里就如生了根一般 纹丝不动 笔不动 我也不动那只千年狐精使尽全身力气 狠狠咬住那块骨头 肉不到嘴里绝不放弃 少小五与方多并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出妖狐事变 李莲花纹丝不动的微笑 与狐精千变万化的姿态一般惊悚 方多并看着那千年狐精眼里的霸气 嘖嘖称奇 真 真不愧是千年狐精 少小五觉得没啥面子 毕竟他伸手一桌 这只东西就直挺挺地倒下 让他有那么一小会儿 也以为自己出手太狠了些 李莲花拉动骨头 那只千年狐精四肢定地 压低身子一步一步向后拖 李莲花欣慰地伸手去摸他的狗毛 那千年狐精全身狗毛榨起 陡然放开骨头 一口向李莲花的手咬去 那一咬快如闪电 端得是快得过少林的如意手 强得四五当的三才剑 猛得胜峨眉的尼姑掌 狠得像丐帮的打狗棒 然而这一咬 哥拉一声依旧咬在方才那块骨头上 李莲花将那骨头换了个位置 又塞进了千年狐精牙缝里 千年狐精一正 自咽喉中发出些呜呜作响的嚎叫 李莲花又伸手去摸他的头 这次他让他摸了两下 又突然放开骨头去咬他的手 哥拉一声 自然又是咬到骨头 千年狐精勃然大怒 呼得跳了起来 对着李莲花狂咬猛追 只听汪汪汪汪汪一阵狂吼 李莲花任他扑到怀里 左手搂住千年狐精的背 肆意摸他的毛 右手挥来舞去 千年狐精每一口猛咬都咬在那骨头上 半点没沾到李莲花的衣角 方多病看得哭笑不得 少小五看得津津有味 又过了一会儿 千年狐精终于服输 心不甘情不愿地浮在李莲花怀里 任他在头上摸来摸去 敢怒不敢言 李莲花愉快地赏赐了他那块骨头 不料千年狐精却有骨气 呸了一声将那祸害他不浅的骨头吐掉 吃之以鼻 李莲花也不生气 从少小五盘里剪出块肥肉 叠在千年狐精牙上 那狗脸抽搐良久 终于忍不住将肉吞下 眉骨气的呜呜叫了几声 胖子方多病挥了挥衣袖 你逮的这只说不定真是狐精变的 少小五看那滴溜乱转的狗眼 也眼眉叹了口气 老眼昏花竟然逮了这么个东西 李莲花却很愉快 摸了摸那狗头 驸马去把衣服取来吧 四千年狐精 方多病很快将卷在他被子里的那件青绒 取了出来 李莲花毫不可惜地把一块蹄膀包在衣服里头 然后把衣服藏了起来 那千年狐精不负众望 飞快挖出衣服 将蹄膀吃了 李莲花又将那带有蹄膀味道的衣服藏了起来 千年狐精再次飞快挖出衣服 这次衣服中没有蹄膀 李莲花赏赐了他块肥肉 看那千年狐精两眼放光的模样 方多病毫不怀疑他能将桌上所有的肉都吃下去 虽然他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大的肚子 试验了几次 千年狐精果然聪明的紧 已经知道他找到衣服就能得到肥肉 李莲花终于把那件青绒彻底地葬了起来 让他去找相同味道的地头 小小的千年狐精迷茫了一会儿 很快抽动鼻子 一溜烟往外窜去 李莲花 方多病 少小五几人连忙追上 一狗三人快如闪电 请客间窜入了鲁方的房间 三人心中大定看来训练不差 千年狐精果然明白要找的是什么地头 一点一滴 是冷的 方多病手中的火折子不知在何时已经熄灭 过了一会儿 擦得一声微响 李莲花迈上一步 在黑暗之中 弯腰自染满鲜血的草地上 拾起一样东西 一张被鲜血浸透的纸条 方多病凑过头去 那依然是一张十字形的纸条 比自己捡到的那张又小了一些 虽然被血液锁染上面依然有字 他僵硬地点亮第二只火折子 少小五也凑了过去 只见李莲花手里那张纸条上写着三个字 百色木 千年狐精巧眉生息地浮在李莲花脚下 李莲花将那尽头鲜血的纸条看了一会儿 弯下腰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微叹了一声 方多病冷冷地道 我错了 少小五拍了拍两人的肩 谁也想不到他在景德殿放过了李飞 却在这里杀了他 李莲花摇了摇头 幽暗的光线中少小五看不到他的表情 只听方多病冷冷地道 老子早知道鲁方和李飞关系肥浅 早该想到鲁方疯了 他就要杀李飞 是我的错 他重重地垂了下那棵大树 是我的错 火折子再度熄灭 少小五无话可说 方多病浑身杀意 李飞的尸体仍在缓慢的滴血 一点一滴且似呻吟 那个人之一生总是要错的 李莲花道 若不是这里错了 便是那里错了 待你七老八十的时候 总要有些谈资 方多病大怒 死莲花 这是一条人命 是活生生一条人命 你竟还敢在本公子面前胡说八道 你有半点良心没有 李莲花仍是啰啰嗦嗦嗦了下去 那个 人之一生 偶尔多做了 少做了 都会做错些事 那些有心的 无心的 真的假的 半真半假的 总要有些担子 有些你非悲不可 有些可道 也不必认真 比如说这个 他叹了口气 即使认真老实地道 没人要求你方大公子能料是如神 我想就算是李飞快死的时候 也万万没有想过要你来保他 所以别多想了 不是你的错 少小五大力点头 猛拍方多病的肩 差点把他那玉树临风的肩拍飞出去 方多病沉默半赏 长长地叹了口气 平时老子对你好的时候 怎没听过你说这么好听的话 李莲花正色道 我说话一直都好听得很 方多病呸了一声 这里怎么办 你的千年胡精还没抓到 李飞却又死了 王公公和太子 还能相信你这假神棍吗 要杀头株连九族的时候 千万别说老子认识你 李莲花欣然道 当然 当然 到时候你只认识公主 自然不会认识我 这具尸体 少小五抚了抚他那粉嫩的肚皮 倒掉在这里 究竟是李飞夜里到此被杀 还是他特地将它挂在这里 李莲花四下看了看 四面幽深 这树林虽然不大 夜里看来却是一片漆黑 他又引燃了火折子 福地照了照 只见树林之中有一条小道 显然是白日的时候 常有人行走所致 在那小道之上 凌乱地沾着几只血脚印 看来咱们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李飞的人 少小五努力摸着下巴 搓着下巴上的肥肉 是不是李飞约了个人在这里相见 结果约定的时间到了 那人如约前来 却看见李飞变成这样挂在树上 把他吓跑了 李莲花蹲下来细看那些脚印 这倒是难说 也难保不是什么过路的人被吓到了 方多病沿着那些血脚印走出去几步 奇怪 这脚印变小了 少小五也亮起火折子 与李莲花一起罩着地上的脚印 小道之上的脚印是从草地上延伸而来的 刚开始的几个很清晰 显然这人走过草丛的时候 李飞的血还很新鲜 说不准死没死 脚印约有五六个 越往树林外的脚印之间的距离就越大 可以想象这人撞见一具倒掉的尸体之后 夺命狂奔的模样 但就在那五六个脚印之后 脚印消失了 仿佛这个夺命狂奔的人 就在这条道上跑得真快的时候 突然消失不见 脚印消失的地方距离树林外 尚有十丈之遥 纵然是绝顶高手 也绝不可能一跃而过 这人去了哪里 而在脚印消失的地方没多远 又有几点新的血印 那几点血印形若梅花 莫约有个小碗口大小 显然不是人的脚印 血印落得很轻 除了沾到血迹的地方 其他地方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就那几点血痕 这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显然也是经过草丛 往树林外而去的 死 死莲花 方多病甘笑了一声 这会不会是一只真的 千年胡经 少小五用力抓着头发 这些脚印要说是一个人 突然变成了一只 不知什么东西跑掉了 好像也有那么点影子 李莲花瞟着那些血痕 正色道 不管那是什么 千年胡经的脚 万万没有这么大的 天色渐明 李飞突然被害这事 也立刻上报到了 刑部和大理寺 补承海与花如雪 这两位补花二青天 被赵令即刻赶回 彻查此案 花如雪尚远在山西 一时回之不来 补承海却正巧就在京城 接的消息 天还没亮 就到了李飞被害的树林 你说是你在景德殿开坛做法 引出那千年胡经 那千年胡经受不得你法术 往外窜逃 刚好在此处遇到夜里 出来吟诗的李大人 于是那胡经便害死了李大人 补承海冷冷地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正神情温和地看着他 刚刚十分认真地说过了 胡经大闹景德殿的过程 你还有你 补承海瞪了方多病一眼 又盯了邵小五一眼 你们都亲眼看见了那千年胡经 方多病连连点头 邵小五抱头缩在一边 这人一肥僵起来 便难得显出什么聪明来 所谓吃肥吃肥 人一肥 少不得便有些吃 而这吃之一字 又愚蠢 有那么两三分仿佛 故而老腊如补承海 那犀利的目光 也盯着方多病多于邵小五 见过见过 方多病忙到 法师开谈做法 那咒服一烧 桃木剑次将出去的时候 只见天空中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千千万万条黑气 汇聚出一个奇形怪状的妖怪 哎呀 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奇观 补承海本来脸色不佳 听闻此言 脸色越发清铁 淡淡地看着邵小五 你呢 我 我 邵小五抱着头 昨天晚上 不不不 昨天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 我在树林睡觉 一睡就睡过头 半夜突然听到声音 吓得醒了过来 就看见这两位爷 还有那千年胡经 大人啊 他突然扑到 补承海脚下 扯着他的裤子尖叫 小的是无辜的 小的什么也不知道 小的只是打了个盹 这 这里大人的事 万万与我无关 我上有八十老母 下有三岁小儿 老婆还跟着个和尚跑了 我冤了 方多并十分佩服地看着邵小五 补承海却不受他这一顿呼天枪地的影响 仍是淡淡地问 那千年胡经 你是亲眼所见 邵小五浑身肥肉发颤 连连点头 看见了 看见了 那千年胡经生的什么模样 补承海冷冷地问 邵小五毫不迟疑 那千年胡经浑身赤黄赤黄的长毛 那长毛是根根如铁 尖嘴长耳 一双眼睛瞪得犹如铜铃 腾云驾雾的时候 在林子里窜得比兔子还快 补承海脸色越发清黑 你可是亲眼看见 胡经将李大人吊上了大树 邵小五一征 这句话厉害 这 他立刻将烫手的山羽扔给了李莲花 我醒来的时候 只看见那两位爷在那里 李大人已经在树上了 他指着李莲花 还有那千年胡经正在腾云驾雾 补承海对那 还有那千年胡经正在腾云驾雾 充耳不闻 淡淡地道 也就是说李大人被害的时候 你在林子里 除了方公子和这位六一法师 你没看到其他人进出 可是 邵小五小声道 还有那千年胡经 补承海冷冷地看着邵小五 李大人乃朝廷命官 他在京城遇害 大理寺定会为他查明真相 捉拿凶手 既然李大人被害之时 你自认就在林中 自也是杀人嫌犯 这就跟我走吧 邵小五大师一惊 口吃道 杀 杀人嫌犯 我 补承海两眼翻天 至于方公子和李楼主 他对李莲花那六一法师的身份 只做不见 方公子和李大人 在景德殿曾经会面 昨日深夜会追至树林中 想必绝非偶然 至于李楼主 他缓缓地道 江湖一刻 你在太子府里胡闹 如无恶意 我可以不管 但你在景德殿中装神弄鬼 妖言惑众 你是武林中人 要以术法为名 杀害朝廷命官 再趁夜将他倒掉在大树之上 也并非什么难事 方多病听得张口结舌 邵小五眼睛一亮 只听补承海道 来人 将这两人押入大牢 听后再审 将方公子送回方大人府上 责令严加管教 方多病指着补承海的鼻子 喂喂喂 你不能这样 补承海视而不见 拂袖便走 邵小五倒是佩服地看着他 喃喃地道 想不到官府也有好官 李莲花与补承海 其实颇有交情 不过这人铁面无私 既然有可疑之处 是他老子 他也照样押入大牢 倒是并不怎么惊讶 很快 牙翼过来 在少小五和李莲花身上扣上枷锁 方多病站在一旁 手足无措 李莲花衣袖微动 随之微微一笑 补大人明察秋毫 自不会冤枉好人 你快回家去 你爹等着你 方多病道 阿卫 卫卫 你 你们当真去大牢 李莲花道 我在景德殿中装神弄鬼 妖言惑众 又是武林中人 要以术法为名 杀害朝廷命官 再趁夜将他倒掉在大树之上 也并非什么难事 故而大牢自是要做的 方多病怒道 放屁 能将李飞倒掉在大树上的武林中人 比比皆是 难道每一个都要去做大牢 李莲花微微一笑 笑意甚是和煦 你快回家去 让你爹给你请上十七 八个贴身护卫 留在家里莫要出门 朱氏小心 言霸挥了挥手 与少小五一道随牙役 前往大理寺大牢 方多病皱着眉头 李莲花什么意思 他自然清楚 鲁方疯了 李飞死了 此中牵连着什么隐秘不得而知 但方多病毕竟在景德殿住过几日 见过一本不知所谓的小册子 卷走了鲁方的那件衣服和玉簪 凶手既以下手杀了李飞 或许便不再忌惮忌方多病赋马的身份 或许就会对方多病下手 知情者死 死者的纸条他们已得了三张 那绝非随便拿拿便算了的 方多病幸幸然看着李莲花 为什么他觉得李莲花的微笑 看起来就像在炫耀他在大牢里很安全 五大牢再审 李飞被杀一事在京城引起了轩人大波 要说鲁方发疯只是被人传言说景德殿有股邪气 李飞被害 尤其还死得如此凄惨可怖 这事已让人对景德殿望而却步 皇上震怒 他又要使赵剑鲁方等五人 尚未赵剑 已已死一疯 隐约可查 有人正意图阻止他赵剑这五人 于是御旨搬下 即刻赵剑赵齿 上兴行 刘可和三人 皇上正在赵剑赵齿等人的时候 武成海着手将那片树林逐寸逐分 彻查了一番 随即赶到大牢中 他居然不用吃饭 也不用睡觉 在李莲花觉得该是吃饭的时候 武成海直挺挺地站到了大牢之中 你们退下 武成海对左右随时和牙役淡淡地道 牢中的牙役对补大人静若名神 当即退下 在大牢之外细心守好大门 以免旁人骚扰补大人办案 李莲花手脚都带着枷锁 武成海冷眼看着李莲花 这人进了大牢不过两个时辰 据说向牙役索要了扫帚 将自己那个牢房清扫得干干净净 大牢之中本还有些草席 李莲花将外衣脱下铺在草席上 却还没有做 武成海开门而入的时候 他正站着发呆 眼见武成海进来 他微微一笑 补大人 李楼主 武成海语气不咸不淡 近来万圣岛丰庆之势 又是深的楼主之柱 江湖赞誉颇多 李莲花啊了一声 莫名其妙地看着补成海 不知他什么用意 补大人这开审的阴头 未免扯得太远 只听补成海道 不知假扮六一法师 在井的殿做法 实施为了何事 原来补成海虽然秉公办事 但对李莲花倒是颇为信任 这才秉退左右 想从李莲花口中得知真相 李莲花又啊了一声 这个 假扮六一法师 和在井德殿做法 实在没有什么深意 不过是凑巧 凑巧 倒是方多病发现的 那纸条知识不是小事 李莲花沿着大牢 慢慢转了一圈 补成海一直看着他 一直看到李莲花转过身来 喊道 补大人 补成海点了点头 那人看着他微笑 然后道 大人久在京城 可曾听闻一样事物 叫做吉乐塔 补成海皱起了眉头 吉乐塔 你从何处听来 李莲花若有所思 慢慢地道 我想这东西 与李大人被害一事有关 补成海面露诧异之色 沉沿了好一会儿 你从何处听来 吉乐塔三个字的 一本册子 李莲花的语气很平静 景德殿方大公子的房间内 藏有一本无名的小册子 小册子封面之上 便写着吉乐塔三字 补成海问道 那册子里写有何物 李莲花摇了摇头 画有一些不知所云的莲花 一秒之类 大半乃是空白 补成海冷冷地问 你怎知此物 与李大人被害有关 李莲花在大牢中 慢慢地再转了半个圈 抬起头来 这本册子在方大公子房中 被人盗走 当日夜里 鲁大人无端发疯 之后隔天夜里 李大人被人所害 他凝视着补成海 于是我不得不问 吉乐塔究竟是何物 补成海目光淡定 仿佛在衡量李莲花 所言是真是假 又过了好一会儿 他缓缓地道 吉乐塔 传说是我朝先帝 为供奉开国功臣的 遗骨所建造的 一座佛塔 李莲花起道 这倒是一件好事 但怎么从未听说 我朝曾立有此塔 若皇帝当真 做过这种有功德的事 怎会从来无人知晓 补成海摇了摇头 此事我不知详情 但此塔当年 因故并未建成 故而天下不知 李莲花微微一笑 天下不知 你又怎么知道 补成海并不生气 我知晓 是因为皇上召见 鲁方五人 进京面圣 便是为了吉乐塔之事 他并不隐瞒 近来朝中大都知晓 皇上为了 扩建朝阳宫之事烦恼 皇上想为昭陵公主 扩建朝阳宫 但先帝传有祖训 宫中吉乐塔以南 不得心动土木 皇上想知道 当年未建成的吉乐塔 究竟悬址何处 先帝有祖训说 吉乐塔以南 不得心动土木 李莲花诧异 这是什么道理 补成海摇了摇头 皇宫之中 规矩甚多 也无需什么道理 李莲花又在牢里 慢慢地躲了一圈 吉乐塔是一尊佛塔 因故并未建成 不错 补成海很有耐心 李莲花转过头来 突然道 关于李大人之死 我等并未骗你 他叹了口气 昨夜我们追到树林的时候 李大人已经身亡 究竟是谁将他杀害 又是谁将他挂在树上 我们的确不知 补成海 眉头皱起 你们若是真不知情 又为何会追到树林之中 李莲花咳嗽一声 极认真的道 我等当真并未骗你 昨夜之所以追到树林 却是因为千年胡经的缘故 补成海眉头皱得更紧 千年胡经 李莲花正色道 是这样的 方大公子养了条狗 叫做千年胡经 昨夜我们在景德殿喝酒 那只狗不知从何处 叼来了一块染血的衣角 于是我们追了下去 补成海恍然 于是你们跟着狗追到了树林 发现了被害的李大人 李莲花连连点头 补大人明察 补成海面色变幻 不知在想什么 既然如此 那只狗却在何处 李莲花又咳了一声 那狗既是方大公子所养 只怕狗在何处 也得问方大公子才知晓 补成海点了点头 你所言之事并无佐证 我会另查 但不能摆脱你之嫌疑 李莲花微笑道 我现在只想知道 什么时候有饭可吃 暂时并不想出去 补成海微微一正 也不再说话 就这么掉头而去 补成海是聪明人 李莲花舒舒服服地 在他铺好的草席上坐下 极乐塔之事恐怕牵连甚大 事情既与皇家有关 自是官府中人去李方才顺手 其实这大牢挖得深了 冬暖夏凉 除却少了一张床 睡着倒也舒坦得很 方多并被捕成海 则令回家 以方大少之聪明才智 自然不会乖乖听话 何况一旦回到方则是家中 方则是与王一串交好 只怕那公主就在不远之处 于是他走到半路身形一晃 两个侍卫眼前一花 方大公子已行踪咬然 不知去向了 两人大吃一惊 联盟非报方则是于补成海 心中却暗暗佩服 方大公子的轻功身法 竟是如此了得 李莲花去了大牢 在临去之前衣袖微动 将那三张纸条塞入方多并手里 他既然要去大牢 自少不了要被搜身 而这三张古怪的纸条 他并不想让补成海知道 方多并揣着这三张纸条 眼珠子转了几转 他虽暂时没想出要去哪里 但景德店里那件包了蹄膀的衣服 还有他柜子里的吊颈绳索和玉簪还在 自是要去取了回来的 在京城的大街上转了几圈 方多并大喇喇的直接走进景德店的后门 然后月墙落到庭院的大树上 避过侍卫的耳目 几个起落 上了自己房屋的屋顶 景德店中此时只剩巡逻的侍卫 但店里出了大事 巡逻的也是心惊胆战 即使是青天白日也不大赶出来 方多并落上屋顶 扫了眼屋上的泥土灰尘 突然发现在屋顶的泥土之上 除了那日夜里所见的痕迹之外 还有一些很浅的擦痕 是足印 方多并浮在屋顶 那几个极淡的足印在乌瓦的边缘 仿佛是那东西上来的地方 痕迹并不完整 甚至只是扫去了一点浮灰 但方多并在李飞被害的树林里 曾经见过那染血的梅花足印 这屋顶上的足印赫然与树林里的血印相差无几 这是一样的东西 方多并咒骂了一声 窜上他屋顶的人或者东西 和在那树林里走过的是一样的东西 他揭开天窗 笔直落入自己屋里 嗒的一声微响 几乎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窜入屋里之前 他有想过屋里种种情景 若非一如昨日 便是东西已然被盗 捉翻已倒 但落下之后 屋中的景象让他大叫一声 喷的一声巨响 竟直撞开了大门 冲到了庭院当中 景德殿的侍卫骤然听到一声巨响 什么人 刀剑之声齐出 五六个侍卫匆匆赶到 方多并脸色惨白 僵硬地站在庭院中 屋中大门洞开 一股奇异的味道飘散而出 几名侍卫都是认得方多并的 看他突然出现在此都是大为诧异 咒得一声惨叫 有个侍卫往屋里看了一眼 连滚带爬地退了出来 死人 死人 又有死人 方多并咬牙咬地咯咯作响 他的屋里的确是捉翻已倒 好似经过了谁大肆劫掠的模样 但令他夺门而出的是在屋中地上 导致一具血淋淋的骷髅 一具七零八落的骷髅 胸腹被当中撕开 手臂大腿都只剩了骨骼 腹中内脏不翼而飞 就如被什么猛兽活生生啃食了 地上却不见什么血 这人身上大半都成了骷髅 头脸却还齐全 让人一眼认出 这人却是王公公 来人啊 快上报补城海 方多并怒道 几名侍卫惊骇绝伦 不知这王公公 怎会到了方多并房中 又变成了这般模样 听方驸马一声令下 顿时连滚带爬地去通报 方多并定了定神 回到屋内 屋里飘散着一股血肉维米的气味 他打开柜子 柜子里的玉簪和绳索 却赫然还在 拿出玉簪入怀中 他从绳索上扯了一截下来 医病收入怀里 在屋里转了一圈 这屋里却并没有留下什么纸条 方多并勃然大怒 这究竟是谁装神弄鬼 究竟是谁残害无辜 王公公的尸身如此模样 必然是遭遇了什么猛兽 难道当真有人在纵容猛兽行凶 或者是当真有什么成精成怪的猛兽 在杀人夺命不成 但这里是京城重地 有谁能养得下能吃人的猛兽 是老虎 豹子 野狼野狗 方多病的脑中一片混乱 鲁方疯了 李飞死了 还倒与那衣服有关 为什么王公公却也死了 补承海很快来到 方多病只简单说明 他从回家的路上逃脱 回到此处 却发现王公公身亡 补承海差人将这房屋团团围住 从又开始一寸一分地细细查看 方多病却问 李莲花呢 补承海皱了皱眉 方多病怒道 他奶奶的 你什么时候把他放出来 补承海仍是不答 方多病跳了起来 咆哮道 你也看到了 李飞当真不是他杀的 他已被你关了起来 他又不是野狗 怎能把人啃成这样 补承海又皱了皱眉 自秀中帝国义务 你可去探视 他递过来的东西是个令牌 方多病抢了就走 连一眼也没往他身上多瞧 补承海威胁苦笑 这未来的驸马当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是半点也不信他能侦破此案啊 但王公公为何被害呢 依照李莲花所言 有人阻扰皇上追查极乐塔之事 这事与王公公全然无关 莫非王公公也发现了什么蹊跷线索 却不及通报 即刻被害了 补承海皱眉沉思 王公公不过内务府中区区二等太监 掌管御膳房部分差事 监管几座如景德殿般的空建柱 能发现什么 或者纯属误杀 或是凶手在毫无目的地杀人 看李飞被害的树林中留下的血印 以及王公公尸身的惨状 这其中究竟是有一头神龙剑手不见尾的猛兽 或是有人假扮猛兽在混淆试厅装神弄鬼 如果真的存在一头猛兽 那为何出入京城重地 居然从没有人看见过 补承海猛定一顿不 不是没有人看见过 或许鲁方便是鲁方看见了 那是什么样的猛兽 能让人吓得发疯呢 李莲花正在大牢里睡觉 其实牢中的饭菜不差 青州小菜 居然还有鸡蛋若干 他的胃口一向不错 吃得也很满意 不知少小五被关在何处 但他只想这牢饭恐怕不够少小五吃 其他的倒也不怎么担心 睡到一半 只听当当一声巨响 有人吆喝道 三十五牢 起来了起来了 有人探监 李莲花猛地坐起 一时间只想自幼父母双亡 舒白离散 老婆改嫁 究竟是谁 尽可来探监 真是奇之大义 对面牢房的几位死囚 纷纷爬了起来 十分羡慕地看着他 他也十分好奇地看着外边 来人白衣如雪 紧寻乌发 令李莲花十分失望 对面牢房的死囚 嘖嘖撑起 议论纷纷 街道有个富贵亲戚便是好事 像他们的妻儿老小 统统都是进不来的 这人却能进来 李莲花叹了口气 自地上爬了起来 十分友好的对来人微笑 莫非你爹将你赶了出来 来人自然便是方多病 进来的时候 轻铁着一张脸 听闻这句话脸色更轻 死莲花 王公公死了 李莲花已正 王公公 方多病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死了 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吃了 血肉啃得干干净净 李莲花皱了皱眉 是在何处死的 方多病道 景德店我房里 我查过了这次没有纸条 也不是来闯空门的 东西都在 她袖中玉簪一晃而过 便又收了起来 但人就是死在我屋里 这 这完全没有道理 李莲花喃喃的道 难道王公公知道了点什么 王公公能知道点什么 方多病脸色清白摇了摇头 总而言之 你快从里面出来 这事越闹越大 人越死越多 杀人凶手是谁 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李莲花干咳一声 那个 她刚想说这里是京城 管秦凶破案的是 补城海和花如雪 并不是她李莲花 但看方多病那怒急的脸色 只得小心翼翼的将话 又收了回来 方大公子怒了 诸事不宜 快走 出来 方多病一脚踹在牢门上 李莲花抱头道 莫踢莫踢 这是官府之物 小心谨慎 方多病越发暴怒 再一脚下去 割拉一声牢门的木栅 已见了裂纹 住手 门外的牙翼冲了进来 方多病冷笑着扬起异物 你们补大人另排在此 我要释放此人 谁敢阻拦 正直混乱之际 补城海的声音传了过来 统统退下 众牙翼大吃一惊 指着方多病和李莲花 大人 此二人意图越狱 最大恶极 不可轻饶 补城海淡淡地道 我知道 仲牙翼不敢再说 慢慢退出 补城海看了方多病一眼 方多病哼了一声 手上握着他的令牌 就是不还他 李莲花摸了摸脸颊 只得道 这个 我在景德殿中装神弄鬼 妖言获重 又以术法为名 杀害朝廷命官 再趁夜将他倒掉在大树之上 只怕不宜出去 方多病大怒 事事是 你又将王公公砍来吃了 你又下风了鲁方 你还整了头千年湖精 出来杀人夺命 老子这就去见皇上 叫他把你砍了了事 省得祸害人间 李莲花唯唯诺诺 补城海提高声音道 方公子 方多病余怒未息 仍在道 老子多管闲事 才要救你出来 没你老子一样能抓到 补城海怒吓一声 方公子 方多病这才顿主 补城海已是震怒 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方公子请自重 方多病猛地跳了起来 指着他的鼻子 老子怎么不自重了 那里面的是老子的人 他根本没有杀人 老子让你把人带走 就是对你一百斤一千斤的重 老子要不是虚怀弱骨 早拔剑砍你妈的 补城海见识过的江湖草莽 不知多少 如方多病这般鲁莽暴躁的 倒是少数 眼见不能善了 陈长就向方多病肩头拍去 方多病满腔怒火 正愁无处发泄 补城海一掌拍下 他反掌相迎 随即掌下连环三势 反扣补城海胸口 累下大穴 补城海怒他再次胡闹 意义要将他擒下交回方府 两人一言不合 掌下霹里啪啦的就动起手来 且慢 且慢 老李的人连声道 不可 不可 正在动手的人冲而不闻 只盼在三招两拾之间将对手打趴下 正贴身缠斗之际 秃地方多病 只觉手肘一麻 补城海膝盖一酸 两人一起后跃 瞪眼看着老李的李莲花 老李的人连连摇手 且慢 且慢 话说李大人被害 王公公横死 两位都心急查案 都想擒拿凶手 这个 这个殊途同归 志同道合 实在无分出胜负的必要 方多病哼了一声 补城海脸色淡漠 李莲花继续道 方才我在老李斯来想去 此事诸多蹊跷 如要着手 应有两个方向可查 果然此言一出 方多病和补城海 都宁了神 不在针锋相对 李莲花只得道 第一个方向 便是皇上召集 这五位大人 进京商谈极乐塔之事 而这五位大人 究竟是从何处 得知极乐塔的消息 皇上又如何得知 这五人能知道 极乐塔的所在呢 那五位大人又各自知晓 极乐塔的什么秘密 补城海点了点头 此事我已有眉目 李莲花欠然看了他一眼 第二个方向 便是景德殿 为何在方大公子的房内 会有一本写有 极乐塔字样的册子 又是谁盗走了那本册子 补城海沉吟良久 又点了点头 但却道 即使知晓是谁盗走册子 也无法证实与杀人之事有关 当年修筑极乐塔之时 必然隐藏了什么绝大的秘密 李莲花叹了口气 而修筑极乐塔已是百年之前的事 这五人因何会知晓关于极乐塔的隐秘 他们必是经由了某些禁语 而得知了极乐塔的一些隐秘 并且他们的这些禁语 宫中有点可查 否则皇上不可能召集这五人进京面圣 方多并恍然 正是因为皇上召集他们进宫面圣 所以才有人知道 这五人或许得知极乐塔的秘密 所以要杀人灭口 补承海缓缓吐出一口气 倒退了两步 但极乐塔当年并未建成 李莲花笑了笑 补大人避重就轻了 并未建成本身就是一个蹊跷 补承海皱眉抬头凝视着屋顶 不知在想些什么 方多并却道 死莲花 如果鲁方和李飞都是被杀人灭口 那王公公为什么也死了 李莲花皱起眉头 王公公究竟是如何死的 方多并的眉头更是皱得打结 被不知道什么猛兽吃得精光 只剩负骷髅架子 李莲花吐出口气 喃喃地道 说不定这世上真有千年胡经 白虎大王什么的 方多并本要说他胡说八道 末帝想起那些胡爪不似胡爪 狗腿不像狗腿的足印 不禁闭了嘴 补承海宁思了好一会儿 突然道 皇上召见赵大人三人 结果如何 或许方大人能够知晓 他在大理寺任职 并不能随意入宫 但方则是身为户部尚书 深得皇上信赖 皇上既然是为公主之事 意图兴修土木 而那公主又将许配给方则氏的公子 或许方则氏能够知晓其中的隐情 方多并一呆 跳起身来 老子回家问我老子去 李莲花连连点头 是急是急 你快去 快去 方多并转身便去 那令牌始终就不还给补承海 方大公子一去 补承海微微松了口气 李莲花在牢中微笑 过了一会儿 补承海竟也淡淡一笑 多年未曾与人动手了 真有如此可笑 李莲花叹道 方大公子年轻气盛 你可以气得他跳脚 但不能气得他发疯 补承海 补承海 板着张脸不答 又过了好一会儿 他缓缓吐出口气 皇上召集 鲁方五人入京 乃是因为十八年前 这五人都是京城人士 鲁方 李飞 赵齿与上兴行四人 当初年纪上清 也学得一些粗浅的武艺 曾在宫中认过轮值的散员 后来皇上肃清冗兵冗将 这几人因为年纪不足 被除了军级 而后个人弃武席文 考取了功名 直至如今 宫中的散员 李莲花在牢里 慢慢夺了半个圈 除此之外 有何事能让他们 在十八年前留下姓名 要知十八年前 皇上肃清冗兵 那被削去军级的 何止千百 为何宫中 却能记下这几人的姓名 这四人当初在宫中 都曾犯过事 捕成海盗 做过些小偷小摸 他语气微微一顿 当初的内务府总管太监 是王贵兰 王公公的为人 天下皆知 李莲花点头 王贵兰是 侍奉先皇的大太监 二十二年前 先皇驾崩 王贵兰转而 侍奉当今圣上 直至当今皇上 登基八年后去世 地位显赫 王贵兰虽是 深得两朝皇帝欢心 却是个 不折不扣的 酷吏脾性 他虽不贪财 自然更不好色 也不专善独权 但宫中一旦 有什么人 犯了些小错 落在他手中 那不脱层皮 是过不去的 既然鲁方几人 当年少不更事 撞在王贵兰手里 自是不会好受 不过 王公公当年 教训的人多了 却为何这几人 让皇上如此重视 补承海顿了一顿 又道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这几人的记载 却与他人不同 李莲花极认真的听着 并不作声 又过了好一会儿 补承海才到 据内务复杂录所在 这几人被王公公责令绑起来 责打四十大板 而后沉于水井 李莲花吓了一跳 沉入水井 那岂不是淹死了 补承海的脸色很不好看 僵硬的片刻 缓缓点了点头 按道理说 应当是淹死了 李莲花看他脸色 情不自禁甘笑一声 莫非这几人非但没死 还变了水鬼 从井里爬了出来 补承海的脸色一片僵硬 内务复杂录 所记这四人一日如生 照入列班 行止言行 无疑异壮 李莲花忙道 或许这四人精通水性 沉入井中而不死 那就不算什么难事 补承海的脸色 终是扭曲了下 一字一字地道 他们是被附住手脚 置入井中的 此时过后 宫内对这几人大为忌惮 故而才借口 将他们除去军级 退为平民 李莲花叹了口气 这四人死而复生 和那极乐塔又有什么干系 补承海道 有人曾问过 他们是如何从井中出来的 这几人都说到了一处人间仙境 有金砖铺地 四处满是珍珠 不知不觉身上的伤就痊愈了 醒来的时候 人就回到了自己房中 李莲花祈祷 便是如此 皇上便觉得 他们和极乐塔有关 补承海微露苦笑 点了点头 根据宫中记载 极乐塔当年并未建成 但他沉生道 也有宫廷传说 此塔早已建成 其中满具世间奇珍异宝 却突然从宫中消失了 消失 李莲花则则称奇 这皇宫之中 故事都古怪得很 偌大一座佛塔 也能凭空消失 补承海淡淡地道 宫中笔墨多有夸张 百年前的事 谁能说得清楚 不过十来年 死而复生的故事都有了 李莲花皱眉 你不相信 补承海冷冷地道 他们若真能死而复生 又怎会再死一次 李莲花抬起头叹了口气 那刘可和呢 补承海淡淡地道 皇上召见他 只是因为他是宫中监造 并无他意 两人一起静了下来 这事越往深处越是鬼秘 仿若在十八年前就是团迷雾 与这团迷雾相关的 支支叉叉 丝丝屡屡 都是谜中之谜 六第四章指 打方多病十五岁起 就不大待见他老子 这还是他第一次去 见他老子跑得这么快的 方则是刚刚早朝回来 轿子尚未停稳 便见方府门外 有个白影不住徘徊 他虽然少见儿子 自己生的却是认得的 聊开莲子下了叫 皱起眉头便问 你不在家中后指 又到何处去胡闹 方多病缩了缩脖子 他与他老子不大熟 见了老子有些后怕 我在这里等你 方则是目光在自己儿子身上 转了两转 有事 方多病甘笑一声 他老子不怒而微 微风八面 让他有话都说出不来 那个 方则是目中威势一闪 方多病本能地摸了摸鼻子 就想逃 方则是却拍了拍他的肩 有事书房里说 方多病 马马虎呼呼应了两声 跟着他老子到书房 一脚踩进书房 只见檀木书柜 按摩留金的书皮子 四面八方都是书 也不知有几千几万册 正是比方是家里的大多了 他又摸了摸鼻子 暗度这阵势若是小时候见了 飞下的屁滚尿流不可 景德殿中的事我已听说 方则是的神色很是沉稳 李大人的事 王公公的事皇上很是关心 你来找我 想必也和这两件事有关 方多病心中暗骂 你明知你儿子和那两个死人 关系匪浅纠缠不清 说出话来却能撇得一干二净 还真是划不留守的老官 嘴上却毕恭毕敬的 温温尔雅的道 儿子听说皇上召见了赵大人等三人 赵大人几人与李大人 鲁大人素有交情 不知赵大人对李大人被害一事 可有说辞 方则是看了他一眼 目中似有赞许之色 皇上只问了些陈年往事 赵大人对李大人遇害之事 自是十分惋惜 方多病又道 皇上体恤臣下得知赵大人几人 受惊即刻召见 又不知赵大人对皇上厚爱 何以为报 方则是道 皇上对诸臣皆恩重如山 虽肝脑涂地而不能报之 赵大人有心 只需皇上需要用他的时候 尽心尽力 鞠躬尽瘁 自然便是报了黄恩了 方多病干渴一生 诚心诚意地道 方大人围观多年 当真是八面玲珑 纹丝不透 方则是脸上神情不动分毫 赞誉了 方多病继续道 厚颜无耻 泯灭良知 哥拉一声 方则是随手关起了窗户 转过身来 脸色已沉了下来 有你这样和爹说话的吗 你年纪也不小了 明日皇上就要召见 以你这般德行 如何能让皇上满意 方多病怒道 老子有说要娶公主吗 他奶奶的 公主想嫁老子 老子还不想娶呢 老子十八岁纵横江湖 和你这方大人一点狗皮关系没有 方则是大怒 举起桌上的阵纸 一板向方多病手上打下 方多病运进在手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 必欲阵纸应手而裂 方则是少年吉弟 读书万卷 却并未席练武功 被儿子气得蹊跷生烟 确实无可奈何 怒道 明顽不灵 顽劣不堪 都是被你娘疼坏了 方多病瞪眼回去 今天皇上究竟和赵齿上星刑 刘可和说了什么 你知道对不对 快说 方则是沉声道 那是宫中密室 与你何干 方多病冷冷地道 李飞死了 王公公也死了 你怎知赵齿那几人 不会突然间就死于非命 他们究竟藏了什么秘密 你不说 天下谁能知道 没人知道 李飞是为什么死的 要如何抓得住杀人凶手 李飞死得多惨 王公公又死得多惨 你贵为当朝二品 那些死的都和你同朝为官 这都积不起你一点热血 难道不是厚颜无耻 泯灭良知 方则是为之语色 他和这儿子一年见不上几次面 竟不知他这儿子伶牙利齿 咄咄逼人 过了两久 他慢慢将阵止放回原处 李飞 李大人之死 自有补尘海 与花如雪捉拿凶手 你为何非要牵扯进此事 因为我看到了死人 方多病冷冷的道 我看到了人死得有多惨 方则是 似是不知不觉 点了点头 长叹了一声 皇上召见召耻 上兴行 刘可和 鲁方 李飞五人 是为了一百一十二年前 宫中修建极乐塔之事 方多病哼了一声 我知道 方则是遗症 你知道 方多病凉凉的道 极乐塔是一百多年前的东西 这五人又怎么知道其中详情 今天皇上召见 究竟说了什么 方则是缓缓地道 赵齿 上兴行几人 十八年前 曾在宫中担任侍卫散员 因故受到责罚 被王贵兰王公公 沉入一口水井之中 但他们非但没有受伤 还见到了人间仙境 而后被送回了房间 皇上怀疑 当年他们被沉入的那口水井 或许与极乐塔有关 方多病祈祷 极乐塔不是没修成吗 既然没修成 还有什么有关不有关 方则是皱起眉头 简单利落地道 极乐塔已经修成 却在一狂风骤雨之夜 突然消失 方多病张大嘴巴 突然消失 方则是汉手 此事太过离奇 故而史书只记极乐塔 因故未能建成 方多病骇然看着他爹 他爹和李莲花大大不同 他爹从不扯黄 他爹说极乐塔突然消失 那就是突然消失了 这世上存在会突然消失的佛塔吗 本朝祖训 极乐塔以南 不得兴修土木 皇上为了替昭陵公主 修建朝阳宫 想知道当年极乐塔具体位置所在 也有兴趣查明当年极乐塔究竟是如何凭消失的 方则是叹了口气 皇上在内务复杂记中看到鲁方几人的奇遇 突发奇想 认为或许与极乐塔相关 方多病顺口道 结果鲁方却疯了 李飞被杀 甚至王公公莫名其妙地被什么猛兽生吞了 方则是皱起眉头 只觉方多病言辞粗鲁 十分不妥 鲁方几人当年沉入井中 据赵齿自言 那口井很深 但越往下越窄小 井壁上有着力落脚之处 他们沉入其中后很快浮起 踩在井壁的凹槽中 互相解开了绳子 方多病心想这也不怎么出奇 却听方则是道 之后鲁方狡猾了一下 摔进了井里未在浮起 他们三人只当鲁方出了意外 赵齿自己不会水 令两人扶着赵齿慌忙从井中爬起 结果第二日却见鲁方安然无恙 在房中出现 方多病疑了一声 他们不知道鲁方摔到何处去了 方则是沉吟片刻 在皇上面前赵齿说的应当是实话 上兴刑与赵齿十几年未见 官职相差甚远 却也是如此说辞 想必纵有出入 也出入不大 可是鲁方已经疯了 谁能知道当年他摔到了哪里去了 方多病瞪眼 但不管他摔到哪个洞里去 和极乐塔关系也是不大 最多说明皇宫大内地下有个窟窿 方则是摇了摇头 此时蹊跷 不管鲁方当时去了哪里 他自家会没若身 如今既已疯了 更是无从知晓 方多病却道 胡说八道 不就是摔进了井里吗 叫赵齿把那个井找出来 派些人下去查探 我就不信找不到那个洞出来 方则是苦笑 皇上询问赵齿等人 当初那个发生怪事的井在何处 时隔多年 这几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究竟是哪一口井了 方多病本想诱到这还不简单 不知道哪一口井 那就每一口井都跳下去看看 这有什么难的 又看方则是满面烦恼 他精乖地闭嘴 爹 我走了 方则是回过神来 怒道 你要走到哪里去 方多病道 我还有事 爹 这些天你多找些护卫 守在你身边 方则是咆哮道 明日皇上就要召见你 你还想到哪里去 给我回来 方多病头也不回 衣袖一挥 逃之夭夭 爹我保证明日皇上 要见我的时候我就见他 方则是蹊跷生烟 狂怒道 你这逆子 我定当修书一封 让你爷爷来收拾你 方多病远远地道 我是你儿子 你就算修书一封 也修不了我吧 说着已经去得远了 方则是追到书房之外 此生未曾如此悔过 自己为了读书 不学武艺 此时李莲花和补承海 还在大牢之中 到了午饭之时 补承海居然还留了下来 和李莲花一起吃 那青州小菜的牢饭 有人要陪坐牢 李莲花自是不介意 倒是奇怪 补承海吃着青州小菜 就想吃得贯得很 等他仔细嚼下第三块萝卜干 终于忍不住问道 补大人常在此处吃饭 补承海淡淡地道 萝卜好吃吗 李莲花道 这个 这个萝卜吗 皮厚筋多 外交里人 滋味那个 还不错 补承海嚼了两下 这萝卜是我种的 李莲花钦佩地道 普大人精明强干 那个 萝卜种的自是 那个与众不同 补承海本不想笑 却还是动了动嘴角 你不问我为何不走 李莲花理所当然地道 你自是为了等方多病的消息 补承海的嘴角又动了动 的确 他得了消息 却不会告诉我 李莲花探道 他也是不想告诉我的 不过忍不住而已 补承海笑了笑 沉默寡言地坐在一旁等 他非等到方多病的消息不可 过不多时 外边一阵喧哗 一名牙役 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 大人 大人 上大人 上大人在五天门外遇袭 当街 当街就 去了 补承海 一跃而起 脸色阴沉 当当一手摔下碗筷 打步向外走去 李莲花颇为惊讶 上兴行死了 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此人既然已经见过皇上 该说的不该说的应当都已说了 为何还是死了 为什么 为了什么 是上兴行还有话没有说 或是他们其实知道了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 上兴行死了 那兆齿呢 刘可和呢 李莲花在牢中叫了一声 且慢 捕成海顿了一顿 并不理他 掉头而去 他在牢里转了两圈 扑得举手敲了敲牢门 牢头大哥 外边守卫大牢的牙翼冷冷地看着李莲花 自从这人进来以后 大牢中鸡飞狗跳 不得安宁 他看着此人也厌恶得很 只走过两步并不靠近 什么事 李莲花欠然道 啊 我上有些私事待办 去去就回 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了 那牢头一正 差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说什么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道 在下突然想到还有杂事待办 这就出去 最多一二日就回 大哥不必担忧 在下万万不会兴纳粤语思讨之事 不过请假一二 那牢头刷的一声拔出刀来 喝道 来人啊 有嫌犯意图越狱 把他围起来 李莲花吓了一跳 落得一声推开牢门 在外头一群牙翼上尾合围之际 就窜了出去 逃之夭夭 不见踪影 那牢头大吃一惊 一边吆喝众人去追 一边仔细盯了一眼 那牢门 只见牢门上的铜锁自然开启 与用钥匙打开一模一样 并无撬到的痕迹 根本不知刚才李莲花是怎么一推就开的 牢头莫名其妙 暗存莫非将此人关入之时 牢门就未曾锁牢 但如果牢门未锁 这人又为何不逃 或是此人本是盗贼 可借由什么其他器具轻易开锁 不过大理寺的牢门铜锁乃是妙手巧匠 想精心打造 能轻易打开这非江阳大道莫属 快飞暴补大人 说牢里杀害李大人的江阳大道越狱而逃 中头儿 刚刚刚才那人已经不见了 我们是要往哪边追 暴神龙军统领 即刻抓人归案 李莲花转出了大牢 牢外是大片庭院和花园 他刚刚出来 外边守卫的禁军已受惊动 蜂拥而来 但闻弓弦声响 顿时渐如飞黄 其中不乏见稳立尘的好手 李莲花东躲西闪 各侍卫只见一人影一晃在晃 灰色的影子越来越淡 最后竟是一片朦胧 乱见射去 那人也不接不挡 常见一起落空 定睛在看之时 灰影就如消散空中一般 撂去无痕 这是什么武功 几位修为不凡的侍卫心中 惊异不已 那人施展的应是一种弥宗步伐 但能将弥宗步施展的如此神乎其神 只怕世上还有几人 就在此时 五天门外正也是一片混乱 上兴行 照持几人的轿子刚从宫里出来 三轿并行 正待折返住所 指日离京归任而去 走到半路 搬着上兴行的几位教夫 只觉教内摇晃甚烈 似乎有些古怪 还未停下 就听啪啦一声 叫中一清 一样东西自叫中跌出 整得轿子差点翻了 在教夫手忙脚乱 稳住关轿的时候 接上一片惊呼之声 只见大街之上鲜血横流 一人身着官服摔倒在地 喉头开了个血口 鲜血仍在不住喷出 流了满身 正是上兴行 一时间大街上人人躲避 教夫浑然呆住 赵齿和刘可和的轿子 连忙停下 大呼救人 然而不过片刻 上兴行已血尽身亡 那伤口断喉而过 他竟是半句遗言也留不得 正在混乱之时 一道拔影闪过 在轿旁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 赵齿惊骇绝伦地 看着上兴行的尸体 手指颤抖 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刘可和脸色清白 上大人当街遇害了 这在大街上挤走的人 自是方多病 他从方府出来 正自要再去闯 大理寺的大牢 却不想走到半路 却猛地见了上兴行 死于非命 此时只见上兴行 横尸在地 官服上的彩线 仍溢溢生辉 那鲜血却已开始慢慢凝结 黑红浓郁 喉上伤口翻开 煞是可不 方多病皱着眉头 聊开上兴行轿子的门帘 只见轿中满是鲜血 却不见什么凶器 倒是坐上的血泊中 沾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赫然又是一张十字形的纸条 他极快地摸出汗筋 将那染血的纸条包了起来 藏入怀里 重探出头来 上大人是被什么东西所伤 外面照齿全身发抖 已是说不出话来 眼神惊恐至极 刘可和连连摇头 我等 我等坐在轿中 出来 出来之时已是如此 没有凶器 方多病的脸色也很难看 怎会没有凶器 难道上大人的脖子 自己开了个口子不成 赵齿一步一步后退 背后紧紧靠着自己的轿子 抖得连轿子也发起抖来 他终于尖叫一声 有鬼 有鬼有鬼 轿子里有鬼 没有鬼 有人在他背后正色的道 上大人颈上的伤口 是锐气所伤 不是鬼咬的 赵齿不防背后突然有人 啊的一声惨叫起来 往前狂奔一下 窜入刘可和背后 鬼 鬼 抬起头来 却见他背后 那将他吓得魂飞魄散的 不是鬼 是那六一法师 方多病张口结舌地 看着李莲花 方才他要死要活 要拉他出来 这人却非要坐牢 把他气跑了 现在这人却又好端端地 一本正经出来了 若不是赵齿已在不断尖叫有鬼 他也想大叫一声 白日见鬼 却见那将人吓得半死的灰衣书生 正子温柔微笑 不是鬼 是人 不是鬼 赵齿浑身都抖起来 你你你 你你你 方多病凝视上星形 颈上的伤口 那的确不是鬼咬 弱大伤口 也非暗器能及 看起来疾似刀伤 但若是刀伤 那柄刀何处去了 莫非竟能凭空消失不成 或者这是一名飞刀高手 趁上星形较连开启的瞬间 飞刀而入 割断上星形的咽喉 那柄飞刀穿脸而出 所以踪影不见 但这里是闹市大街 若是有人飞刀而入 飞刀而出 又怎能全无踪迹 方多病默然想到 莫非那把刀是无形的 无形即可循的刀 这个世上真的有吗 方多病满腹狐疑地 瞅了一眼李莲花 却见李莲花 安安分分地站在刘可和 和赵大人的轿子旁边 一动不动 十分友好的看着两人 方多病咳嗽一声 你这大理寺重犯 怎的逃了大牢 赵齿和刘可和 也是精益地看着李莲花 六一法师被捕成海关 入大牢之事 知道的人不少 这人却又如何出现在此地 我修为多年 乃是法术精湛的高人 区区一个分身之术 李莲花对着赵齿和刘可和 一本正经的道 和足道哉 李莲花指了指地上的上星形 上大人当街被戾气所害 不知他究竟做了何事 与谁结怨 让人不得不在此地杀他 赵齿和刘可和连连摇头 一个说与上星形十几年未见 早已不熟 更不知他的私事 另一个说在共住景德殿之前 他根本就不认得上星形 自然更加不知他与谁结怨 李莲花对着上星形的尸身 着实仔细地看了一番 胡大人必会尽快赶来 两位切勿离开 胡大人明察秋毫 定能抓获杀害上大人的凶手 赵齿颤抖地指着他 你你你 你 李莲花对赵齿行了一礼 赵大人 赵齿颤声道 你你 你不就是那 害死李大人的凶险 你怎的又出现在此 难道 难道上大人也是你 你所害 李莲花一正 只听刘可和退开两步道 你 你法术高强 如真有分身之术 那不着痕迹的 害死上大人也 也并非不能 李莲花张口结舌 哈 赵齿大吃一惊 吓得软倒在地 你你你 你一定用妖法害死李大人和尚大人 说不定你就是虎精所变 王公公定是发现了你本来面目 你就在景德殿内吃了他 那个 李莲花正在思索如何解释自己既法力高强 又非虎精所变 既没有谋害那李大人 也没有杀死这伤大人 却听不远处凌乱的步履声响 有不少人快步而来 正是追踪陶狱重犯的大内高手 方多病眼见形势不妙 刘可和赵齿二人显然已认定李莲花乃是凶手 而背后大批人马转眼急到 此时不逃 更待何时 当下 一把抓住李莲花的手 沿着来路狂奔而去 啊 李莲花尚未思索完毕 已被方多病抓起往东击奔 方多病骨瘦如柴 不过百金上下 那轻功身法自是极弱飞燕 轻于红毛 江湖上能快得过他的寥寥无几 他抓着李莲花狂奔 两侧乌雨纷纷而过 身后的吆喝之声渐渐远去 过了片刻 方多病呼得醒悟 瞪眼向李莲花 你居然跟得上老子 李莲花温文尔雅地微笑 我的武功一向高强得很 方多病嗤之以鼻 你小子武功若是高强得很 老子起飞就是天下第一 两人飘风逐月般出了京城 窜进了一处矮山 料想一时半刻禁卫军 是摸不到这来的 方才停了下来 方多病探手入怀 将方才捡到的那染血的纸条 摊在手心 死莲花 上兴行之死绝对有玄机 他已经见过皇上 什么都说了 为什么还是死了 李莲花仔细地看了那纸条 那纸说明他虽然说了 但皇上并没有明白 或者说他虽然知道其中的关键 自己却不明白 只有杀了他才能让人放心 方多病跃上一棵大树 坐在树枝之上 背靠树干 我爹说 皇上和赵齿几人的确谈了极乐塔 不过赵齿说 当年他们被王公公丢进一口水井 却只有鲁方一个人在井底失踪 鲁方去了何处 他们并不知情 李莲花诧异 鲁方在井底失踪 那 那井底都是水 如何能失踪 方多病耸了耸肩 在井底失踪也就罢了 我爹说 当年极乐塔其实已经建成 却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突然消失 你说一座佛塔都能凭空消失 一个大活人在井底失踪算得了什么 说不定井底有个洞 那不会水的沉下去自然也就消失了 李莲花欣然道 这说得极是 想那佛塔底下若是也有个洞 这般沉浆下去自然也就消失了 方多病一症 怒道 老子和你说正经的 哪里又惹得你胡说八道 现在上星行也死了 说不定下一个死的就是刘可和或赵齿 那可是两条人命 你想出来凶手是谁没有 李莲花唯唯诺诺 那个此时日色正好想那妖魔鬼怪断断不敢放肆 禁卫军在全城找那千年胡经 白虎大王 胡大人又在左近 刘大人或赵大人一时半刻还不大危险 方多病瞪眼问 是谁杀了他们 李莲花张口结舌 过了半晌道 我脑子近来不大好时 方多病愈发不满 幸兴然道 你就装吧 装到刘可和和赵齿一起死尽死绝 反正这江湖天天都在死人 也不差这三五个 李莲花哑口无言 过了半晌 叹了口气 自地上拾起根树枝 又过半晌 在地上画了两下 方多病坐在树上 远眺山林 这里是京城东南方向 远眺过去是连绵的山巒 夕阳弱写 渐渐西下 那金光映照的满山微暖 似重金流彩一般 他突然道 死莲花 李莲花不答 拿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什么 方多并自言自语 以前老子怎么不觉得这景色这么萧索 他突的发觉李莲花刚才竟不回答 瞪眼向下看去死莲花 李莲花仍然不答 方多并见他在地上画了一串格子 也不知是什么鬼玩意 问道 你做什么 李莲花在那一串格子之中 慢慢画了几条线 方多并隐约听到他喃喃自语 不知道念些什么东西 当下从树上一跃而下 他轻功极佳 一跃而下便如一叶坠地 悄然无声 李莲花居然也宛若未觉 仍对着地上那格子 喃喃不知道念些什么 方多并站在他身边听了半日 半句也听不懂 终于忍无可忍 猛地推了他一下 你做什么 念经吗 啊 李莲花被他一推 显然吓了一跳 茫然抬起头来 对着方多并看了好一会儿 方才微微一笑 我在想 他顿了一顿 方多并差点以为 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自己刚才在念什么 却听李莲花道 两件青蓉 一只玉簪 挂在木桥上的绳索 道调的李飞 离奇而死的王公公 四张纸条 被割喉的李飞 被割喉的上兴行 十八年前失踪的鲁方 十八年后发疯的鲁方 消失的吉乐塔 这一切必然是有所关联 方多并不知不觉点头 这当然是有关联的 没有皇上召见他们 要问十八年前的事 他们自然也不会死 李莲花道 皇上只是想知道 吉乐塔的遗址 而他们十八年前 只是被沉入了一口井 无论那口井是否干系 一百多前吉乐塔的旧址 十八年前那口井下 必然有隐秘 方多并的思路顿时明朗 大喜道 正是正是 所以要清楚这几个人 为什么会死 还是要从那口井的井底查起 李莲花却摇头 那口井在哪里 本就是一个死结 皇上要这个答案 赵齿和尚星形却给不出来 方多并顿时又糊涂起来 仅不知道在哪里 鲁方又发疯 凶手没留下半点痕迹 要从哪里查起 凶手不是没有留下痕迹 李莲花叹了口气 凶手是留下了太多痕迹 让人无从着手 方多并瞪眼看着李莲花 太多痕迹 在哪里 我怎么没看见 李莲花极温和地看了他一眼 一本正经的道 两件青蓉 一只玉簪 挂在木桥上的绳索 倒掉的李飞 离奇而死的王公公 四张纸条 被割喉的李飞 被割喉的上星形 方多并一个头 顿时变两个大 头痛之急 够了够了 你要算这些都是痕迹 那便算凶手留下了许多痕迹 但那又如何 李莲花抬起食指 微微按在右眼眼角 我在想 两件青蓉 一只玉簪 说明在这谜团之中 有一个干系重大的人存在 方多并同意 不错 这衣服和玉簪的主人 一定和凶手有莫大关系 说不定他就是凶手 李莲花执起方才的树枝 在地上画了那玉簪的模样 青蓉和玉簪都是难得之物 此人非富极贵 但在外衣之外穿着数件青蓉 并非当朝穿着 当是百年前的风气 方多并吓了一跳 你说这衣服的主人 其实是个死了很多年的死鬼 李莲花沉吟了好一会儿 这难以确定 虽然如今很少有人这么穿衣服 但也难说 这样穿衣服的就一定不是活人 他想了想 慢吞吞地道 只是这种可能更大一些 就算有这么个死鬼存在 那又如何 方多并哼了一声 那百年前喜欢青蓉的死鬼多得去了 说不定你老子的老子的老子就很喜欢 李莲花睁大眼睛 极认真的道 既然有个死人存在 鲁方有他一件衣服和一只发簪 李飞有他一件衣服 那鲁方和李飞多半曾见过那死人 或许见过尸体 或许见过那陪葬之物 这个尸体却是谁 方多并慢慢沉下心来 既然鲁方当年衰入一口井中 甚至从井底失踪 那这具尸体多半就在那井底的什么暗道或者坑洞之中 但十八年前的皇宫是皇宫 一百多年前的皇宫也还是皇宫 却是什么人会死在里面无人收敛 难道是什么宫女太监 不 不是宫女太监 李莲花以树枝在那地上所画的玉簪上画了个叉 此人非富极贵 绝非寻常宫女太监 这只玉簪预料其家 文是精觉 英非无名之物 或许可以从一个百年前在宫内失踪 喜好轻荣 配有孔雀玉簪的人着手 她说得温淡 但眉头却是簇着 方多并倒是极少看李莲花如此拿捏不定 这皇宫里的事果然处处古怪 这死人应该是个男人 那只簪子是男簪 李莲花道 你小姨纵使部女扮男装 有时也配男簪 方多并一正 这说的也是 就算鲁方下到坑里 见到了什么一百多年前的死人 那又如何 难道那死鬼还能百年后修炼成精 遍了僵尸将鲁方下风 吃了王公公 在戈勒里飞河上兴行的侯 这死人要是真能失变 也要找当年的杀人凶手 隔了一百多年再来害人 害的还是十八年前见面的熟客 那又是什么道理 李莲花叹气 那只能说明那死人的事干系重大 重大到有人不惜杀人灭口 也不让人查到关于这死人的一丝半点消息 他喃喃地道 并且这也仅是一种假说 要查百年前宫中密室 少不得便要翻阅当时的宫中杂记 方多并脱口而出 咱们可以夜闯 李莲花欠然看了他一眼 还有另一件事 我想既然上星刑被害 即使他未必当真知晓什么隐秘 他身上或许也有什么关系重大之物 他刚刚身死 身带的杂物多半还在刑管 你现在若去 说不定还来得及 方多并大喜 我知道他被安排住在哪里 我这就去 眼下一个纵身 掉头向来路而去 嗯 不过 不过那个 李莲花一句话还没说完 方多并已急急而去 他看着方多并的背影 这回方多并真是难得的上心 但偏偏这一次的事 这一次的事事出有因 牵连甚广 世中有事 方大公子这江湖热血若是过了头 即便是挂着三五个驸马的头衔 只怕也保不住他 李莲花微微笑了笑 站起身来拍了拍尘土 往皇宫的方向望了一眼 七遇刺天龙 当夜 大内侍卫和禁卫军分明暗两路搜查 那逃出大牢的杀人凶险 京城之内风声鹤唳 那二更 三更十分凸得有人闯江进门 鹤问可有见过 行迹可疑之人的比比皆是 有些人正追查一位精通开锁之术的江阳大道 又有人仔细盘问的是一位邪术通天 能屈阴阳的法师 更有人正在缉拿一位残忍耗杀 专门给人割喉放血的凶徒 京师百姓纷纷传言 近来大牢不稳 逃脱出许多凶犯 夜里切莫出门 只怕撞上这帮恶徒 性命堪忧 三更十分 那精通开锁之术 邪术通天 专门割喉放血的凶徒 不知自己在京师引起如何轩人大波 吓得多少婴孩夜晚不敢入睡 此时他正跃上一棵大树 看着树下大内侍卫走动的规律 皇宫之内 守卫果然森严 尤其是在内务府这等重要之地 那守卫的模样就和御膳房全然不同 李莲花等候到两班守卫交错而过的刹那 翻身斜掠 轻巧地翻入内务府围墙之内 依昧过风之时飘然微响 他纸上一舞飞出 射中方才的大树 只听枝叶摇晃 飘下不少残枝落叶 搭得一声微响 有人自不远处跃上树梢 仔细查看声响来源 李莲花连忙往内务府花园内 一颗勺药后一吨 皇宫大内果然高手如云 可怕得狠 过了半晌 那暗处的人在树上寻不到什么 回到原处 李莲花这下知道这人就服在右边三丈之外的墙角阴影之处 方才他翻墙的时候真是走了大运 这人不知何故竟是不知 莫不是他翻墙翻得多了 精熟无比 连一等一的高手也发现不了 再过片刻 四下无声 他自勺药后探出头来 外边光纤暗淡 一切尚未看清 猛听有人冷冷的道 花好看吗 哈 李莲花猛的又缩回勺药后 又过片刻 方才小心翼翼的伸出半个头来 眯起眼睛 只见在外头昏暗的月光之下 一人红衣配件 就站在勺药之前 他张口结舌地看着那人 原来那人虽然回了原地 却又悄悄地摸了过来 显示早已看到他翻墙而入 却故意不说 只等关门打狗 你是什么人 那红衣配件的侍卫却不声张 只淡淡地看着他 夜如内务府 你可知身犯何罪 李莲花甘笑一声 这个 不知大人如何称呼 那人见眉星目 甚是年轻俊俏 文言笑笑 你在这躲了两炷香时间 耐心上家 武功太差 我料你也不是刺客 说吧 进来做什么 李莲花叹了口气 皇宫大妹 如大人这般的高手 不知有几人 那侍卫又笑了笑 却不回答 神色甚是自傲 李莲花颇为安慰地 又叹了口气 如你这般的高手 要是多上几个 宫内固若金汤已 实乃我朝之幸 大妹之福 那人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小贼 你潜入内务府 究竟想做什么 李莲花慢吞吞地站起身来 将衣上的灰尘泥土 逐一抖得干净 才正色道 我来看书 那人眉毛傲然一扬 抬剑指向李莲花的眉间 你可知擅闯宫中是何罪 我可当场格杀 我见当前你说话要小心 李莲花对答如流 我听说王公公生前文采风流 喜欢写诗 我等如生 对王公公之文采 仰慕非常 特来拜会 红衣侍尾哈哈一笑 你这人有趣得很 我只听说王公公在景德殿 被妖物吃了 倒是从未听说他文采风流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道 我说的是王贵兰 王公公 不是王阿宝 王公公 王阿宝公公的文采 我没见识过 但王贵兰 王公公的文采 却是风流的 我听说他奉旨 写过玉叶幽兰妇 长春女华歌等等 传世名片 王贵兰 王公公 红衣侍尾其道 王贵兰 王公公 那是多久以前的人了 你夜闯皇宫 就是为了看他的诗歌 李莲花连连点头 王公公做过内务府总管 我想他的一座应当存放于内务府之中 红衣侍尾诧异地看着李莲花 沉吟半赏 胡说八道 啊 李莲花被他呛了口气 千真万确 我确确实实 就是为了看王公公的一座而来的 你看我不枉寝宫不去太和殿 既没有在御膳房下毒 也没有去人和堂纵火 我 我千真万确是个好人 红衣侍尾道 不得了啊 不得了 你的脑子里居然还有这许多鬼主意 看来不将你交给程大人是不行了 他刷的一声拔出配件 自负双手 跪下 且慢且慢 李莲花连连咬手 你看你也和我说了这许多话 算得上司通逆贼 纵容此刻 此时纵然你将我交给程大人 我必也是要如实招供 一一到来的 你说要如何才能放我一马 让我去看王公公的一座 那红衣侍尾微微一笑 你倒是雕华奸诈 难以说服啊 要如何放得过你 很简单 你胜得过我手中常见 我自然放过你 李莲花道 微微微 你这是以大欺小 势强凌弱 大大的不合江湖规矩 传扬出去 定要被江湖中人耻笑 令师门蒙羞 师兄师弟师姐师妹 走出门去都抬不起头来 哈 看来你很懂江湖规矩嘛 红衣侍尾微微笑道 偏偏我师父早就死了 师兄师弟师姐师妹 我又没有 江湖我也没走过 怎么办呢 李莲花退了一步 又退一步 你一身武功 没出过江湖 你难道是什么朝廷官员的家人弟子 红衣侍尾手中剑刃一转 赢了我手中常见 一切好说 刷的一声 那一剑当面刺来 李莲花侧身极闪 这红衣侍尾年纪甚轻 功力确实不凡 就如坐拥了五六十年内静一般 那丙剑尤世光滑灿烂 绝非凡品 剑锋袭来凌厉异常 意剑直刺 内力直贯剑刃 剑到中途那刚猛内进 乍然逼偏剑尖 翁然一声 剑尖弹开一片剑芒 横扫李莲花胸口 红衣侍尾脸上微笑笑容 末的却见剑下人抓起一物 往胸前一挡 只听擦的一声轻响 剑尖斩断一物 那弹开的剑芒顿时收敛 接着多得一声轻响 剑尖刺中一物 堪堪在那人胸前停了下来 剑芒斩断的东西 是一颗勺药 剑尖刺中的东西 是半截勺药 方才李莲花从地上 拔了那颗勺药起来 先挡住了他弹开的剑芒 剑芒切断勺药 他又用手里锁拿半截勺药 挡住了他最后剑尖一次 红衣侍尾 明眼看着那剑肩上的半截勺药 李莲花急退两步 又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且慢且慢 只需我赢了你手中长剑 你就让我去看王公公的一座 红衣侍尾笑了笑 若是方才我史上八成功力 你的人头现在可还在你井上 迎我岂非痴人说梦 李莲花连连点头 那说的也是 不过现在我的人头自是在的 红衣侍尾一正 我是说方才我若史上八成功力 李莲花正色道 你问我人头现在可还在我井上 那自然是在的 若是不在 却又有人和你说话 那岂非可怕得很 他说到一半 声音慢慢的小了 语气也变得有些奇怪 红衣侍尾随他的目光转过头去 只见一张古怪的人脸在墙头晃了一下 外头树上沙沙一响 有个什么东西极快的向东而去 那是什么东西 什么人 站住 红衣侍尾常见一提 往东就追 李莲花小声叫了一声 喂喂喂 红衣侍尾追得正紧 冲耳不闻 一晃而去 他在宫中日久 刺客见得多了 却是第一次见到个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东西 自是绷紧了神经 李莲花倒是看清了那东西的脸 与其说那是一个东西的脸 倒不如说是张面具 一张白漆涂底 黑墨苗眉的面具 那五官画的简略 倒是在面具上还泼了一片红点 尤如鲜血一般 并且那东西还披着层衣服样的东西 依稀是个人形 笔直地往树上窜去 他往那红衣侍尾追去的方向看了两眼 想了一会他是不是也要追上去 看两眼那面具底下究竟是啥 不过片刻之后 他欣然觉得还是王公公的一座比较重要 弹了弹衣上小小的几点尘土 往内务府走去 内务府左近市尾仍有不少 但比之方才那红衣人自是差之甚远 李莲花顺利翻进一处窗户 在里头转了几圈 摸入了藏书之处 要查百年前的宫中密室 自是要看宫中的记载 不过 在看百年前的记载之前 李莲花觉得如果当年却曾发生异事 那将鲁方几人沉入井中的王贵兰王公公 难道不曾着手调查 不曾有所记载 郑家史记往往为为政者书 未必便是真实 18年前的真相究竟为何 王贵兰可曾查出当年井下藏有何物 是不是当真有一位百年前的死人 死者究竟是谁 王贵兰是否曾为此事留下记载 内务府的藏书房远没有皇公太清楼 那么戒备森严 字也并没有多加整理 这其中有许多是琐碎的清单 各类账目 东西的品项 花色等等的手记 李莲花没有点灯 就着月光看了这屋里 林林总总的书册 那书册或新或旧 字迹或美或丑 有的飞扑湍流 势不可当 有的忽大忽小 奇形怪状 其中许多都落满灰尘 她毫不犹豫地动手 一本一本翻看书目为何 黑暗之中 月光朦胧的近似于无 李莲花的指尖却很灵敏 短短时间已翻过了两百余本 在众多书册之中 她拾起了一本纸页略带彩线的书册 那是本装定整齐的书册 封面上写着三个大字极乐塔 里头已浓墨画了些珍珠 贝壳之类的图画 此外还画了些鸟 这显然就是方多病从景德殿 那个房间发现的那本书册 从房间消失后 出现在这里 李莲花将书册翻到底 想了想 扯开了装定的蜡线 自书册中取了一张纸出来 揣进怀里 再快手快脚将书册绑好 放回柜里 接着她很快找出 仁府33年的清单手记 果然在其中看到了 王贵兰的手记 那是一本清段包皮的书册 因为王公公当年显赫的地位 这手记被装定得很精美 翻开书本 其中正有玉页幽兰妇 和长春女华哥 此外还有一些 犹如奉旨太后寿宴 或和张侍郎梅花诗之类的 矿式佳作 王贵兰的字迹清俊飘逸 不输世子名家 李莲花将她所写的诗词 全都看了一遍 抓了抓头 本想背了起来 然而这位公公文采风流 诚诗甚多 其中有不少又相差仿佛 永纳梅花的诗句就有时期 八首之多 要被起来未免 有些勉强 她想了想 诗诗然将王贵兰的 整个手继塞进怀里 整了整衣上 自门口溜之大吉 深夜的宫廷一片漆黑 走廊的红灯在夜色中昏暗失色 风吹树叶声中 一个灰蒙的影子在楼宇间飘忽 树影婆娑 有时竟难以分辨 只见那影子飘进了太清楼 太清楼是宫内藏书之处 地处僻静 戒备并不森严 过不多时 那影子又悠悠忽忽忽晃了出来 背上背了个小小的包袱 包袱虽小 却是诚实的模样 感情这人从太清楼里 到了几本书出来 红衣人被李莲花 气得再次怒及返笑 你不担心自己的小命 却关心那件衣服 李莲花嗡了一声 又道 那个 那个衣服呢 红衣人目光闪动 你要那衣服何用 李莲花又嗡了一声 衣服呢 红衣人顿了一顿 秃得道 我姓杨 李莲花吃了一惊 她是真的吃了一惊 皇宫大内姓杨的带刀侍卫 官阶从三品 不在各部侍郎之下 正是曾在我朝 与西域诸国舞蹈会上 连拜十三国好手 名列第一的 遇刺天龙杨云春 据说此人师承三十年前 大内第一高手 九部张飞轩元肖 又是王一串的亲生儿子 也就是未来的昭灵公主的哥哥 连皇上都能遇刺她一个龙字 前途自是大大的无量 李莲花不想和她纠缠半夜的竟然是方多病 未来的二舅子 称目结舌半赏 原来是你 杨云春自小败轩元肖为师 轩元肖这人武功极高 到老来却疯疯癫癫 非说自己本姓杨 抢逼王云春非改姓杨不可 王一串无奈 索性将二儿子过继给轩元肖 反正他还有个长子王云阳 不愁没人继承家业 不想杨云春学武的天分却极高 轩元肖一个高兴 临死之前将全身功力送与他这儿子 火生生造就了皇宫大内 遇刺天龙的一代传奇 听说王一串的女儿 之所以被皇上收为一女 是大大沾了他这位二哥的光 正是杨云春大败十三国高手 让皇上龙颜慎悦 一时想不出什么法子赏赐王家 便收了个公主 还分外恩宠起来 杨云春听李莲花道 原来是你 不知他心里想的是 原来你就是方多病未来的二舅子 眉心微醋 你认得我 李莲花道 遇刺天龙 武功绝伦 横扫天下 莫不叹福 自武道会后 有谁不知有谁不晓 杨云春颇有些自得 笑了一笑 可我听说 江湖中有嫡妃生 李相仪武功不在我之下 李莲花正色道 那个 听说他们都沉入东海好多年了 杨大人大可放心 您定是那天下第一 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 杨云春手腕已错 收回常见 你究竟是什么人 潜入宫中所谓何事 你若肯实话实说 或许追兵之前 我可饶你一命 李莲花耳听身后呼喝包抄之声 叹了口气 既然阁下是杨大人 他顿了一顿 我要个清静的地方说话 杨云春一点头 当先领路 两人身影如电 转个了方向 直往宫中某处而去 月色名晦 清诚如玉 大好月色之下 京城一处寻常别院之中 一人正鬼鬼祟祟地 浮在一棵大树上 远远望去 此人身着黑色夜行衣 爬在树上也犹如枝鸭一般 受得如此稀奇古怪之人 自然是方多病 李莲花说 上星星之所以会死 既然不是因为他知道了什么隐秘 那可能是他得到了某样东西 如果鲁方有件清容 李飞也有件清容 那上星星所得的东西 难道也是一件清容 听说百年前那些皇亲国妻 奸商如客 有时能在自己身上套上衣 二十层清容 且不说这传说是真是假 万一某个死人 在自己身上套了七八件清容 若是一人得了那么一件 那还得了 若是有着衣服的人 统统都要死 岂不是要死七八个 方多病正在思索 若是上星星也有个宝贝 他会藏在何处 有人杀了上星星 如果是为了他的某样东西 那会趁夜来娶吗 方多病浮在树上 一本正经地思考着 要闯进上星星的房间 翻东西很容易 浮成海的牙翼 现在忙着验尸 多半要到明天一早 才会来取东西 现在闯进去很容易 但是方多病多了个心眼 他想知道今夜 除了他这只螳螂 可还有一只黄雀 微风摇曳 枝鸭晃动 他急清浅地呼吸 身躯似早已与大树融为一体 时间已过去很久 一直没有人闯入航馆 他甚至看见赵齿 叫了轿子去棉西楼 却没有看见人进来 又过了一个时辰 在他快要睡着的时候 上星行房中 突的发出了一点微光 方多病吓了一跳 他只当会有什么夜行人 闯入房中 却不想根本没有人 接近那房间 房中却突然有人 瞬间方多病出了身冷汗 那个冷血杀手 既然能进他房间取物 如入无人之境 能在闹时 无形无际地将上星行割喉而死 武功决然在他之上 那人居然早已潜伏在上星行屋里 方才他若是贸然闯入 只怕也已成了具备割喉的血尸 出了一身冷汗 风吹来遍体皆凉 方多病的血 却熊熊地热了起来 这是个意外 上星行房里 潜伏着有人是个意外 但这也是个机会 能让他第一次亲眼看到 那来无影去无踪 杀人于无形的凶手 究竟是什么人 房里的微光 只微微闪了两下 随即灭了 方多病 手心出了冷汗 却知机会 只在瞬息之间 一咬牙 对着不远处的另一棵树 弹出一节树枝 只听搜的一声微响 对面树上一段树枝折断 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了下来 那屋里隐约的声响立即没了 方多病扯起一块汗金蒙面 笔直地对着上星行的屋子闯了进去 手中火折子早已被好 入屋一晃一亮 乍然照亮八方 果不其然 屋里没人 屋里空无一人 方才在屋里点灯的人早已不见 但并非毫无动静 方多病赫然看见地上丢着一卷卷丝样的东西 极浅的褐黄色 正是一件衣服 那衣服上下相连 衣后一块衣角绑在腰间 却是一件身衣 那身衣正是刚从上星行的床下翻出来的 藏有衣上的木盒还翻到一边 方多病只瞧了那一眼 正想抢起那衣服 却听门外嘟嘟两声 有人问道 谁在里面 不妙 方多病抓起桌上的油灯 正欲点火致出 末地发现油灯里没有灯油 呆了一呆 却见窗外隐约有人影闪过 一只火折子破空而入 落在地上那衣服上 顿时豁然一声 火光四起 熊熊燃烧 方多病大吃一惊 原来方才那人在屋里闪了几下微光 却是翻出衣服之后灭了油灯 在衣上 屋里泼下灯油 纸带烧了衣上 不想他在屋外弄了声响 那人顺势避了出去 却把自己框了进来放火就烧 好奸贼 这屋门却是紧锁的 方多病勃然大怒 你当老子是省油的灯 四周火焰燃烧甚快 那人在屋里扯落了不少垂漫 丢下了几本书卷 加上灯油 屋里热浪汹涌 空气令人窒息 方大哨韵一口气 一声冷笑 也不破门而出 惊天动地地吼了起来 起火了 救人啊 起火了 救命啊 门外本来正在敲门的人 吓了一大跳 一叠声地问 谁在里面 谁 谁谁谁在里面 方多病挥了两下衣袖 曲曲烟气 没好气地道 方尚书的大公子 昭灵公主的一中人 外面的人魂飞魄散 方 方公子 来人啊 方公子在里面 这里面怎的起火了 天啊天啊 方公子怎么会在里面 谁把他锁在里面了 来人啊 方多病捏着鼻子 只管站在屋里 屋里浓烟滚滚 他灵机一动 忍着烟气在烈火中翻寻起来 方才那人走得匆忙 或许还有什么东西 不急收拾带走 火焰很快将屋里能烧的东西 烧了个干净 方多病东张西望 他身上那件衣服里 串着少许金丝 隐隐约约也热了起来 却并没有看到什么异样的东西 突然屋里有个东西 啪的一声炸开了 方多病闻声望去 只见异物从上星形的床头 跳了起来 一个闪闪发光的东西掉落在地 却是什么东西被烈火烤得炸裂开来 拾起一看 却是一枚戒指 戒指上残留着碎裂的宝石 剩余的宝石上盈绿光润 便在此时 大门轰然被重物撞开 外面人声鼎沸 不少人急着就驸马 抬了根木桩 将门顶开了 此时屋里已是不堪再留 方多病笔直地窜了出去 依法皆已起火 吓得门外众人端茶倒水 换更衣的更衣 传大夫的传大夫 方多病哼哼哈哈地任他们折腾 一口咬定是补尘海 请他夜探上星行的房间 不想却被凶手锁在屋内放火 众人皆是探服 纷纷赞美方公子英雄侠义 果敢无双 勇气惊人 为补大人两肋插刀 赴汤蹈火 在所不惜 这等人才品德世上几人能有 方多病心里却充满迷惑 那件已经烧掉的衣服 是一件男人的身衣 除了质地精良 并无什么特异之处 甚至连花都没有秀 除了那是件男人的身衣 尾时看不出这东西 有什么值得人干冒齐险 杀了上星行 然后点火来烧的价值 一件衣服上能有什么隐秘可循 鲁方也有一件衣服 李飞也有一件 但那杀人凶手 非但没有烧掉他们的衣服 甚至还将一件青蓉 硬生生套在了李飞的身上 但他却烧了上星行的这一件 这是为什么 这一件和其他两件的差别 只在于这一件是身衣 而那两件是青蓉 这就会有天大的差别吗 方多病越发迷茫 那藏匿在上星行房里的人是谁 他是在起火的时候趁乱走了 还是就在外面救人的人之中呢 方大少很迷茫 很迷茫 皇宫之中 御膳房内 杨云春和李莲花坐在大梁之上 杨云春手里端着一盘菜 李莲花手里拿着一双筷子 斜眼看着杨云春 叹气道 京师百姓要是知道 遇刺天龙竟然会跑到厨房偷吃东西 心里想必难受得很 杨云春笑道 御膳房都知道我晚上会来吃宵夜 这几盘新菜都是特地给我留的 李莲花从他手里那盘三鲜滑鸡 半小笋里头 加了根小笋出来吃 嚼了两下 赞道 果然与那萝卜干滋味大不相同 杨云春皱眉 萝卜干 李莲花咳嗽一声 没事 他正今微作 只右手还往杨云春的盘上加去 杨大人可知道 发生在景德殿中的极起凶案 杨云春争了一正 祈祷 你竟是为了那凶案而来 我自然知道 他非但知道 还知道得很清楚 毕竟他妹子王为君正要受封昭灵公主 而皇上钦点的他妹子未来的夫婿方多病就住在那景德殿中 李莲花道 方驸马是我多年好友 说了这句 他微微一顿 景德殿频发凶案 鲁大人封 李大人 王公公 上大人死 凶手穷凶极恶 若不能擒拿 则民心难安 朝廷施威 杨云春倒是齐了 这人居然能一本正经说出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来 方才这人缩手未尾 鬼鬼祟祟 看似一个小贼 如今他多瞧了这人两眼 才发现这人衣着整齐 眉目端正 居然是个颇为文雅的书生模样 年纪看似也不大 莫约二十七 八的模样 称得上俊雅二字 驸马侠义热血 对几位大人之死耿耿于怀 李莲花继续正色道 不查明真相 只怕方驸马再也睡不着 杨云春对方多病此人全然陌生 只知此人是方尚书之子 曾以七岁之灵考中同生 也算少时隐晦 听闻李莲花此言 倒是有三分好感 又听李莲花继续道 那个 方驸马以为 这几位大人或许曾经知晓了什么隐秘 招致有人杀人灭口 而这个隐秘多半也就是皇上召见他们的原因 杨云春越发惊讶 暗存着未来的媚婿果然不差 说的也是 我听说皇上召见他们 是为了询问极乐塔的地址 皇上要为魏军妹子重修宫殿 仔细地从杨云春的菜碟里挑出一块鸡翅膀 一边慢吞吞地道 方驸马以为既然是十八年前几位大人有了奇遇 也许王贵兰王公公会有所记载 又既然事关极乐塔 那百年前关于极乐塔的一切记载也当细看 游是种种 驸马今夜太忙 便请我入宫来借几本书 他的神色和方才一般文雅从容 带着愉悦的微笑 看过之后 并当归还 驸马有钱得很 不管是名家字画或是金银诸玉 他都多得要命 尾时不必行那盗宝之事 杨云春往嘴里抛了块滑稽 嚼了两下 听你这么说 似乎也有些道理 李莲花道 道理自然是有的 杨云春又嚼了两下 吐出骨头 吐得露出个神秘的微笑 你想知道那个井在哪里吗 李莲花呛了口气 差点被嘴里的那块笋噎死 嗨嗨嗨 杨云春颇有的色 他武功绝高 却还是忍不住左右各看了一下 那口井在 那口井在长生宫后 柳叶池旁 李莲花好不容易把那块笋吞了下去 茫茫地提起酒杯喝了两口 杨云春末地呆住 见了鬼似的看着李莲花 你 你怎么知道 李莲花从怀里摸出本书来 翻到其中一页 指着其中一首诗 杨云春勤于练舞 读书不经 皱眉看着那首诗 那首诗叫做夜怀赶出雪 王公公那俊义的字迹写道 雪落金山寺 三分入池塘 飞花画作与落沾沾为霜 临上出明月 和雪照七凉 星辰常交换 桃李贡皆商 一搬珍珠泪 百年日月长 杨云春将这首诗看了几遍 指着那本子 这 这诗 李莲花甘笑一声 这首诗字是写得好极 你看他写雪落金山寺 那说明他写的时候 莫约是坐在一个 能看到金山寺的位置 而宫中那座金山寺 据我方才陶窜所见 似乎在长生宫左近 而长生宫左近 只有一个池塘 叫做柳叶池 杨云春皱眉 那又如何 李莲花持着筷子在空中笔画 飞花画作与落沾沾为霜 那说明那天在下小雪 但是雪下到王公公眼中 所见的某个地方 化作了雨 而这个雪落在他自家毡帽上 却结成了冰霜 那说明在长生宫左近的某个地方 下雪的时候 比其他地方暖和 能将小雪融化 那若非有地热温泉 便是有一口深井 杨云春难以苟同 这 万一当年王公公不过是随便写写 你所说的岂不都是空的 李莲花又加一块鸡肉 诗诗然吃了下去 反正本是全无着落的事 赌输了也不过就依然是全无着落 这等不会吃亏的事自然是要赌的 杨云春张口结舌 她从没听过有人对一首不知所云的诗胡思乱想 却又丝毫不以为有错 只听李莲花又道 临上出明月 说明在那口井的旁边有树林 下 明月尚能和雪照七凉 我想既然要与明月交辉 那雪字也不能稀稀拉拉 至少有一小片雪地方能照得出来 杨云春这下真的瞠目结舌 这人非但是胡思乱想 已然是胡言乱语 异想天开 且且慢 李莲花却已说得高兴起来 既然在金山寺旁有个池塘 池塘边有树林 树林旁上有一片雪地 就在这范围之内或许有一口井 且慢 杨云春忍无可忍一把压住李莲花 又要伸向他那盘滑稽的筷子 宫内一百多口井 你怎知就是这一口 李莲花惋惜地看着被他压住的筷子 微笑道 不是吗 杨云春为之雨色 呆了一呆 李莲花小心地将他的筷子拨到一边 加了条他心爱的小笋起来 心情越发愉快 王公公日理万机 陪着皇上忙得很 你看他平日许多杰作 要么奉旨 要么便是与那些文人大臣应贺 他这一下手好字都是向先皇学的 你说这样一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盲人 怎会突然间有感起来了 他这半夜三更的不睡觉 跑到长生宫来看金山寺做什么 杨云春倒是没想到这首诗既然写到明月 那就是夜晚 的确 王贵兰夜晚跑到长生宫来做什么 长生宫是历朝贵妃居所 是后宫重帝 但先皇与皇后抗礼情深 虽有加厉若干 却无一封为贵妃 故而长生宫一直是闲置的 长生宫与王贵兰的居所相隔甚远 半夜三更 王贵兰去长生宫做什么 何况这首诗笛笛确确确不是奉旨 那是王公公自己写的 你看他诸多感慨 究竟在感慨什么 李莲花点着那本手册 是什么事能让这样一位铁腕冷血的老太监 接商 能让他感慨百年日月长 杨云春心中微微一领 脱口而出 难道当年王公公他 李莲花露齿一笑 十八年前身为头等太监 同管内务府的王公公 说不定早就知道那井底下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他拍了拍手 这就是我认为那口井在长生宫柳叶池旁的理由 你呢 杨云春皱眉 我 李莲花瞪眼问 你又如何知道那口井的事 杨云春突然笑了起来 放下那盘子 就着酒壶大大地喝了一口 李莲花越发惋惜地看着那壶酒 大内好酒 既然杨云春喝过了那就不再喝了 却听杨云春道 我看见了 李莲花起道 你看见什么 十八年前 我看见王公公将鲁方几人沉浸那口井里 杨云春眨眨眼睛 那时我六岁 刚刚在宫里跟着师傅学舞 那天我听到长生宫中偌大的动静 吵得鸡飞狗跳 所以就摸过去看看 却原来是几个小侍卫偷了长生宫内的东西 这种事本也经常发生 但王公公不知为什么大发雷霆 叫人把那几个小侍卫绑了起来 扔进井里 李莲花嘖嘖称奇 这种事也能让你看见 这也稀罕得很了 他想了想 又问 他们偷了长生宫里什么东西 杨云春耸了耸肩 我怎么知道 我躲在草丛中 只看见王公公气得脸都绿了 想必是偷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李莲花摇了摇筷子 我本以为这几人老迈糊涂 日子久了 真的忘了井在何处 但既然那口井在长生宫 那地方又不是人人能去 只去过一次的人 怎么会忘记 看来他们是偷料不得了的东西 至今也不敢让皇上知道 所以坚决不敢透露那口井 就在长生宫 杨云春又耸了耸肩 等我明日把赵齿 从补城海那里要过来 将他关起来 问问就知道 既然井在长生宫 既然你我都认得鲁 李莲花微笑 不如 杨云春一争 哈哈大笑 长生宫是历朝贵妃居所 虽然现在没有人住 但也不是你我可以进去的 李莲花叹道 你连玉扇都偷了 居然还怕闯空屋 杨云春傲然道 长生宫虽然不能进 但既然刺客进了去 我自然也是要追进去的 李莲花吓了一跳 刺客 杨云春汉手 神态很是理所当然 李莲花叹了口气 难难得道 刺客就刺客吧 反正 反正 那萝卜干也是不错 他秃得高兴起来 挚下筷子 今夜也有明月 说不定长生宫的月色 也是美得紧 杨云春幸幸然看着他 这人全然没有自觉 不想自己做的是杀头的大事 还在妄想长生宫的月色 八长生之景 长生宫是本朝历代贵妃的居所 在这里住过两个贵妃 一个是太祖皇帝册封的淑贵妃 另一个就是先皇的生母 康贤效会皇太后 她被册封会贵妃的时候 就住在这里 甚至先皇也是在这里出生的 淑贵妃与皇后都为育有子女 太祖皇帝指得会贵妃所生的先皇义子 而后先皇登基母平子贵 她就成了皇太后 在会太后之后 两朝皇帝都与皇后感情甚深 皇后又都生有太子 故而皆为丽妃 长生宫就一直空着 保留着会太后生前的样子 鲁方几人少年时居然赶到这里偷东西 连李莲花这等胆大妄为之徒也十分佩服 这里既然是会太后年少时的寝宫 说不定当真有许多宝贝 两人很快到了长生宫 长生宫虽无人居住 却还有几个宫女住在其中 负责打扫房间和庭院 不过那几个宫女既老且龙 纵便有一百个杨云春 从他们身边过去 他们也不会发现 莫怪当年鲁方几人 就能轻易偷了东西 靠近长生宫 果然看到四周树木甚多 蔚然成林 树林之旁一口柳叶之形的池塘 月下一以生辉 甚是清凉月幕 李莲花抬头看了看 左近金山寺的方向 杨云春 以笔直向树林中的某处走去 月色皎洁 长生宫外那片树林不算茂密 斑驳的月光随树叶的摇晃 在地上移动 一黄眼有若偏鲜的蝶 接着李莲花就看到了一口井 她本以为会看到一口普通的水井 石块锁气 生满青苔 但并不是 那是莫约有丈许方圆的 一口圆形水井 水井上盖着一块硕大的木质井盖 李莲花自哨便浪迹江湖 倒也很少看到有这么大的一口井 乍简之下吓了一跳 这 这原是用来做什么的 杨云春耸耸耸间 他怎会知道 这口井在长生宫与金山寺之间 这里本是个死角 谁知道原来是做什么用的 李莲花对着左右张望了几眼 此地地势极低 附近又有天然所生的柳叶池 无怪此处会有水 只是既然已有柳叶池 为何还要在此开挖一口如此巨大的水井 这皇家之事真是玄妙莫测 让人全然摸不着头脑 那口水井上的木质井盖已颇为腐朽 杨云春一下手扭断井盖上的铜锁 将偌大的井盖抬了起来 当年我看见王公公 就是把他们几人从这里扔下去的 李莲花探出头来 往井下望去 只见这口井井水距离井口甚远 打开来就有一股暖气扑面而来 看来地下确实略有地热 摇摇的月光映在水面上 但见林林微光 晶莹闪烁 却看不清井下究竟有什么 她撩起衣裳 一只脚迈入井中就带跳下去 杨云春皱眉 你做什么 李莲花指着井下 涂下去一下 怎知底下有什么秘密 杨云春将井盖一扔 我和你一起下去 李莲花漫不经心地摁了一声 念念有词地看着那硕大的井 杨云春反而有些奇了 你不问我为何不拦你 李莲花一本正经地道 既然刺客被杨大人追得跳了井 那尸身也总是要捞出来的 杨云春哈哈大笑 你这人有意思 下去吧 当下两人各脱了件外衣 绑起中医的衣角 扑通两声 一起跳入了水井之中 水井很大 两个人一起下来并不拥挤 难怪当年王公公能把鲁方四人一起沉入井底 月光映照着水面 透下少许微光 李莲花和杨云春一起沉入井中 井中的水十分清澈 刚刚下去的时候还看得清井壁 井壁很模糊 十分斑驳 仿佛还有些凹凸不平 杨云春宁神看着目力所及的地方 凸得眼前一黑 有块隐约的黑色方框自眼前掠过 不知是什么东西 正要由过去细看 李莲花却拉了拉她的衣袖 杨云春只得随她沉下 在沉下的半途中 一块接一块的黑色方框略目而过 直至四周一片漆黑 只觉李莲花扯着她的衣袖 沉入水底 静止往另一侧游去 这水井底下竟是出奇的宽敞 杨云春稀里糊涂地被她拖着 直往深处而去 再过片刻 李莲花突然往上游去 只听哗啦一声 两人竟是一起出了水 睁开眼睛 四周依旧是一片漆黑 却听李莲花道 少林寺有一种武功叫做心火相传 不知杨大人会否 杨云春学武已久 虽然一步未曾踏入江湖 却也知道心火相传是一种长法 运掌之人出掌如刀 在柴火之上连砍七七四十九下 终能点燃柴火 这门功夫她却不会 不由地摇了摇头 她虽然只摇头 但李莲花却道 原来杨大人不会 不过这门功夫的心法 我在许多年前曾听少林寺的和尚讲过 杨云春新知两人全身入水 身上火种全尸 而这个地方多半就是井底的隐秘所在 李莲花想引火照明 她虽无心偷学少林寺的武功 却也不得不临时抱佛脚 你将心法念来 我看能在进水的衣服上引出火来不 李莲花果然念了一段四不相的心法口诀 杨云春虽说 也觉得这仿佛和她所知道的少林武功相差颇远 却也别有门路 李莲花当即脱下中医来让她一试 杨云春果然一眼 往那衣服上连挥了三掌 衣服便已干透 见长法有效 连批十掌之后 那件白色中医呼得腾起火光来 两人借着火光一起向四周望去 只见这里竟然是个密室 这里显然已经不是井底 却是个颇大的房间 四面是坚实的石壁 在远端的石壁下 有一团黑影 看似一张床 李莲花和杨云春从水里出来 走得急了 差点一脚踩空 杨云春提着李莲花那眼 火的衣上快步向那张床走去 只见火光灰映之下 那张床上七零八落散着一些斑驳的东西 却是一堆尸骨 杨云春大吃一惊 他做梦也没想到竟能在井下发现一堆尸骨 李莲花 李莲花确实料到多时 他皱眉细看那尸骨 那尸骨显然已有年月 那张床本是木质 却也腐朽得差不多了 床上除了尸骨和一些仿若衣物的残片 并无什么东西 但床下最靠墙之处 却藏有一个硕大的箱子 那箱子是用黏土捏成 自然放干的 显然是就地取材 并非从外面带入 杨云春脱下外衣 并未解剑 此时拔出剑来 一剑削去那箱子黏合的口 只听擦的一声微响 那早已干透的坚硬泥板应手而下 就如当真是香盖一般 香盖一开 一股柔和的光就从箱子里透了出来 倒是把两人吓了一跳 定睛再看才知 那箱子里居然是堆满了金银珠宝 杨云春伸手入箱 随手取了一箭出来 在火光与箱中夜明珠的映照下 那东西先毫必现 却是一串浓绿色的珠子 入手冰凉 颇为沉重 在光下晶莹剔透 十分美丽 李莲花也伸手翻了一样东西出来 却是一块玛瑙 但见着玛瑙之中尚有一块圆形水胆 玛瑙清澈透明 颜色红润 质地齐佳 里头的水胆也是清晰可见 堪称上品 杨云春将手中的珠子看了好一会儿 茫然问 这是什么 他见过的珠宝玉石也有不少 但这东西水晶不像水晶 琉璃不像琉璃 却是他前所未见 这个东西叫做泼璃 李莲花又顺手从箱子里翻出一串洁白如玉的珠串 只见其上有一朵含苞玉放的莲花 其后以金丝穿着108颗黄豆大小的白色圆珠 线条细腻圆绒 全无棱角 但是雕工已是绝品 杨云春看着李莲花手里的白色珠串 那东西似词非词 竟也是他前所未见 那是 这是车渠 李莲花叹了口气 玻璃以红色 闭色为上品 像你手里这么大一串 品相又 如此之好 若是拿去卖钱 只怕那三 五十亩凉田 马马虎虎也是买得的 像我手里这串108的车取珠子 若是拿去卖给少林寺 只怕法空方丈便要倾家荡产 杨云春笑了起来 从箱底翻出一块沉甸甸的东西 我要买凉田使这个就好 提着那串珠子 若是有人不识得货 岂不糟糕 那东西一提出来满是声光 差点闪了李莲花的眼睛 却是一块硕大的金砖 说起金砖 他在玉楼春家里建了不少 但玉楼春家里那些金砖和皇宫中的金砖相比 那果然还是小气许多 杨云春手里这块金砖堪称一块金板 竟有一尺余长 一尺余宽 约半寸宽厚 并且如这样的金板 在那泥巴箱里还有许多 整整齐齐的叠在箱子底下 李莲花张口结舌 瞪眼看了杨云春半赏 杨云春叹了口气 将手里的玻璃放回箱子 这许多西式罕见的珍宝 怎会藏在这里 李莲花摇了摇头 过了片刻 又摇了摇头 杨云春起到 怎么了 李莲花叹了口气 我想不通 鲁方当年要是沉了下来到了此处 瞧见这许多金银珠宝 怎会不拿走 他直指杨云春手里那块金板 即使黄金太大太沉 那玛瑙却不大 即使不认得玻璃 也至少认得珍珠吧 箱里不只有一串珍珠 是有许多串珍珠 甚至还有未曾穿孔的圆珠 串成珠链的磕磕圆润饱满 大小一致 光泽明亮 那些散落的圆珠 也至少有拇指大小 或紫光或红光 均非繁品 即使让傻子来看 也知价值连城 鲁方却一样也没带走 为什么 说不定他胆子太小 这都是皇上的东西 他又不是你这等小贼 杨云春笑道 何况这箱子原封未动 说不定他进入此地之时 紧张慌乱 根本不曾看过 李莲花摇了摇头 这泥箱子根本就是鲁方捏的 他怎会没有看过 杨云春吃了一惊 诗声道 鲁方捏的 怎会是鲁方捏的 李莲花指着水道旁 他方才踩空的地方 那有个刨开的泥坑 显然捏箱子的泥土 就是从那里来的 这些东西的主人 自是万万不会捏个泥箱来藏 你看这地上的印记 李莲花指着地上的坑坑洼洼 还有那床上的尸骨 杨云春瞪眼看了泥地 和那堆尸骨好一阵子 那尸骨怎么了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道 那尸骨如此凌乱 自不会是他自己 将自己整成这般七零八落的模样 那就是他变成一把骨头之后 有人把他彻底地翻了一遍 说不定还剥了他的衣服 杨云春点了点头 指着地上的印记 有道理这又如何了 你要记得 方才我们在水里的时候 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李莲花越发正色 如杨大人这般武功绝世的 第一高手都看不见 那鲁方自然更是看不见的 杨云春又点头 那是自然 李莲花咳嗽一声 既然这里如此黑 鲁方显而易见 也不会什么 心火相传的绝世武功 那他是如何知道 要游到这里 又如何知道 这里有个密室 又如何知道 这里有金银珠宝的呢 杨云春也觉得奇了 李莲花只怕是 早就猜到底下有密室 但鲁方当年沉下来的时候 却不可能事先知道 这里有密室 底下漆黑一片 他又是如何进入密室的 却听李莲花慢吞吞的道 但这其实很简单 杨云春皱眉 很简单 莫非鲁方早就知道 这里有密室 李莲花叹道 连皇上都不知道的事 鲁方怎会知道 他能摸到这里来 不是因为他有 少林寺的绝世武功 而是因为他看到光 杨云春起到 光 李莲花指着 箱里发光的那些夜明珠 十分有耐心地 看着杨云春微笑 他来的时候 这些东西都滚在地上 他沉下井的时候 看到有光 就顺着光摸了过来 于是找到了密室 杨云春一争 这答案如此简单 他却不曾想到 韦时让他有些没有面子 光 李莲花汗手 这地上还有挖起东西的印记 因为鲁方来的时候 这些金银珠宝 不是藏在箱子里的 而是放在外面的 珠宝之中 恰有数颗夜明珠 所以救了他一命 让他找到这里 杨云春恍然 所以你说是鲁方 将这些东西挖了出来 然后捏了个泥箱子 藏了起来 李莲花连连点头 杨大人英明 不过按地上的痕迹 地上的珠宝 也许比箱子里的多很多 杨云春摸了摸脸颊 李莲花这句 杨大人英明 让他没啥面子 如此说来 鲁方就是本有预谋 要将这些珍宝盗走了 李莲花又连连点头 这许多西式珍宝聚在一起 想要盗走 也是人之常情 杨云春呸了一声 如你这般小贼 才会见了珍宝 就想盗走 李莲花连连称事 也不知听清楚了没有 又道 我想不通的是 既然鲁方早已准备好 要将宝物盗走 为何最后却没有盗走 甚至如今莫名其妙地 被什么东西吓得发了疯 杨云春淡淡一笑 指着那床上的尸骨 那自然是他招惹了些不该招惹的东西 李莲花也微笑了 杨大人也信这世上有鬼吗 杨云春摇头 鬼我不曾见过 难说有还是没有 不过我想这密室里最大的秘密 只怕不是那些金银珠宝 而是床上这个人吧 他从乡里抓起一颗夜明珠 对着那死人细细地照了好一会儿 奈何一具七零八落的骨骸 尾时看不出什么来 这人是谁 鲁方当年若是有杨大人一半聪明 或许就不会惹来杀身之祸 李莲花叹气 后宫禁忌之地 井下隐秘之所 居然藏得有人 若非此人半点也见不得光 又何苦如此 我想这个人是谁 就是鲁方丰 李飞 王公公 上兴行死的答案 杨云春静默了一会儿 缓缓放下那颗珠子 李莲花言下之意 他听懂了 又过了一会 他突然道 但这个人已经死了很久了 李莲花静静地道 杨大人 你很清楚 此地的金银珠宝都是佛门圣物 佛说阿弥陀经有云 设立福 彼土何故 名为极乐 其国众生 无有众苦 但受诸乐 故名极乐 又设立福 极乐国土 七重蓝顿 七重罗网 七重行术 皆是四宝周渣围绕 事故彼国名为极乐 又设立福 极乐国土 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 充满其中 池底纯以金沙布地 四边街道 金 银 琉璃 泼璃合成 上有楼阁 亦以金 银 琉璃 泼璃 车渠 赤珠 马脑而言是之 池中莲花 大如车轮 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 微妙相解 这里的珍珠 黄金 玛瑙 玻璃 车渠等等 都是佛门七宝之一 这些东西 都是当年极乐塔里的真品 杨云春又静默良久 常常吐出一口气 不错 李莲花指着那堆骨骸 极乐塔突然消失 塔中珍宝 却到了此处 这个人是不是回塔盗宝之人 如若是 他是如何做到的 又为何死在此处 如若不是 极乐塔又是如何消失 塔中珍宝又是如何到了此处 盗宝之人是谁 回塔之人是谁 他又是谁 杨云春苦笑 我承认你问的都是问题 他叹了口气 此地必然牵涉百年之前一段隐秘 一段绝大的隐秘 话说到此 他心中静隐约泛起一阵不安 以他如此武功 如此心性都难以镇定 这隐秘终将引起怎样的后果 可会掀起惊涛骇浪 李莲花看他脸色苍白 又叹了口气 那个 我也不爱探听别人家的私事 何况是死人的私事 不过 不过 直到如今 还有人在为了这个杀人 杨云春点头 不错 不论如何 不能再让人为此而死 当年极乐塔之事 无论真相如何 终该有个结束 李莲花微微一笑 然后又叹了口气 他走向那张床左侧 提起烧得差不多的中医 对墙上照了照 这里有风 杨云春凑了过去 两人对着那有风的墙 细看了一阵 李莲花伸手按在那有风的缝隙上 略略用力一推 只觉倪墙微微一晃 似乎藏有一扇门 杨云春内力到处 那门栓割了一声断开 倪墙上无声无息地开了一扇倪门 原来墙上有门 却是一扇泥门 那扇门竟然是从外面拴上 若非杨云春这等能隔墙碎物的高手 密室里的人断不能打开的 两人面面相聚 提着燃烧的中医往前便走 前面是一条密道 却修筑得十分宽敞 四壁整齐 还嵌着油灯 密道并不长 道路笔直 两人没走多远 就看到了另一扇门 那也是一扇黄泥夯实的泥门 古怪而坚固 两人用力敲打 那扇门却是被封死的 完全推不开 李莲花起到 这里既然是封死的 怎会有封 他举高火焰 但见火焰直往后飘动 抬起头来 在那被封死的泥门之上 有一排极小的通风口 不过龙眼大小 并且似乎年久失修 已经堵死了不少 两人一起跃起 攀在泥墙上凑木向外看去 外透月明星熙 花草匆匆 红墙壁瓦 十分眼熟 竟是长生宫的后花园 李莲花和杨云春面面相去 杨云春大惑不解 那井下的密室 怎会通向长生宫 李莲花喃喃的道 糟糕 糟糕 不妙至极 不妙至极 杨云春颇觉奇怪 皱眉问 怎么了 李莲花一发愁眉苦脸 今夜既然你我在这里 出去之后 少不得也要和鲁大人 李大人一般下场了 这可如何是好 杨云春哈哈大笑 若是有人向我动手 我生擒之后 必会让你多看两眼 李莲花欣然道 甚好 甚好 既然那泥门封死 两人只得再回密室 又在密室内照了一阵 李莲花从泥香里 选了一颗最大的叶明珠 与杨云春一起通过水道 前回井底 叶明珠朦胧的光运之下 两人一起往井壁看去 只见井壁上 依稀曾经刻有什么花纹 时日过久早已模糊不清 李莲花伸手触摸 那井壁果然不是石器 而是腐烂的木质 用力一划便深入其中 露出白色的木芯 两人在井壁照了一阵 未曾发现什么 叶明珠的光运一转 两人秃得看见 在那清澈的井底 有一块依稀式布皮之类的东西 在随水而动 杨云春再次沉了下去 轻轻扯了扯那布皮 一阵泥沙扬起 珠光之下 只见另一具骷髅赫然在目 李莲花和杨云春面面相去 不想这景下竟是两条人命 却不知究竟是谁和谁死在这景中 他们是一起死去 或者只是偶然 两人围着那意外出现的第二具骷髅转了两圈 这骷髅留有须发 年纪已大 死时姿态扭曲 他身上残留少许衣裳 衣上挂的有雾闪闪发光 李莲花从骷髅胯骨上拾起一只铜龟 对杨云春挥了挥手 两人一起扶上 扶上水面 外边星月交辉 悄无声息 李莲花那点中衣已经烧了 爬上岸来光落着上身 方才在密室里光线暗淡 杨云春也没留心 此时月光之下 只见李莲花身上肤色白皙 却有不少伤痕 杨云春本来不欲多看 却是看了一眼 看了一眼 又看了第二眼 李莲花见他对着自己看个不停 吓得抱起外衣 急急忙忙要套在身上 杨云春一把抓住他的手 且慢 李莲花被他看得浑身汗毛 都竖了起来 做什么 杨云春看着他身上的伤痕 难难的道 好招 此招之下 你 你却为何未死 李莲花手忙脚乱的记好衣袋 东张希望了一阵 确定全身上下再无半点伤痕 可让杨云春看见 方才松了口气 杨云春突的刷的一声 拔出剑来 在月下比划了几个招式 一剑又一剑 比向李莲花身上方才的几道伤痕 显在冥思苦想那绝妙剑招 李莲花见他想得入神 那常见比划来比划去 招招向自己招呼 若是杨大人一个不留神学会了 这一剑下来自己还不利弊当场 到时杨云春她说不定吸取教训 为妨你却为何未死 一剑过后 再补一剑便是有两个李莲花也死了 越想越是不妙 再待下去 说不定杨大人要包了他的衣服 将他当成一本剑谱 李莲花足下威点 飘若飞尘 却遭遇埋伏 险些送命 顿时大为赞赏 第二日一早就召见方多病 方多病一夜未睡 一直坐在昨日起火的那行馆中 昨日傍晚方则是闻训赶来 对他这等冒险之事 一顿急言立色的教训 又啰嗦了一晚上见到皇上 要如何尊归守计 如何攻迁和顺 如何察言观色如此等等 偏偏他这儿子坑蒙拐骗 杀人放火什么都会 就是不会尊归守计 两人大吵一夜 不欢而散 李莲花子皇宫归来 背着好几本书 揣着一颗硕大的夜明珠 本想给方大少炫耀炫耀 他昨夜居然见识到了 大内第一高手杨云春 无奈方多病和方则是吵架正极 他在屋顶上听方大少 昨夜的英雄侠义 听到一步小心睡去 醒来之时天已大亮 日上三干 醒来的时候 正巧看见方多病 换了一身衣裳 花团紧簇地被拥上一顶轿子 抬往宫中而去 李莲花坐起又躺下 阳光映在身上 暖洋洋的甚是舒服 又过一会 只听下边又有动静 有人搬动着什么东西 格拉格拉坐响 他爬起来一看 却是赵齿在打包行李 准备要回淮州 赵齿搬了一个颇大的箱子 那箱子看似十分沉重 李莲花心中微微一动 揭起一片乌瓦啪的一声 击中那箱子 赵齿正吆喝着两个伙计 帮他抬行李 瓦片飞来 撞正箱脚 砰的一声巨响 那箱子仰天翻倒 里面的东西顿时滚落出来 赵齿大吃一惊 只见身旁的屋顶探出一个头来 那人灰衣灼然 趴在屋顶上对他挥了挥手 正是六一法师 这 这人不是那逃出大牢的重犯吗 禁卫君追捕了他一日一夜 毫无消息 怎生会躲在屋上 只见那六一法师 指了指他木箱里掉出的东西 鹿齿一笑 阳光下那口白牙 溢溢生辉 害得赵齿打了个寒劲 七手八脚地 把那些东西塞回到木箱里 也顾不得那木箱 吃了六一法师瓦片一撞 早已毁坏 指挥伙计立刻抬走 李莲花眯着眼睛 那从箱子里掉出来的东西 是数个布包 有个布包当场散开 里头依稀有几串珠子 一串是红色的珊瑚珠子 一串是黄金的莲花脸蓬 原来如此 李莲花懒洋洋地躺在屋顶上 仰天摊开四肢 数日以来 从未有如此惬意 方多病被他老子逼着 换了身花团紧簇的衣裳 被塞进窖里 抬进了皇宫 也不知在宫中转了多少个圈 方多病终于听到外面太监 奸细的嗓门吆喝了一声 吓叫 他精神一震 立刻从轿子里窜了出来 方则是一旁怒目而逝 嫌弃他毫无君子风度 方多病却不在乎 东张西望的四处打量 这所谓的皇宫 下了轿子 进了个院落 又跟着太监转了不知多少走廊 才进了一个屋子 只见这世间有些年月的屋子 里头光线暗淡 虽然木头的雕刻十分精美 但方多病对木雕全无兴趣 自始视而不见 墙上挂着一幅字画 字也是什么名人所留 价值连城 偏偏方多病 少年时不爱读书 虽然认的是某副字帖 却也不知究竟好在何处 正张望的无趣 只听身侧扑斥一声 有人笑了出来 那声音却是好听 那人道 你看他这样子 就像土包子 方多病转过身来 请客摆出一幅 彬彬有礼 温文尔雅的模样 对说话的人 行了一礼 微笑道 不知公主觉得在下如何像土包子 此言一出 方则是气得蹊跷生烟 脸色轻铁 面前坐着的人 斜举起衣袖 掩住半边面颊 奄然一笑 就你问的这句 分外的下 方多病却不生气 两人对看两眼 都笑了起来 只见那坐在房中的公主 一身藕色长裙 发际斜碗 插着一只珍珠簪 肤色盈润 便如那发上的珍珠一般 眉目婉转 风华无限 他身后站着两个年纪甚小的丫鬟 也是美人胚子 方多病瞧了两眼便赞道 美人啊美人 方则是气得全身发抖 怒喝道 逆子 敢对公主无礼 那公主却眼面咯咯娇笑 方叔叔 你家公子有趣得很 和我以前见过的都不同呢 方多病也赞道 你这公主美貌得很 和我以前所想的都不同 昭灵公主放下衣袖 露出脸来 那袖下的容颜果然是娇柔婉转 我见尤莲 文言其道 你以前所想的是什么模样 方多病一本正经的道 我以为公主在宫中吃了就睡睡了就吃 多半身高无耻 腰如巨统 面如磐石 方则是大鹤一声 方多病 方多病仰天翻了个白眼 便是不理 公主笑得打爹 过会坐得端正起来 皇上过会就来 在皇上面前 你可不能这么说话 他挥了挥衣袖 给自己扇了扇风 皇上指婚 要我下嫁于你 我本在好奇方叔叔的公子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若是死死板板的读书人 我可不愿 方多病大喜 指着方则是 就如这般死死板板的读书人 万万不能嫁 你若是嫁了 那就如我娘一样 几十年被这父亲人丢在家中 一年也见不得几次面 公主微微收敛了笑容 小心看了方则是一眼 只见他已气到脸色发黑 倒也再看不出 气上佳气是什么模样 稍微放了点心 背过身来 对方多病悄悄一笑 做口行道 那你娘命苦得很 方多病连连点头 便如瞬间得了个知己一般 方则是气则气矣 却见两位少年一起相投 他本以为方多病顽劣不堪 一旦得罪公主 少不得被打断两条腿 谁知两人越说越有趣 倒是一见如故 未过多时 门外太监扬起声音间声道 皇上驾到 昭灵公主站起身来 屋里人一起跪了下去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方多病还没打定主意要跪 然而既然一胎万方的美人儿都跪了 他也马马虎虎跪上一跪 不过跪虽然跪 万岁是万万不说的 近来的是一位明皇衣上的中年人 这便是当今恒征皇帝 方多病本以为皇帝老儿在宫中 也是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闲着没事还抱抱美人 多半既老且胖还纵于过度 结果近来这人不过四十出头 眉目俊朗 居然既不老 也不胖 更不愁 恒征进了屋子便请平身 几人站了起来 方则是便又拉他跪下 对恒征道 这便是列子方多病 恒征的神色甚是和气 微笑问 爱卿读书万卷 却如何给自己儿子 起了个这样的名字 方则是略有尴尬之色 列子出生之时 下官并不在家 夫人说他自幼身体瘦弱 怕难以养活 故而起了个多病的小名 之后 也就为其证明 恒征哈哈大笑 爱情中军爱国 却把妻子儿女看得太淡了些 这可不好 方则是连连称事 方多病在心里一顿乱骂 脸上却依然功签文顺 恒征和方则是说了几句 便让方多病平身 方多病站了起来 只觉这皇帝老儿不但不老 甚至比他还高了点 年轻之时多半还是个美男子 心里不免幸性 身为皇帝 已享尽荣华富贵 坐拥江山美人 居然还是个美男子 岂非让普天之下 当不成皇帝的男人都去上吊 恒征自然不知方多病 心里许多曲折 见他也没清目秀 心里甚是喜爱 朕早听说方爱卿有一犬子 武功高强 英雄侠义 少时有神童之欲 现有侠客之名 十分了得 方多并对自吹自擂从来不遗余力 听恒征这么说 难得有些脸红 不知该说什么好 要说自己少时其实并非神童 自己确实早早考了童生 要说自己其实并不怎么英雄侠义 又似乎自己当真做了不少英雄侠义的事 虽然那些事倒也不全是自己一个人做的 我这个女儿 恒征一手拉起昭灵公主 公主奄然而笑 容色清晨 只听恒征道 市镇遇此天龙杨云春的亲妹子 杨爱卿武功绝伦 在大内数一数二 不知你与他相比又是如何 方多并差点呛了口气 瞪大眼睛看着恒征 杨云春那是得了轩元肖数十年的功力 方才如此少年英雄 他又不是自娘胎里就带出武功来 如何能与杨云春相比 正要认输 又听恒征说 若是你胜过了杨爱卿 我这公主就嫁你为妻 你说如何 方多并那认输的话说到嘴边又噎住 只见公主正对他微笑 仿佛十分看好他 一时间认输的话竟说不出来 心里叫苦连天 这当驸马的活也特辛苦 原来还不是白当的 皇上还要摆一摊比武招亲 方才肯将公主嫁他 方则是站在一旁 他虽然和儿子不亲 却也知方多并比之杨云春远为不如 正要婉拒 却听公主道 皇上 那英雄侠义岂是以武功高低来分的 我哥武功虽高 怎比得上方公子昨夜为了缉拿凶徒被困火海来的英雄侠义 此言一出 横征一正 方多病一呆 横征哈哈大笑 正本还想 将你嫁与一个没有功名的小子 你多半不怨 如今看来是朕多虑了 方多病脸上发烧 心里却是苦笑昨夜被点了把油灯就大叫救命 似乎与那英雄侠义也不大沾的上扁 既然昭灵如此说法 比武之士再也休提 横征微笑问道 你既然与补城海一起缉拿杀害那李飞 上兴行的凶犯 不知可有进展 那凶徒究竟是何人 方多病张口结舌 不知如何说起 若是旁人问了 他自然是半点不知 这却是横征问了 他方才还在公主口中英雄侠义 总不能英雄侠义的一无所知吧 正在水深火热之际 耳边却凸得有极细的声音悄悄道 你说 你已知道凶徒是谁 方多病差点整个跳了起来 这声音如此耳熟 不是李莲花是谁 他当昨夜这死莲花夜闯皇宫一夜未归 一定是让补城海抓了回去 却不想死莲花却居然跟进了皇宫 现在多半是伏在屋顶上对他传音入密 果然是胆大包天 不知死活 方则是心中暗道不妙 早知皇上要考李飞一案 就该叫方多病天天跟在补城海身边才是 如今再做功课也来不及 看来公主不娶也罢 只盼方多病莫要惹怒恒征 招来杀身之祸才是 啊 皇上 那凶徒便是刘可和 方多病却道 功不奸造 刘可和刘大人 什么 横征脸色骤变 陈生道 此话可有凭据 方则是大吃一惊 方多病不知道凶徒是谁也就罢了 他居然还信口开河 乌赖到刘大人身上 这 这在皇上面前信口开河 这欺君知罪可是要株连九族的 刹那间他脸色惨白 浑身冷汗淋淋而下 公主却很是好奇 一双明亮的眼珠眨也不眨地看着方多病 问道 刘大人 方多病点了点头 似模似样地道 当然是刘大人 鲁大人发疯的时候 他在景德殿 李大人死的那日 他和李大人同住 上大人死的时候 他就在上大人身边 横征眉头伸索 但鲁方发疯那日 景德殿中尚有许多旁人 方多病干脆地道 景德殿中了解鲁大人之人 寥寥无几 不过李大人 上大人 赵大人三人 既然李大人 上大人先后已经死了 自然不是凶手 横征点了点头 以你这么说 凶徒却为何不是赵齿 却是刘可合 赵大人没有死 是因为他当真什么也不知道 方多病道 或者说 他知道的不太多 皇上可知 今日早晨 赵大人带着一箱西式罕见的珠宝打算回淮州去了 而那杀人的凶徒却不在乎珠宝 横征其道 珠宝 赵齿何来许多珠宝 方多病竖起一根手指 学着李莲花那模样神神秘秘地嘘了一声 皇上 李大人 上大人以及王公公被害之事 说来复杂 横征知他心意 微微汗手 相方则是与昭陵公主各看了一眼 两人何等精乖 纷纷托辞退下 只留下方多病与横征独处 横征在屋里副手夺了几步 转过身来 你说凶手是刘可合 他与鲁方几人无冤无仇 为何要杀人 方多病道 此事说来话长 皇上可知 在不久之前 江湖之中有一个叫清凉语的年轻人 不惜身貌齐险 也要得到一柄宝剑 啊 这年轻人为了那柄叫做邵师的宝剑 花费了许多心思 甚至最后送了性命 横征皱起眉头 那是江湖中事 朕听说江湖有江湖规矩 死了人也不能都要向朕喊冤吧 方多病刚渴一生 江湖自然有江湖规矩 不过 我 他在李莲花威逼利诱之下 被逼出一个我字 满头大汉 我却以为 邵师剑虽然是明剑 却并非神兵利器 清凉语是为了什么 想要盗取这柄剑 他着重语气 一字一字的道 直至我见到了御子天龙 杨云春 杨大人的那柄剑 我才明白清凉语为何要盗取邵师剑 他说的正中 横征虽然并未听懂 却脱口而出问道 为什么 为了杨大人的释手 方多病缓缓地道 邵师剑与释手剑同出一炉 都以刚猛无风出名 灰少年之师而出 适取敌手而回 世上只有邵师能抗释手一击 横征虽然也不是很懂 但对这常见之事却很感兴趣 如此说来 那年轻人是为了与杨爱卿一战了 方多病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这个 清凉语已经死了 他说他娶少师是为了救一个人 他已经死了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要救谁 但是杨大人既然身在宫中 清凉语所要救的人 显然也在宫中 否则他不必盗取少师剑 抑郁与释手剑一绝高下 横征显然诧异 救人 这皇帝老儿显然丝毫不觉他这皇宫之中有谁需要被救 方多病叹了口气 清凉语死了 有人在他身上放了张纸条 他从怀里摸出一叠纸条 打开其中一张 便是这张 横征看过那张写着四其中也 或上一下一 或上一下四 或上二下二等 则其一也的纸条 显然也是不知所云 皱眉道 这是何物 方多病将手里的一叠纸条一一摊开 指着其中浸透血迹的一张 这是李大人身死之后 在他血泊之中发现的 他又指着另一张染了半边血迹的纸条 这是上大人身死之时 在他轿子里发现的 横征看着那血淋淋的东西 毛骨悚然 忍不住退了一步 这 这凶徒莫非是同一个人 方多病点头 这当然是同一个人 这凶手用的是百年前绝种的金丝采奸 这些纸来自皇宫 是供纸 横征颤声道 金丝采奸 宫中 方多病又点头 所以我说这件事说来话长 十分复杂 这些纸的确是从宫中流传出去的 皇上请看 他打开第二张纸 第二张纸上写着九重两个大字 第三张纸上写着百色墨三字 第一张纸条上的话 是在指点人如何将白纸折成一个方块 横征莫名其妙 方块 方多病汉手 不错 方块 他指着第二张纸 九重 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九重天 也就是九层的意思 横征在屋里又夺了两步 第三张呢 方多病道 百色墨 是一种墨材 横征脸色微变 墨材 方多病轻渴一生 很轻的一种墨材 他慢慢打开染血的第四张纸条 纳指上的血迹虽已干涸 却依然触目惊心 而第四张纸条上只有一个点 中心点 横征忍不住又多看了那些纸条几眼 然后 又如何 方多病道 皇上难道还想不到 这些纸上画着线条写着材料 这是一些建造什么东西的设想 或者是图纸 横征紧紧皱眉 这个 方多病道 这些图纸都是从内务府一本提名叫做吉勒塔的小册子上拆下来的 皇上若是不信 可以请大理寺五座或者是汉林院学子去看那本小册子 小册子里的金丝彩尖与这几张纸条一模一样 横征脸色阴晴不定 你是说 这杀害朝廷命官的凶徒 他居然能潜入内务府 盗取一本叫做吉勒塔的小册子 方多病坦然道 是 横征脸色阴沉了半日 那杀人的凶徒 居然也是冲着吉勒塔而来的 方多病点头 我想内务府的那本小册子 是当年残留的建造吉勒塔的图纸和构想 凶手从中间取了几页出来 一则不想让人查出吉勒塔究竟在何处 二则用已做杀人的流言 横征在屋里大步走来走去 你说凶徒是刘可和 可有什么证据 他为何要盗取内务府一本手机册子 用已做杀人的流言 方多病目光闪动 定定地看着横征 横征心烦意乱 见他如此 反而诧异起来 朕在问你话 为何不回答 皇上 方多病放低了声音 接下来我要说的 是事关皇上自己的一件绝大的隐秘 横征其道 关于朕的绝大隐秘 皇上 有人杀了李大人 上大人 下封了鲁大人 在他们身边留下吉勒塔的图纸 自然不是儿戏 方多病叹了口气 看在皇上英明神武的份上 我就直说了 他倾咳了几声 他们会被杀 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吉勒塔的秘密 吉勒塔的秘密 横征张口结舌 不及追究方多病失礼 他们对朕说 不知道吉勒塔之事 也不记得当年摔下的水井究竟在何处 这世上难道真的有人知晓吉勒塔之谜 有 方多病肯定得到 不止一个人知道吉勒塔之谜的真相 皇上 他沉吟了好一会儿 方才真心实意地道 有人在掩盖吉勒塔的真相 吉勒塔已是百年前的事了 横征道 有什么真相能如此重要 方多病微笑了 皇上 是你想知道那其中的真相 你召见了鲁方几人 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在皇上心中 难道对吉勒塔之事没有任何怀疑 百年前神秘失踪的吉勒塔 不得兴修土木的祖训 这一切看起来都如此神秘 显而易见包含着隐情 恒征哑然 过了半晌 朕丽却想知道 为什么康贤效会皇太后会留下祖训 说吉勒塔已难 不得兴修土木 此塔分明早已不存在 康贤效会皇太后却留下这样一条祖训 方多病叹气 皇上 你可知吉勒塔在何处吗 恒征眼睛一亮 走上两步 爱卿不但查明了凶徒是谁 甚至帮朕查清了吉勒塔所在 真是少年睿智 冠绝天下啊 方多病苦笑 皇上 鲁方几人当年沉下的那口井 的确与吉勒塔有关 那口井的所在就是吉勒塔的旧旨 恒征在屋里夺得越来越快 显然心中甚是激动 那口井 那口井却在何处 方多病倒 那口井在长生宫外 一处树林之中 恒征一正 抬起头来 长生宫 方多病站在当地一动不动 脸色微略有些苍白 不错 在长生宫外的树林之中 恒征的脸色有些微妙的变化 那是康贤效会皇太后坐贵妃时的住所 方多病常常吸了一口气 不错 吉勒塔就在长生宫外 佛经有云 吉勒世界 吉勒国土 七重蓝顿 七重罗网 七重形树 皆是四宝周渣围绕 事故彼国名为吉勒 又设立符 吉勒国土有七宝池 八宫得水充满其中 池底纯以金沙布地 长生宫外那树林共有七层 正是七重形树 柳叶池就在左近 那里地下有安全水道 除有地热 正是七宝池与八宫得水 如果那里确实是吉勒塔之所在 为何现在却是一口井 横征立声道 那是康贤校会皇太后做贵妃之时的居所 你不要信口雌黄 若是你一句有假 方爱卿也难逃欺君之罪 方多病摸了摸鼻子 暗存我说的是雌黄还是雄黄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耳边李莲花仍轻声在说 她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 那口井的所在 就是吉勒塔的旧旨 既然你口口声声 那口井就是吉勒塔的旧旨 那吉勒塔当年又是如何不见的 横征怒涩未消 它是如何变成一口井的 方多病却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点笑意 这个 方多病从桌上另外取了几张纸条 将它们裁成与那些染血的纸条差不多大小 然后一一折成方块 之后方多病将那些方块叠了起来 这便是吉勒塔 它补充道 当然当年的吉勒塔乃是八角之塔 不是我这方形的 这些纸条上都有痕迹 要将方块的四角整齐切去或折下 这方块就会变成一个八角 但也就将就了 横征眉头大皱 这用来做什么 这就是吉勒塔 当年吉勒塔共有九层 层层相叠 一层比一层小 方多病道 由于它是个用于放置骨灰的木塔 所以修建的不是很大 皇上你看这些层叠的方块 他以支架在第一个方块上面浅浅地画下属于第二个方块的痕迹 可有发现什么异常 什么异常 横征脱口问 旁人见佛塔 都是一层比一层略小 而这些图纸之中 吉勒塔上一层比下一层小了很多 甚至完全可以 方多病小心地将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方块的底下和顶上的两层都剪了下来 然后把第四个放进第三个里头 再把第三个放进第二个里头 完全可以把它的上一层楼 上上层楼 一一吃进肚子里 这 横征张口结舌 这 这 方多病道 这就是吉勒塔会消失的秘密 你看这些纸条上的线条 这有一部分是绳索 吉勒塔是以悬挂和镶嵌的方式修筑的 他一本正经的道 如果吉勒塔的内部完全是空的 并无隔层 只是个高达五丈的巨大空间 那么一旦支撑二楼 三楼 四楼等等悬挂的力量崩溃 你猜会怎样 横征摇了摇头 方多病将那几个被剪开的纸圈小心翼翼的按圈放好 用一条细绳将它们绑住吊了起来 这是吉勒塔 如果这根绳子突然断了 他放手 那些楼层一圈圈套入第一张纸条叠成的底座上 再不见高耸之态 横征目瞪口呆 可是 可是吉勒塔若是如此消失 也会有第一层楼留下遗址 怎会变成一口井 方多病无奈且遗憾地看了横征几眼 如果吉勒塔摔在平地上 第一楼会留下遗址 说不定还是四分五裂 但他并没有摔在平地上 不是平地 横征沉吟 摸着三缕长须 不是平地 恕我直言 当年太祖皇帝要修建吉勒塔 怀念忠烈是其次 主要的是他与两位贵妃 一位皇后相处多年 西夏始终无子 太祖皇帝是想以忠烈之名 大兴土木在宫中风水最差之处修建一尊风水塔吧 方多病一字不差地转述李莲花的话 装得一副精通风水的模样 风水塔应修筑在地势低洼的水源之处 这也是太祖皇帝为何选择在长生宫外修筑吉勒塔 太祖皇帝想通过修建吉勒塔改风水求子 宫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但吉勒塔修筑了大半年 两位贵妃和皇后都依然没有动静 他缓缓地道 不论太祖皇帝在塔中侍奉了多少真金白银 其真一宝 太祖皇帝都没有子嗣 但就在这时 惠贵妃突然怀孕了 他看了恒征一眼 这是天大的喜讯 惠贵妃自此踏上皇后 太后之路 光宗耀祖一起风发 而他的那位皇子便是先皇 恒征点了点头 不错 这又如何 方多病道 惠贵妃是在吉勒塔快要修好的时候怀孕的 他之前一直没有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 吉勒塔与其中供奉的绝世奇珍一起消失 然后惠贵妃变成了康贤校会皇太后 留下吉勒塔以南不得兴修土木的祖训 皇上是聪明人 难道当真不懂这其中的玄机 横征脸色惨白 你 你 方多病叹了口气 皇上 吉勒塔修筑于水泽之上 有人在他底下挖了一个大坑 他与柳叶池相近 地下充满泉水 所以那坑里充满了水 有谁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砍断维系吉勒塔平衡的绳索 吉勒塔因自重坠落 一个套叠一个 到沉入塔底的坑道之中 这就是吉勒塔消失之谜的真相 他提起手里指折的方块 让他一个一个往下掉 你看 当一楼沉下去的时候 二楼能比他沉得更深些 因为三楼比二楼更小 三楼能沉得比二楼更深 如此整个吉勒塔就倒挂在水中 他就从一座塔变成了一口井 以你所说 那是在主持修筑吉勒塔之时 那造塔之人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如此预谋 要回去吉勒塔 横征道 但有谁敢 有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敢与太祖皇帝作对 皇上 吉勒塔中藏有绝无仅有的珍宝 方多并 无奈地看着横征 不是一件两件 是一堆两堆 难以计算的珍宝 只要拿出任何一件 都足够人活一辈子了 有多少人想要塔中的珍宝而不可得 他一字一字地道 无论谁拿走其中一件都会被官府追杀 列为巨盗 所以不能只拿走一件 要拿就全都拿 假造吉勒塔消失的假象 让藏满珍宝的塔连同珍宝一起消失 如此就不会有人在追问那些珍宝哪里去了 大家只会讨论吉勒塔为什么消失了 是不是建造的太符合如来佛祖的心意 吉勒塔已经被如来召唤上了西天等等等等 你说的莫非是当年吉勒塔的监造 刘秋明 横征沉声道 但刘秋明一声勤俭 他与吉勒塔一同消失 之后再也未曾出现过 塔中宝物也不曾现世 方多病一笑 单单是刘秋明一个人 他也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想要盗取所有的珍宝 此事必然有人与他合谋 并且这个人许诺他许多好处 甚至允诺能保障他的安全 谁 横征脱口而出 惠贵妃 方多病一字一字的道 皇上 你可知道 在长生宫那口井下 共有两具尸骨 地下上有一个密室 密室之中有个暗道 与长生宫相通 若不是当初修建吉勒塔的监造同意 甚至亲自设计 那地下怎会天然生出密室和暗道出来 密室里有床 床上有一具尸骨 他补充了一具 男人的尸骨 横征毛骨悚然 连退三步 你说什么 我说会贵妃与刘秋明合谋 他默许刘秋明在修建吉勒塔之事上作假 在皇上面前为他掩护 配合他盗走珍宝 刘秋明帮他在地下修建一个密室 然后送来一个男人 方多病缓缓地道 能让女人生孩子的男人 你说什么 横征当场师生惊叫起来 你说什么 你说康贤孝会皇太后语 与他人私通 方才 方才 方多病道 不错 宫中正是记载太祖皇帝一生有过不少女人 从无一人怀孕 除了先皇之外 她再无子女 太祖皇帝很可能并不能生育 那会贵妃是如何怀孕的 她看了横征一眼 会贵妃住在深宫 见不到半个男人 除了刘秋明在长生宫外不远之处修建吉勒塔外 她再无机会 刘秋明既然要修筑吉勒塔 自然要引入工匠或材料 如他能将会贵妃的什么青梅竹马 或是私定终身的男人借机带入 或者是使用什么别的方法运了进来 藏在地底密室之中 会贵妃的怀孕便合情合理 横征已快要晕厥 方多并居然说先皇与他都并非太祖皇帝亲生 而是一个根本不知道是谁的野男人的血脉 这让他如何能忍 你 你这 他半上想不出一个什么词语来形容这大逆不道的少年 一句话堵在喉中 咯咯作响 而后会贵妃怀孕 圣倦大龙 他便将密室中的男人灭口 尘尸地下 又将长生宫通向密室的密道封死 这就是吉勒塔以南不得兴修土木的理由 他做了念 生怕被后人发现 但他却不知后世史书以春秋笔法略取修筑吉勒塔之事 甚至无人知晓吉勒塔的地点 导致这条祖讯分外惹人一斗 方多并叹气 在吉勒塔地下的密室中 藏有一个男人的尸骨 这就是吉勒塔最大的秘密 关键既不在珍宝 也不在尸骨 而在于他是个男人 在皇上面见赵大人和尚大人之后 尚大人为何依然遭到杀害 尚大人居住的房屋为何会起火 是因为他藏有一件来自吉勒塔地下那密室的身衣 鲁大人和李大人手里的清戎不分男女 但尚大人手里的身衣却是一件男人的衣服 你 你 横征的情绪仍很激动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方多并看着他安慰道 皇上 不论先皇和你究竟是谁的血脉 先皇是个明君 皇上你也依旧是个明君 那杀害李大人 尚大人的凶手不也正是为了隐瞒真相 保护皇上 故而才出手杀人的吗 隐瞒真相 保护朕 横征脑中此时一片混乱 你在说什么 你 你是不是疯了 杀害李大人和尚大人的凶手是为了保护皇上 方多并看着横征 他曾在鲁大人屋外用绳索钓起一件青绒 留下极乐塔的一张图纸 用意识警告知晓此事的人务必保守秘密 否则就是死 而鲁方鲁大人是他志在必得 必杀无疑的人 他意外下风鲁方 就去找李妃李大人试探 我想李大人非但不受威胁 只怕还激怒了凶手 所以他将李妃割喉 倒掉在树林之中 往他身上套了一件青绒 隔了一日 皇上召见上兴行尚大人 尚大人虽然什么也没说 但是凶手却知道他藏有一件男子的身衣 为防上兴行将那件衣服的来历说出去 也为防有人查到那件衣服上 他又放火烧了上兴行的遗物 甚至差点把我烧死 方多并患了口气 凶手知道那些衣裳与极乐塔底下的尸骨有关 知道上兴行手里那件身衣一旦泄露出去 说不准就会有人知道 慧贵妃的寝宫之侧曾经藏着一个男人 但那些衣服却是如何落在鲁方几人手中的 他看着横征 首先 王贵兰将他们丢进了极乐塔垮塌之后形成的那口水井中 然后鲁方沉了下去 他发现了密室 之后若是按照赵齿的说辞 其余三人什么也不知道 只以为鲁方死了 却不料他第二日又活生生地出现这不合情理 以常理而言 至少也会询问鲁方去了何处 而鲁方当年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 我以为他并无城府能隐瞒如此巨大的隐秘 横征呆滞地看着方多病 也不知有否在听 方多病又道 我猜鲁方将井下的秘密和珍宝告诉了其他三人 之后李飞和上星行同他一起下井 出于某种原因 他们带回了那死人的衣服 例如三人各解下尸骨身上的一件衣裳包裹住密室里的部分珍宝 将他们带了出来 而赵齿却技高一筹 他不会水 故而没有下水 而是威胁鲁方要将此事告诉王公公 从中敲诈了大量珍宝赵齿现在正要离开京城 皇上若派人去拦 或许还可以从他的墓箱里找到当年极乐塔中的部分珍藏 赵齿不是凶手 他握有鲁方几人的把柄 又以屡次敲诈的手 要说加害也该是鲁方几人将他害死 而非他害死鲁方三人 更无必要在五天门冒险杀死上兴行 更何况赵齿不会武功 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杀人 朕 朕只想知道为何凶手是刘可和 横征的声音分外干涩 脸色也变得惨白 皇上 要知道在鲁方几人下井之后 那具尸骨上就没了衣服 而凶手却知道上兴行暗藏的那件衣服 就是极乐塔尸骨所穿的 非将他焚毁不可这说明什么 方多并叹了口气 这说明凶手早在鲁方之前就已经到过密室 他认的衣服 知道那件衣裳是关键之物 横征脸上再无一丝血色 在鲁方之前就有人到过密室 不错 在鲁方之前就有人到过密室 却不曾拿走任何东西 那井底密室之中所藏的极品 被鲁方暗藏在泥箱之中 他后来却未能拿走 他为何后来未能拿走 方多并十分严肃地道 那说明鲁方几人之后再也没有机会接近极乐塔 那是为什么 因为在鲁方沉而不死的消息传开之后 王贵兰已经着手在追查水井之谜 他一字一字地道 王贵兰王公公在宫中日久 他在时之时侍奉过先皇 甚至见过慧太后本人 他要追查这百年密室比之任何人都容易得多 他想必派遣人手探查水井 也发现了密室 见到了尸骨 也即刻知晓那是怎么一回事 为保密起见 他借口宫中清除冗兵 将这四人除了军级 远远发配 王贵兰既然知道了真相 那么鲁方又怎会有机会再摸到水井 所以 朕只是问你 为何凶手是刘可和 横征提高了声音 你当朕的话是耳边风 皇上 吉乐塔消失之后 刘秋明一消失不见 那井下有两具尸骨 其中一具在密室床上 另外一具沉在井底 方多病也提高声音 那另外一具的身上挂有铜龟 铜龟背面写着刘秋明的名字 横征脸上变色 那铜龟呢 铜龟在何处 方多病已呆 那铜龟 那铜龟生的什么模样 他都不知道 何况在哪里 正在瞪眼之际 指尖异物当空坠下 方多病反应敏捷一把抓住 横征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东西凭空出现 指着那东西 那那那那那 那是 方多病将那东西往前移地 一本正经的道 皇上 这就是铜龟 横征脑中一片混乱 不不不 朕 朕是说这铜龟怎会 怎会突然在此 方多病正色道 皇上圣明 自然有神明相诱 以致心想事成 皇上呼唤铜龟 铜龟自现 正所谓天命所归 祥瑞现世之兆 横征张口结舌 连退两步 半身靠在木桌之上 啊 啊 方多病翻起铜龟 铜龟肚上果然隐约可见刘秋明三字 横征认得那铜龟 那却是百官所配 绝非仿造 当下脸如死灰 极乐塔如期垮塌 化为水井 身为奸造 刘秋明必然要被太祖皇帝治罪 所以他必须在当夜就取宝逃走 方多病将铜龟放在横征身边 他将珍宝转移藏匿在密室之中 结果珍宝尚载 刘秋明却失踪了 说明什么 他一字一字地道 说明他已与井下那人同葬 胡 胡说 横征怒吓 方多病这是赤裸裸的指责会太后独守杀人 非但说他谋害那莫须有的男人 还说他谋害朝廷命官 你好大的胆子 当着朕的面乳吉会太后 刘秋明的同归在此 他的尸身尚在井底 方多病冷冷地道 皇上不是要问我 为何凶手是刘可和 当年井下之事 刘秋明知道 惠太后知道 既然刘秋明都死了 纵然当年尚有其他知情之人 想必也早已化为尘土 那是谁能在鲁方之前潜入井中 看到那死人骨头 惠太后有儿子登基为帝 有孙子是当今皇上 那刘秋明呢 方多病阴森森地道 刘秋明的儿子当然姓刘 叫刘文飞 刘秋明的孙子也姓刘 刘家建造自古有名 当今公布建造刘可和便是 刘秋明与吉乐塔一起失踪不见 刘家自然着急 刘家想必对此事追查甚久 以刘可和对建造之金属 出入宫廷之变 与同僚之交 都能助他拿到刘秋明当年设计吉乐塔的那本手机 方多病道 拿到手机之后 他一看便知吉乐塔是如何凭空消失 所以他拆下那些可能泄露机关的图纸 然后寻到地头 潜入水井 发现了井下的隐秘 刘秋明就沉在井底 井底上有一句难尸 事已至此 他非但不能为祖父报仇 收敛尸骨 还必须小心谨慎地隐瞒真相 因为一旦事情暴露 势必引起轩人大波 朝廷动荡不说 刘秋明犯下如此大罪 刘家岂能幸免 然后就发生了王贵兰将鲁方几人沉入水井之势 当时鲁方几人年幼无知 虽然见得尸骨 却只贪图珍宝 王贵兰将几人开除军级 逐出京城 鲁方未能再度下井 刘秋明也就位在动作 不料十八年后 皇上将那几人招了回来 方多并看了恒征一眼 叹了口气 皇上要查极乐塔之谜 刘可和岂能不心急如焚 不知让刘可和与鲁方几人一起居住景德殿 究竟是皇上自己的主意 还是刘大人的主意 恒征的脸色已渐渐缓和回来 出闻的震惊过后 各种杂丝纷至踏来 那是刘可和秦旨 说那四人或许别有隐秘 要镇下旨让他们一起居住景德殿 他与王公公可从中观察 不错 方多并见他已经缓了过来 也不禁佩服这皇帝老儿果然有过人之处 他是想从中观察鲁方几人十八年后 是否有人察觉了真相 结果便是他动手下风鲁方 杀死李飞 上兴行 横征此时说话充满疲惫 可有证据 空中一本书卷突然掉落 方多并这次已经镇定自若 伸手接住 诗诗然翻开其中一页 这是本朝史书列传第四十五 记载刘秋明生平 其中记载刘秋明言于教子 他的儿子叫做刘文飞 列传第六十九 记载刘文飞生平也记载刘文飞言于教子 他的儿子叫做刘可和 横征在第一次震惊过后也已经麻木 那本书卷中还夹带一张白纸 方多并取出白纸摆放在那些染血的纸条之旁 这是自那本吉乐塔手记中拆下的白纸 皇上请看 纸质与这些纸条一模一样 刘可和于鲁方四人同住景德殿 方多并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住进景德殿的第一个晚上 有人在庭院的花园里悬挂了鲁方的青绒 又在青绒的衣袖上插入了一只玉簪 放下一张吉乐塔的图纸 是谁能知晓鲁方带着那件青绒 是谁又知道那只玉簪本来插在何处 赵齿不知道 因为赵齿不会水 他没有见过井下的尸骨 不知道那只玉簪原本插在何处 更不可能有吉乐塔的图纸 即使刘可和是刘秋明的孙子 即使刘可和能够取得刘秋明的手记 那也不能说明他就是杀人凶手 横征立声道 你可知你刚才所说的句句大逆不道 任何一个字阵都可以让你人头落地 只有住在景德殿中的人才能盗取鲁方的衣服 同样也只有住在景德殿中的人才能知道当夜六一法师要做法 李飞几人被王公公安排住在他处 而当夜李飞是如何到了那处树林之中的 他是何时离开别馆 为何赵池几人净不知情 谁能轻易找到李飞将他带走 宫墙外巡逻的禁卫军为何竟没有发现 是谁知道那片树林夜晚僻静无人 又是谁为了什么而将李飞割喉 又将那青蓉硬套在他身上 方多并昂首挺胸 因为李飞看破了真相 真相横征变了颜色 惠太后生子的真相 方多并吐出口气 十八年后 李飞脱骨患胎 岂是当年可比 刘可和下封鲁方之后便去试探李飞 只怕李飞非但不识去而退 反而要挟刘可和 于是刘可和一怒之下将他杀死 倒吊在树林之中 然后留下第三张纸条 用以恐吓上星形 这仅是你一面之词 并无证据 横征咬定不放 若是认了刘可和是杀人凶手 等同认了刘秋明 做过那大逆不道的事 等同认了自己与先皇 并非太祖皇帝的血脉 这如何可以 简单地说 是一个能轻易拿到 鲁方行李中物品的人 下封鲁方 也是一个轻易能拿到李飞行李中物品的人 杀死李飞 这两人留下相同的纸条 是同一个人 李莲花对方多病传音入密道 而杀死上星形的人 是一个知道他行李物品中 藏有一件身衣的人 也是五天门外 在上星形身边的人 也是下封鲁方 和杀死李飞的人 能轻易拿到鲁方物品的人 有李飞 赵齿 上星形 刘可和他们居住在 相近的屋子里 表面关系融洽 十分熟悉 能轻易拿到李飞物品的人 有赵齿 上星形 刘可和 能知道上星形 有一件身衣 上星形遇害时 在他身边的人 有赵齿 刘可和 方多病 依言赵念 幸得他记性极好 除了照样念出之外 还外加斜眉瞪目 指手画脚 气势做足了十分 横征沉默了 而赵齿 不知道这些衣服的含义 方多病 慢慢地道 他也不能将玉簪 插入那件青蓉的孔隙中 他从未潜入井下密室 直接到宝的人 也不是他 他最多不过 分了些脏 并没有多做什么 何必要杀人灭口 他根本不会武功 不可能在五天门外 杀死上星形 所以 所以杀人灭口的 不是赵齿 凶手是刘可和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方多病 一字一字地道 这段话是他自己说的 不是李莲花传音入密 昨晚我去刑馆探查 上星形的遗物 一直埋伏在屋外 等凶手现身来取上星形的遗物 等了很久没有人出现 上星形房里的灯却亮了 什么 横征脱口而出 你看到了凶手 方多病冷冷地道 不错 不错 我看到了凶手 但这凶手并没有从我面前经过 直接就在屋里出现了 那说明什么 说明这人原本就在刑馆内 根本不需要夜闯偷袭 就能进到上星形的房间 那是谁 那会是谁 赵齿那夜去了青楼 不在刑馆里 那行馆里的人是谁 话说至此 横征面如死灰 牙齿咯咯作响 过了好一会儿 他缓缓地道 刘可和如何 能在五天门外杀死上星形 我听说那是妖物所致 上星形人在轿中 突然间咽喉开裂 血净而死 并没有人动手杀他 也没有任何兵器 没有任何人看到凶手 兵器就在皇上面前 方多并露齿一笑 指着那在上星形轿中 发现的纸条 这就是将上星形割喉的凶器 刘可和趁自己的轿子 与上星形并列之际 飞植入轿 将上星形断喉而死 于是不留痕迹 横征目瞪口呆 方多并捏起那张对折的纸条 金丝彩间坚韧异常 百年不坏 皇上若是不信 请御膳房带一头猪进来 我可以当场试验 啊 他突然抬起头 对着屋顶瞪了一眼 这非只杀人的本事 他却不会 若是皇上当真叫进来一头猪 他要如何是好 屋顶上李莲花连忙安慰道 莫怕莫怕 若是当真有猪 你非只不死 我就用暗器杀猪 料想皇上不会武功也看不出来 方多并心中大骂死莲花害人不浅 况他在皇上面前 说了如此一大堆大逆不道的鬼话 过会横征一旦回过神发起怒来 方家满门抄斩之际 他非托上李莲花陪葬不可 不必了 横征盯着那染血的金丝彩尖看了一阵 叹了口气 目中神色更加疲倦 如此说来 刘可何时是一名高手 方多并忙道 自然是高手 高手中的高手 横征凝视着桌上一字排开的图纸 如果当真是他 他如何下封鲁方 方多并抓了抓头 这个 这个 屋顶上李莲花在他耳边 又说了一大堆鬼话 他犹豫了好一会儿 勉强赵说 这个 皇上 刘可和用一种 那个千年虎经 白虎大王之类的东西 下封了鲁方 千年虎经 白虎大王 横征其道 那是什么东西 妖怪 方多并老实地道 横征目中 怒涩骤起 你 皇上稍安勿躁 方多并又忙道 我认识一名法术高强的大师 只削皇上今夜月上之时 一架景德殿 那法师便能当场捉拿 下封鲁方的千年虎经 白虎大王 让皇上至罪 横征 雅然看着方多并 看了好一会儿 他缓缓地道 只削你今日能生情流可和 让他在朕面前亲口认罪 朕今夜便一架景德殿 不过朕丑话说在前头 今日所谈之事 不论真假 若是有半个字泄露出去 朕要方家满门抄斩 若今日你生情不了刘可和 朕便将你凌迟处死 方家株连九族 方多并张大嘴巴 看着这清俊的皇帝 横征很累 自己寻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缓缓地道 叫你屋顶上的朋友下来 朕虽然糊涂 还不昏庸 擅闯进宫的大罪 赈免了 方多并的嘴巴张得更大 原来这皇帝老儿倒是客气了 他只怕也不怎么糊涂 屋上天窗之处微微一响 一人飘然落地 微笑道 皇上果然盛名 横征看了这埋伏在自己头顶许久的刺客一眼 心中本来甚是厌烦 宫中自阳云春以下 无一不是无用之辈 居然能让这人在自己头顶埋伏如此之久 看了一眼 他秃地一正 又细看了两眼 李莲花见横征皱着眉头上上下下细看自己 随着横征的目光也将自己统统看了一遍 两眼茫然看着横征 不知这盛名的皇上究竟在看些什么 屋中一阵静默 真相 横征突然喃喃地道 真相 李莲花和方多病面面相去 只听横征缓缓地道 十三年前 镇在宫中饮酒 见有仙人夜出乌檐 亦饮酒于乌檐之上 当夜月色如沟 镇宫中有一本罕见的一种昙花 足足开了三十三朵 朵朵比碗油大 血蕊欲塞 悠香四溢 那仙人以花下酒 坐等三十三朵开尽 携剑而去 他叹了口气 悠悠地道 朕印象颇深 提酒而来 性敬而去 即使是朕也不禁心向往之 仙人 方多病古怪地看了李莲花一眼 这家伙如果是仙人 本公子岂非是仙外之仙 却听恒征诱导 但细看之下 你又不是 李莲花连连点头 方多病咳嗽一声 皇上 这位就是 那位法力高强的大师 六一法师 方才法师表演凌空取物 神妙莫测之处 皇上已亲眼所见 今夜 君无戏言 恒征淡淡地道 今日你生情留可合 让他对朕亲口认罪 朕今夜便去看那白虎大王 若你做不到 朕便将你凌迟处死 朱连九族 满门抄斩 言霸他拂袖而去 等候在门口的太监 高呼一声 起叫 但听脚步声响 恒征已浮然而去 方多病张大嘴巴 看着恒征拂袖而去的方向 半赏道 死莲花 你害死我了 李莲花微笑 要生情留可合 有什么难的 方多病瞪眼 刘可合狡猾得很 我当初进景德殿的时候 竟没发现他会武功 你确定凶手就是他 万一这人不会武功 或是武功太高 你就是自打嘴巴 连累的我方家 与你一同满门抄斩 李莲花道 要生情留可合容易得很 待会我就去刘大人府上 闯进门去和他动手 你非报杨云春 叫他来抓桃狱的杀人嫌犯 你说杨云春在 要生情留可合 有什么难的 方多病张口结舌 半赏道 你就直接闯进去动手 李莲花急认真的道 我是涉嫌杀人的江阳大盗 这江阳大盗 爱闯入谁家便闯入谁家 爱与何人动手便与何人动手 何须理由 方多病语色 兴兴然道 你确定杨云春一定会来 万一他不来 老子便打算 即刻带老子的老子逃出京城 举家远走高飞了 方公子 李莲花温文尔雅地看着他 自你不持御敌以来 似乎将那师叔礼仪 遗忘了不少 气质略有不佳 只怕是和尚庙里的考兔子 吃得太多 有些火气攻心 方多病望天翻了个白眼 老子本公子脱略行迹 早已不着那些皮像 俊逸潇洒 旨在耕骨 何须师叔礼仪 李莲花十分佩服 欣然道 你终有一日说得出这番道理 方多病大怒 老子本公子放个屁 也在你意料之中 李莲花连连摇头 揣测他人何时放屁何等不雅 我岂会做那不雅之事 话说此时快到正午 你若再不去非报江阳大道之行迹 只怕阳大人就要收队吃饭了 这吃饭之事 还是打架之后再吃比较稳妥 方多病掉头而去 恶狠狠地道 等老子回来 最好看见你横尸街头 石白虎大王 江阳大道 杨云春并不难找 尤其是皇上刚刚在紫霄阁 他就在紫霄阁外不远处 但李莲花月上紫霄阁屋顶之时 他却不在 故而并不知道 方才那江阳大道 就伏在紫霄阁顶 方多病点头 这名震惊师的 遇此天龙阳云春生的俊朗 梅雨间一股英挺之气 生机勃勃 虽然一身关袍 却掩不住少年得意 从大理寺大牢逃脱的重犯 方才闯入刘可和刘大人府上 只怕是被禁卫军追得走投无路 要拼个鱼死网破了 还请杨大人快快救命 方多病边说边暗存 老子 哦 不 本公子信口开河之术 果然已是炉火纯青 杨云春果然重视 刘大人府上在何处 随我来 方多病身形一晃 直往刘可和的刘府而去 刘可和的刘府坐落在宫墙外不远 刘家建造家传数百年 早在刘秋明的爷爷背上 就为皇宫大内建造宫殿楼宇 只是所居官职各有不同 刘府黑墙青瓦 是一副江南之气 十分素雅 李莲花翻墙而入 只见屋中一名童子正在扫地 剑状大吃一惊 啊的一声尖叫起来 谁 屋里有人沉声喝道 李莲花绑起一方汗金 将大半边脸遮了起来 压低声音道 少废话 把你家金银珠宝 压箱底的东西 统统给老子抬出来 那童子见他凶恶 吓得魂飞魄散 老爷 老爷 有贼 有飞贼 他静止往屋内跑去 李莲花未带兵器 顺手将院中一把柴刀扛起 啊 一声吐气开声 一刀下落 淡剪刀光如雪 院中相连的两张石桌 鹰刀裂开 轰然落地 这一刀开两弹 李莲花气息微喘 索性以那沙哑的嗓子怒骂道 他奶奶的 给老子装死 今日无钱就拿命来 说着抬着那柴刀就闯进门去 就在他要闯进门之时 屋内一舞飞出 微笑如影 隐然也带了苍蝇那嗡嗡之声 李莲花柴刀一晃 挡住那如苍蝇一般的小物 只听当的一声脆响 柴刀自刀刃从中折断 那物跌落在地 却是一枚极薄极小的四刃飞刀 长不过一寸 却寒芒四射 显然是一门罕见的暗器 四项轻盈刀 李莲花剑那飞刀 手腕一挫收回断了半截的柴刀 你 屋中人缓缓走了出来 黑色长袍 三缕微虚 是一位身材高大 不失威仪的中年人 正是刘可和 他眼色不变 对这擅闯入门的不速之客 既无惊讶之色 也无愤怒之意 只淡淡地道 使得四项轻盈刀 不是寻常之辈 昔年金冤盟 坐下三王 炎帝白王 四项青尊 炎罗寻命你 李莲花一双眼睛 看着刘可和 昔年一战 炎帝白王背擒 炎罗寻命死 四项青尊销声匿迹 却不想你竟是再朝为官 刘可和目中掠过一丝 极淡的惊讶之色 你是何人 李莲花不达 刘可和缓缓地道 我本就是朝官世家 四项青尊 不过少年一梦 你是何人 时得四项轻盈刀之人 世上寥寥无几 四项青尊当年行踪神秘 虽想大明 却并无什么劣迹 李莲花轻轻叹了口气 你并非大奸大恶之辈 杀李飞是出于无奈 杀上星形是防范未然 但你为何要杀王公公 他看着刘可和 目光很平静 他是无辜的 你知道 刘可和淡淡地道 剩了我手中刀 我回答你一切疑问 李莲花放下柴刀 我没有兵器 刘可和的瞳孔略略收缩 你用什么兵器 李莲花缓缓地道 剑 刘可和道 童儿 上剑 那原先被李莲花 吓得要死的童子 微微缩缩的地上一把剑 李莲花接过长剑 拔剑出鞘 我剩你之后 你自负双手 回答皇上一切疑问 刘可和淡淡一笑 好大口气 李莲花剑在手 面上虽然蒙着汗金 却也剑微笑 若是胜不了你 我回答你一切疑问 刘可和目光闪动 哦 李莲花道 包括当年教你四项轻盈刀的 那个人的下落 刘可和一针 目光陡然大赤 你知道云娘的下落 李莲花汗手 干净利落的道 来吧 刘可和的长袖 无风自动 面上杀气抖线 李莲花一剑地前 微风徐来 重归重举 刘可和袖中三点乌星打出 李莲花渐忍微颤 但见剑身 翁然弹动 蒸蒸蒸三响 弹开三把四响轻盈刀 这一剑剑光缭绕 气开如帘 虽是好看 但中部级挥剑拍开来的陈石 其中一把四项轻盈刀掠面而过 差点就在他脸上开出一道血痕 刘可和不欲练战 一声大喝 十点乌星飞出 同时左手一番 一柄如月的弯刀自绣中一闪而过 刀光流动如水 急切李莲花景下 他看出李莲花内息不足 剑法再好也需强劲内息 方有伤人之力 这十把四项轻盈刀飞出 足以令他手忙脚乱 这划颈一刀绝难失手 他这划颈一刀当年在江湖中有个名号 叫做十星一刀斩 死在这一刀之下的人物名声都很响亮 他用这一刀来杀李莲花 已是对他方才一眼看破四项轻盈刀的赏识了 争翁 一声急剧而连续的颤鸣升起 刘可和一刀向前 陡然变色只见李莲花剑人一斩 如行云流水 竟似那书写山水一笔长河的名将一般 一剑蜿蜒横斩 刹那之间一剑连斩十星 那时把四项轻盈刀分射时处 高低不一 强弱不同 李莲花剑出在手 怎可能一剑斩十星 这剑名之声就如他连斩十星之前 毫无间隙一般流渴和心下骇然 这只有一种可能 他这一剑斩第二星的剑速 比第一星快上一点 斩第三星的时候 又比第二星快上一点 一剑之间越来越快 当他斩落第十星的时候 剑速已不知究竟是多快 方能令那十声撞击 听来宛如一声长音 这种快快在瞬息之间 既不见于眉目 也不见于手足 一剑长书 过如浮云 此人内息虽弱 但绝不简单 刘可和大海之后 便开始后悔 但仍已扑出 不能收回 只得刀上夹劲 划切尾砍 拼出十成功力 必杀李莲花 此莲花 不远处一声惊呼 有人一声狂喝 九天龙云一笑开 刘可和顿绝身后狂风大作 手中刀未及李莲花景象 惊人的长进已拍到身后 匆忙之间回掌相应 啪的一声 刘可和口角一穴 来人移了一声 好厉害 李莲花早在来人之时 远远避开 方多并站在屋檐之上 她却不曾看见李莲花 那一件展示星 本公子要是来迟一步 正好可以看见你横尸街头 李莲花喘了口气 只见杨云春和刘可和站作一团 刘可和虽然负伤 但按其厉害 杨云春显然从未遭遇如此强劲的对手 略显紧张 虽然拔剑而出 却仍有些施展不开 方多并看了一阵 摇了摇头 这位杨大人江湖经验大大的暂缺 对敌经验也大大的没有 虽然武功很高却不大会使 万一 他看向李莲花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道 万一杨大人出手太重 一个死了的刘可和 要对皇上自认罪行 倒也可怕得很 方多并一正 勃然大怒 你 突然笑得一声锐响 刘府之内一道刀光暴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袭杨云春 方多并一个拟字尚未说完 眼中见刀光袭来 心中尚未反应过来 只见身侧一亮 如青天白日 却跌下一轮明月 一道剑光掠过 刹那过了一场狂杀大漠的雪 当得一声微响 杀伐之气并不太浓 天空未知一暗 四处四纷纷扬扬 下了一场充斥冰针的雨 那瞻夫便瑞然一痛的刀意 与见其针针仿若有形 只能刺辱人心肺骨髓 彻骨身凉 方多并说到那个你字之后 便再说不出半个字来 杨云春一剑聊在刘可和井上 此后刘可和不再挣扎 杨云春也纹丝不动 头顶那碎针杀雪般的一刀一剑 那瞻衣落发的瑞然 衣媚抵挡之间 虽痛却快意 持刀的是一位戴着面纱的红衣女子 半点肌肤不露 站在屋上那微飘的长发 也能见妩媚之姿 持见的是李莲花 万籁俱敬 过得虽是片刻 却如千年万年 哥哥 那红衣女子预谋甚久 一刀落空 居然并不生气 蒙着面纱依稀释对李莲花娇笑 转身飘然而去 方多病呆呆地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垂下见来 长长吐出一口气 杨云春缓缓转过头来 目光出奇地明亮 好见 李莲花苦笑 方多病仍是呆呆 仿佛眼前这人 他全然不认识了 李莲花叹了口气 向他看了一眼 难难地道 我说那柄少师 是我施展一招 惊世骇俗精彩绝艳 举世无双 空前绝后的剑招 打败风庆 白千里对我敬佩的 五体投地 双手奉上 你却不信 方多病的眼珠 终于见了些生气 微微动了一下 你 你 李莲花常见主的 嗨嗨 他似是吐了口血 随手扯下脸上的 汗金擦拭 方多病待了好一会儿 终于走了过去 你 你 杨云春点注 刘可和述出大学 还剑入鞘 空出手来扶李莲花 李莲花对杨云春一笑 却静止走向刘可和 刘可和方才正对 李莲花 那刀剑一击 他看得很清楚 此后他一言不发 只见李莲花对他弯下身来 轻轻地在他耳边道 玉蝶仙泽婉云娘 十年之前便已死在我的剑下 刘可和面无表情 过了片刻 他点了点头 是你赢了 李莲花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却又摇了摇头 这个时候方多病才突然惊醒 大叫一声 死莲花 李莲花脖子一缩 回过头来 方多病 一张脸表情 可谓精彩 惊恐 怀疑 兴奋 不信 期待 好奇 迷惑等等 五色分成 李莲花十分欣赏地 看着她的脸色 越发佩服地 看着她脸色的变换 稀罕地赞道 你怎么能一张脸 同时挤出这么多表情 方多病一把抓住她猛烈摇晃 死莲花 那一剑 那一剑你是哪里学来的 哪里偷学来的 你偷看了什么剑谱吧 你没练到家吧 快把你那剑谱交出来 让老子来练 快快快 且 且慢 李莲花被方多病抓住猛的一阵摇晃 唇角微微一血 接着她索性往方多病身上一倒 不再起来了 死莲花 手中人突然晕厥 方多病一呆 大吃一惊 摇得越发用力 死莲花 杨云春过来探麦 没事 她不过魅力耗尽 伤到真远 所以气血紊乱 休息一阵就好 方多病连忙探手入怀 在怀里一阵乱摸 终于找出个玉瓶来 那瓶子里装着方氏 陪元固本的疗伤圣药 天元子 据说这是一位 沉迷奇异的方家元老所致 珍贵无比 方多病将李莲花扶起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往她嘴里灌 可可嗨 地上那昏厥的人突然叹气道 我只想睡个好觉 并不怎么饿 你就算不想我睡死 也不要让我噎死 方多病已呆 杨云春哈哈大笑 方多病勃然咆哮 死莲花 昏厥的人一跃而起 抱头就跑 瞬间逃之夭夭 据说刘可和随方多病 与杨云春回去面胜之后 果然老实 所说的一切和李莲花所猜 并无太大差异 恒征听过之后 刺他贺鼎红 刘可和倒也干脆 当店引毒自尽 这日夜里 恒征便按照约定 一架景德店 来看那白虎大王 李莲花换了件宽大的道袍 假惺惺输了个道关头 在景德店花园之中 摆了个法坛 恒征欲驾来到 本有十数位贴身侍卫 李莲花请恒征 秉退左右 恒征居然也照做 花园之中 只留下法力高强的 六一法师 方多病 以及六一法师的一名弟子 这名弟子生得粉嫩雪白 又白又胖 正是在牢里睡了几日的少小五 但见今日法坛之上 摆的不是三素三荤 或是什么水果香饼 而是用绳子拴的活鸡两只 活鸭两只 血淋淋的山羊半只 肥猪的内脏一盘 那积压血肉的腥味 老远飘散 钟人欲偶 李莲花请一干人等 躲在树林之中 屏息静静等待 过了一炷香时间 庭院中来了一只小狐狸 叼了块内脏 很快逃走 李莲花方多病 少小五三人 不免同时想念起 那只千年胡鸡来 未过多时 一把黄毛在草丛中摇晃 那只千年胡鸡 又从草地里窜了出来 跳上法坛 狗鼻子在法坛上嗅来嗅去 却什么都不吃 方多病心知 这鬼东西喜欢吃熟的 这一桌血腥难怪他现在不喜欢 口味太重 就在千年胡鸡 跳上法坛不久 他的双耳突然竖起 警觉的四处转动 随即转过身来 对着一处压低身子 低声咆哮 李莲花几人越发屏息 连横针都知道 有什么来了 草丛中未见动静 只听树叶一声沙沙的微响 一团硕大的东西在树叉之间闪了几闪 落了地 大家一见此物都忍不住到抽了口凉气 这是什么鬼东西 但见这下来的东西穿着衣服 衣服中依稀塞着败絮般鼓鼓囊囊的东西 四肢着地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一出现就带来一股强烈的恶臭 这 横针脱口而出 这是什么 李莲花拾起一块石子 并指弹出 那东西正和千年胡经对质 被李莲花一时弹中 顿时翻了个身 警觉不敌 便要反身而去 却见来路之上伸出一只又白又胖的大手 凌空将他提起 那人剩下一只手捏住鼻子 嫌弃道 我见过山猫 却还没见过这么臭的山猫 山猫 横针愕然 这团古怪又恐怖的东西只是一只山猫 少小五拖着那只妖怪向横针走来 方多并凑上去围观 众人仔细一看 纷纷眼鼻跳开 少小五叫苦不迭 原来这不是一只山猫 而是两只山猫 山猫比寻常家猫大得多 比寻常土狗都大上一些 身手敏捷 能袭击山猪和羚羊 咒服夜出 刘可和为装神弄鬼 声东击西 捕捉了两只山猫 将它们的景象绑在一处 然后在它们身上套了一件女裙 如此一来 就弄出一个长着怪异头颅 若有人行 却又四肢扭曲 不住如洞 行走怪异 却又如风的怪物 方多并恍然大悟 那天晚上 他发现有人从他屋顶上经过 那其实不是人 是这两只山猫 跳过他的屋顶 莫怪他没有察觉他人的气息 但那盗取他小侧子的却是谁 鲁方发疯那夜 我猜刘可和在鲁方房间那放了什么山猫爱吃的东西 然后他把这怪物放了出去 这东西在去鲁方房间的过程中越过了你的屋顶 李莲花道 你上屋查看 结果那夜 王公公却恰好经过你的房间 他看见了那本极乐塔 所以他就进屋拿走了 方多并恍然 那本书应该就是王公公帮刘可和找出来的 刘可和为了留下纸条 将书本带了出来 原本藏在我房里 却被我翻了出来 王公公恰好看见 就把册子拿走 还给了内务符 李莲花点头 然后这怪东西去了鲁方那 不知被鲁方看成了什么 吓疯了鲁方 方多并看着那团古怪的东西 若是他有什么亏心事 半夜看到这鬼东西 真的是会吓出病来 这东西真是有些可怕 我猜这对山猫 已经被刘可和抓住很久了 他们颈向被捆 难以进食 想必鸡肠鹿鹿 李莲花叹气 所以刘可和杀了李飞 将他吊起来放血 这东西嗅到血腥气也追了过去 可惜他看得见却吃不到嘴里 恒征忍不住指着那东西 难道是他们 他们吃了王公公 皇上让王公公与刘可和一同监视鲁方几人 刘可和在明王公公在案 王公公虽然不常出现 却时常在夜间暗访 李莲花叹 山猫是独行的畜生 刘可和硬生生把两只这么绑在一起 尤其这两只还都是公的 自被绑住景象的那日开始 这两只山猫就是争斗不休 直至一方死去 他指着那破烂不堪的女群里 那团败叙事的东西 那就是死去的那只 恒征眼间那团发出恶臭的东西 有些不忍地移开目光 这只死去之后 景圈松动 另一只就能禁食 王公公夜房景德殿 发现了这妖怪的真相 所以刘可和杀了他 让他喂了山猫 不错 刘可和装神弄鬼 还曾经给他戴过面具 放入皇宫 李莲花说到一半 突然一呆 他想到这事并不一定是刘可和做的 如此残忍 扭曲 附带一条女群和诡异的鬼面 这像另一个人的喜好角力瞧 快把他身上那些东西拆了 尽快放生 恒征不想再听 关于刘可和杀人之事的任何细节 仰起头来 常常吐出一口气 方多病 再 方多病心头直跳 不知这皇帝是不是要杀人灭口 正好他已经刺死了刘可和 不如也刺死他方家满门 那百年前的事就谁也不知道了 朕或许 可能不是太祖皇帝血脉 恒征望着明月 但朕是一个好皇帝 方多病连忙道 皇上圣明 朕要将公主嫁你 你可愿意 恒征突然问 方多病默然呆住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和亲 从此他方大少与皇帝 一荣俱荣 一损共损 恒征徐徐闭上眼睛 你有方爱卿的凛然正气 也有不惧危难的求道之心 生死之前 十分坦然 他轻轻叹了口气 不辱莫昭灵公主 方多病张口结舌 他早已盘算好 今日生擒布了刘可和 便点了他老子的穴道 带他远走高飞 这等生死之前 十分坦然之心 却不能让恒征知道 这个 耳边突然有人传音入密 巧声道 谢皇上 方多病不假思索跟着道 谢皇上 三个字一出 方多病呆若目击 少小五哈哈大笑 抱拳对方多病道 恭喜恭喜 方多病满脸尴尬 想起公主那花容月貌 笑也如花 心里也是一团高兴 但也有种说不出的迷惘 啊 哈哈哈哈哈哈 斜眼去看李莲花 只见李莲花嘴角含笑 站在一旁 面上的表情十分愉悦 倒真的不像在笑话他 方多病多看两眼 心里慢慢坦然起来 倒也跟着高兴起来 毕竟能娶一个美貌公主为妻 那是所有男人毕生的梦想 一个月后 普天同庆 皇上赐婚 昭玲公主下架户部上书方则是之子 方多病为妻 方多病获封绝号 赐两府一座 金银千两 紧断玉帛数百匹 稀释珍宝无数 血染绍尸件 意犹犹息来 咕噜咕噜 阿泰镇后山的一处竹林之中 有一座木质沧桑 雕刻细腻的木楼 那楼身上刻满莲花图案 线条柔和流畅 扶取摇曳 姿态婉然 若非其中有几块木板显而易见 乃是补上的此楼堪称木雕之中地精品杰作 此时这精品杰作的大门口放着三块石头 石头中间堆满折断拍裂的木柴 弄了个临时的小灶 柴火上搁着个粗陶药罐 药罐里放了不少药 正在微火之上作响 似乎已经熬了有一会儿了 石头之下仍生长着青草 可见这药早刚刚做成 柴火也点燃不太久 粗陶的药罐石成心 依稀是刚刚买来 不见尘药的残渣 反倒有种清新干净的光亮 药罐里头也不知熬的什么东西 山药不像山药 地瓜不像地瓜的在罐里滚着 熬药的人用青竹竹条和竹叶编了张软床 就吊在两颗粗壮的青竹中间 脸上盖着本书睡得正香 药罐里微微翻滚的药汤 飘散的苦药香气 随柴火晃动的暖意 以及竹林中洒然而过的微风 林中宁静 随那苦药不知何故 飘散出一股安详的气氛 让人四肢疏刹 一只黄毛土狗 眯着眼睛 躺倒在那三块石头的药炉旁 两只耳朵半搭半粒 看着像它也昏昏欲睡 但那微动的耳毛和那眼缝里金光四射的小眼珠子 显示出它很警觉 一只雪白的小蝴蝶悄悄地飞入林中 在药炉底下那座青草上轻轻地偏鲜 秃得黄毛土狗的嘴巴动了一下 小蝴蝶不见了 它舔了舔舌头 仍旧眯着眼懒洋洋地躺在那里 竹床上的人仍在睡觉 林中微风雪来 始终清凉 阳光渐渐暗去 慢慢林中便有了些凉意 汪 汪汪汪汪汪汪 突然那只黄毛土狗翻身站起 对着竹床上的人一阵狂吠 嗯 哦 只听啪哒一声 那人脸上的书本跌了下来 它动弹了一下 迷迷糊糊地看着头顶沙沙作响的青竹叶 过了一会儿才小小地打了个哈欠 时辰到了 黄毛土狗扑到它竹床边缘 努力露出一个狗笑 奋力摇着尾巴 发出呜呜的声音 从竹床上起来的人一身灰袍 袖脚上做了补丁的地方也微微有了破损 但依然洗得很干净 晒得松软 不见什么褶皱 若非脸色白中透黄 若是他没煎多几分挺秀之气 这人勉强也算得上八分的翩翩家公子 可惜此人浑身软骨 既荤且庸 连走路都有三分摸不着东南西北 显示睡得太多 药罐里的药此时刚好熬到剩下一半 他东张西望了一阵 终于省起 慢吞吞地回木楼 去摸了一只碗出来 倒了小半碗要汤 慢吞吞地喝了下去 喝完之后 灰衣人看着趴在地上蹭背的那条大黄土狗 十分惋惜地道 你若是还会洗碗 那就十全十美 地上那条狗听而不闻 越发兴高采烈地 与地上的青草亲热地扭成一团 灰衣人看着 忍不住微笑 手指略略一松 当当一声那只碗在地上摔了个粉碎 黄毛土狗一下子翻身而起 钻进灰衣人怀里 毛茸茸的尾巴在他手上直蹭 灰衣人蹲了下来 抚摸着黄毛土狗那硬挺的短毛 手指的动作略显僵硬 只听他喃喃地道 你若是只母鸡 有时能给我下两个蛋 那就时 那只狗头一转 一口咬在灰衣人手上 自咽喉发出极具恶意的咆哮 灰衣人的话微微一顿 笑意却更开了些 揉了揉那狗头 从怀里摸出块摩摩 塞进他嘴里 黄毛土狗一溜烟叼着摩摩 到一旁去吃 他站起身来 拍了拍手 这灰衣人自然便是在京城 一见清城的李莲花 那黄狗自然便是喜欢蹄膀的千年胡鲸 方多并在京城欢天喜地地迎娶美貌公主 自是无暇理会他这一无功名 二无官位的狐朋狗友 李莲花即便是要给驸马送礼 都轮不到资格 此后要见驸马 只怕大大的不易 于是他早早从京城归来 顺便带上了这只他看得很顺眼的千年胡鲸 天色渐晚 竹林中一切颜色渐成木矮 仿若换去 李莲花站在莲花楼前望着潇潇竹林 在他的眼中 有一团人头大小的黑影 他看向何处 那团黑影便飘到何处 微微皱眉 揉了揉眼睛 这团鬼魅也是的黑影影响了他的目力 李莲花望着眼前的竹林 木色竹林一片阴暗 却静谧至极 围于摇摇的崇鸣之声 最外围的一弯青竹尚能染到最后一缕阳光 显得分外的青绿鲜好 已如今的眼睛 看书是不大成了 但还可以看山水 李莲花以左手轻轻揉着右手的五指 自刘府那一剑之后 除了眼前这团挥不去的黑影之外 一向灵活的右手偶尔无力 有时连筷子都提不起来 如今方是五月 到了八月 不知又是如何 汪汪汪汪汪 叼着摩摩到一旁去吃的千年胡精 突然狂吠起来 丢下摩摩窜回李莲花面前 拦在他前面对着竹林中的什么东西 发怒咆哮 须别叫 是好人 李莲花柔声道 千年胡精咆哮的小声的点 却依然虎视眈眈 一人自黑暗中慢慢走了出来 李莲花微微一震 当真有些意外了 是你 来人轻轻咳嗽了两声 是我 我尚未吃晚饭 你可要和我一起到镇里去吃阳春面 李莲花正色道 你吃过饭没有 来人脸现苦笑 没有 那正好 来人摇了摇头 我不饿 他缓缓地道 我来 是听说 少师剑在你这里 李莲花嗷了一声 一时竟忘了自己把那剑收到何处去了 冥思苦想了一阵 终于恍然 那柄剑在衣柜顶上 眼见来人诧异之色 李莲花本想说因为方多病给他整了个底座 横剑供在上面 找遍整个吉祥文莲花楼 也找不到如此大的一个柜子能收这柄长剑 只得把他搁在衣柜顶上 但显然这种解释来人半点也不爱听 只得对他胡乱一笑 我 我可以看他一眼吗 来人低声道 容色枯搞 声音甚是凄然 李莲花连连点头 当然可以 他走进屋里 搬来张凳子垫脚 自衣柜顶上拿下那柄剑来 眼见来人惨淡之色 他终是忍不住诱导 那个 那个李相仪已经死了很久了 你不必 争的一声脆响 李莲花的声音戛然而止 啪的一声一盆碎血飞洒出去 见上了吉祥文莲花楼 那些精细圆滑的课文 血随文下 血连乍现 一柄剑自李莲花胸口拔出 当当一声被人扔在地上 来人竟是夺过哨师剑 拔翘而出 一剑当胸而入 随即错腕拔出 千年胡经的狂吠之声 顿时惊天动地 李莲花往后软倒 来人一把抓住他的身子 将他半挂在自己身上 趁着夜色飘然而去 汪汪汪汪汪汪汪 千年胡经狂奔跟去 无奈来人轻功了得 数个起落已将土狗摇摇抛在身后 只于那点点鲜血淹没在暗淡夜色之中 丝毫显不出红来 星辉起 月明如玉 随着二人一狗的渐渐远去 竹叶沙沙 一切依旧是如此宁静 沁凉 数日之后 清晨 晨曦之光映照在阿太镇后山半壁山崖上 山崖顶上便是那片青竹林 因为山势陡峭 故而距离阿太镇虽然很近 却是人际罕至 今日人际罕至的地方 来了个青衣黑面的书生 这书生骑着一头山羊 颠着颠着就上了山崖 也不知他怎的没从山羊背上掉下来 山羊上了山顶 书生嗅着那满山吹来的烛箱 很是惬意地摇晃了几下脑袋 随后霹雳雷霆般的一声大吼 骗子 我来也 满山萧然 空余回音 黑面书生抓了抓头皮 这倒是奇怪野灾 李莲花虽然是温吞 倒是从来没有被他吓得躲起来 不敢见人过 运足气再吼一声 骗子 李莲花 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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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中突然窜出一条狗来 吓了黑面书生一跳 定睛一看 只是一只浑身黄毛的土狗 不由得到 莫非骗子承蒙我佛指点 进入了畜生道 变成了一只狗 那只土狗扑了上来 咬住他的裤管往里便扯 好大的力气 这黑面书生自然而然 便是好手穷精 诗文绝了 他听说方多病 娶了公主当老婆 料想自此以后 绝迹江湖 安心地当他的驸马 特地前来看一眼 李莲花空虚无聊的表情 却不料李莲花 竟然躲了起来 汪汪汪 地上的土狗 扯着他的裤管发疯 诗文绝心中微微一领 竹林的微风中 飘来的除了飘渺的竹香 还夹杂着少许意味 血腥味 诗文绝一脚踢开那土狗 自山羊背上跳下 往里就奔 冲入竹林 李莲花那栋 大名鼎鼎的莲花楼赫然在目 然而楼门大开 诗文绝第一眼便看到 蜿蜒一地的血 已经干涸得斑驳的黑血 自楼中而出 自台阶蜿蜒而下 点点滴滴 最终引没入竹林的残枝败叶 诗文绝张大嘴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血痕 李 李莲花 楼中无人回应 四夜风声回荡 萧萧作响 李莲花 诗文绝的声音开始发颤 骗子 竹林之中 刚才微风凛凛 扯他库管的土狗 站在风中 墨地竟有了一股 萧萧一水的寒意 诗文绝倒抽一口凉气 一步一步缓缓走入楼中 莲花楼厅堂中一片血迹 墙上溅上一抹碎血 以诗文绝来看 自是认得出那是剑人穿过人体之后 顺势挥出的血点 地上斑驳的血迹 那是有人受伤后 鲜血狂喷而出的痕迹 流了这么多血 必然是受了很重的伤 也许 诗文绝的目光落在地上一柄剑上 那柄剑在地上一以生灰 光润笔直的剑身上不留丝毫痕 纵然是跌落在血泊之中 也不沾半点血水 它的翘在一旁 地上上有被沉重的剑身撞击的痕迹 诗文绝的手指 一寸一分的接近这柄传说纷纭的剑 第一根手指触及的时候 那剑身的清寒是如此的令人心神颤动 它是一柄鸣剑 是一位大侠的剑 是除强服弱 力敌万军的剑 是沉入海底丝毫未改的剑 剑是剑客之魂 少师剑是李相仪之魂 但这一地的血 诗文绝握剑的手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难道他莫非他竟然杀了李莲花 是谁用这柄剑杀了李莲花 是谁 是谁 诗文绝心惊胆战 肝胆剧烈 不过数日 百川苑 四谷门 少林峨美武当等江湖中帮派都已得到消息 吉祥文莲花楼楼主李莲花 遭人暗算失踪 原因不详 小清风上 傅衡阳接到消息已有二日 他并不是第一个得到消息的人 但也不算太慢 李莲花此人虽然是四谷门医师 却甚少留在四谷门中 近来四谷门与鱼龙牛马帮冲突频繁 此人也未曾现身 远离风波之外 经过龙王冠一事 傅衡阳已知此人聪明运气 兼而有之 绝非寻常人物 此时却听说他遭人暗算失踪 生死不明 心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古怪 能暗算得了李莲花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物 与此同时 百川院中施闻诀正在喝茶 他自然不是不爱喝茶 但此时在绝妙的茶喝进他嘴里 都没有什么滋味 他已在百川院中坐了三天 继汉佛就坐在他旁边 白江唇在屋里不住地走来走去 食水盘膝坐在屋角 也不知是在打坐 或是在领悟什么绝世武功 屋内寂静无声 虽然坐着许多人 却都是因沉着脸色 一言不发 过了大半个时辰 施闻诀终于喝完了他那一杯茶 咳嗽一声说了句话 还没有消息 白江唇轻功了得 走路无声无息 闻言不答 又在屋里转了三五个圈 才道 没有 施闻诀道 偌大百川院江湖中赫赫有名 人心所向 善恶所依 居然连个活人都找不到 白江唇凉凉的道 你怎知还是活人 阿太镇那我看过了 就凭那仪的鲜血 只怕人就活不了 要是他被人堕碎了拿去喂狗 即便有三十个百川院也找不出个活人来 施闻诀也不生气 到了第二杯茶当烈酒一般猛灌 也不怕烫死 江唇 既汉佛沉寂许久 缓缓开口 说的却不是李莲花的事 今天早晨 角力桥又派人破了第七楼 白江唇那转圈转得越发快了 直看得人头昏眼花 过了一会 他道 第七楼在云滇崖下 天下第七楼在云滇崖下 云滇崖位于纵横九月最高峰纵云峰上 纵云峰最高处称为云滇崖 旗下万丈深渊 第七楼就在那悬崖峭壁之上 这等地点如无地图 不是熟知路径之人 绝不可能找到 佛比白十四人之中 必有人泄露了地图 既汉佛闭目而坐 白江唇显示心烦意乱 石水抱着他的清雀边 阴森森坐在一旁 这第七楼已破 莫说百川院 江湖皆知 佛比白十四人之中 必然有人泄露地图 至于究竟是有意泄露 或是无意为之 那就只能任人评说了 一时间江湖中 关于佛比白十四人 与角力桥的艳势横流 那古往今来 财子家人 生死情仇 因爱生恨 甚至于人妖相恋的许多故事 四处流传 人人津津乐道 偏偏精彩绝伦伦 江唇 既汉佛睁开眼睛 语气很平静 叫比丘过来 老大 白江唇猛地转过身来 我不信 我还是不信 虽然 虽然 我就是不信 叫比丘过来 祭汉佛声音低沉 无喜无怒 肥鹅 石水阴沉沉地道 十二年前你也不信 白江唇张口结舌 过了好一会儿 恶狠狠地道 我不信一个人 十二年前被判过一次 十二年后还能再来一次 难道不是因为他被判过一次 所以才能理所当然地 再被判一次 石水阴森森地道 当年我要杀人 说要饶了他的 可不是我 行行行 你们爱窝里 反我不介意 被劫牢的事 我没兴趣 我只想知道 阿太镇后山的血案 你们管不管 李莲花不见了 你们根本不在乎是不是 不在乎早说 我马上就走 诗文绝音森森地道 至于你们中间 谁是角力桥的那间 十日一久 自然要露出狐狸尾巴 百川院好大名声 标榜江湖正义 到时候你们统统自裁 以谢罪江湖吧 他站起身来 灰灰衣袖便要走 且慢 既汉佛说话质地有声 李楼主的事 百川院绝不会坐视不理 他一字一字地道 能暗算李楼主的人 世上没有几个 并不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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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文绝冷笑 我已经在这里坐了三天了 三天时间你连一根头发 也没有给找出来 还好意思自吹自擂 三天功夫 就算是被扔去喂狗 也早就被啃得尸骨无存了 江纯 纪汉佛站起身来 低沉地道 我们到辽园去 辽园便是云比丘所住的小院子 不过树长方圆非常狭小 其中两间小屋 屋中都堆满了书 白江纯一听纪汉佛要亲自找上门去 一知老大动了真怒 此事再无转环 他认定了便是云比丘 这世上其他人再说也是无用 当下浸若寒蝉 一群人跟着纪汉佛往辽园走去 辽园之中一向寂静 地上杂乱地生长着许多药草 那都是青园山天然所生 偏在云比丘房外生长旺盛 那些药草四季一季节花开花落 云比丘从不修剪 也不让别人修剪 野草生的颓废 颜色暗淡便如主人一样 众人踏进了园 园中树木甚多 扑面一阵清凉之气 蟲鸣之声响亮 地方虽小 却是僻静 蟲鸣之中隐隐约约夹杂着 有人咳嗽之声 那一声又一声无力地咳嗽 仿若那咳嗽的人 一时三刻便要死了一般 施文觉首先忍耐不住 云比丘好大名气 原来是个老子 继汉佛一言不发 那咳嗽之声 他就当作没听见一般 大步走到屋前 也不见他做事 但见两扇大门末地打开 其中书卷之气扑面而来 施文觉便看见屋里到处都是书 少说也有千册之多 东一堆 心一落 看着乱七八糟 却竟是摆着阵势 只是这阵势摆开来 屋里便没了落脚之地 既没有桌子 也放不下椅子 除了乱七八糟的书堆 只剩一张简陋的木床 那咳嗽的仿佛便要死了一般的人 正伏在床上不住的咳 即使继汉佛破门而入 他也没太大反应 嗨嗨 嗨嗨嗨 咳得虽然急促 却越来越是有气无力 渐渐的根本连气都喘不过来一般 继汉佛眉头一皱 伸直点了那人背后七处穴道 七处穴道一点 体内便有暖流带动真气运转 那人缓了口气 终于有力气爬了起来 已在床上看着闯入房中的一群人 这人病上花白 容颜憔悴 却依稀可见当年俊美怡容 正是当年名震江湖的美诸葛云比丘 你怎么了 白江唇终是比较心软 云比丘当年重伤之后一直不好 但他武功底子深厚 倒也从来没见咳成这样 门外一名童子怯生生地道 三 三院主 四院主他 他好几天不肯吃东西了 药也不喝 一直 一直就关在房里 继汉佛默默地看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云比丘又咳了几声 静静地看着屋里大家一双双的鞋子 他连纪汉佛都不看 一百八十八楼的地图是从我屋里不见的 纪汉佛道 当年那份地图我们各吃一块 它究竟是如何一起到了你房里的 云比丘回答得很干脆 今年元宵百川院上下喝酒大醉那日 我偷的 既汉佛脸上喜怒不形于色 哦 云比丘又咳了一声 还有 阿太镇吉祥闻莲花楼里 李莲花 此言一出 屋里众人的脸色情不自禁都变了 佛比白石中有人与角力桥勾结 此事大家疑心疑酒 云比丘自认其事 众人并不奇怪 倒是他居然说到了李莲花身上 却让人吃惊不已 诗文觉失声道 李莲花 李莲花是我杀的 云比丘淡淡地道 诗文觉张口结舌 骇然看着他 既汉佛如此沉稳 也几乎沉不住气 沉声喝道 他与你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杀他 尸体呢 我与他无冤无仇 云比丘轻轻地道 我也不知为何要杀他 或许我早已疯了 他说这话 神色居然很镇静 倒是半点不像发疯的样子 尸体呢 既汉佛终是沉不住气 李莲花道 尸体呢 尸体 云比丘笑了笑 我将他的尸体 送给了角力乔 他喃喃地道 你不知道角力乔 一直都很想要他的尸体吗 李莲花的尸体 是送角力乔最好的礼物 争的一声 使水拔剑而出 他善用长鞭 那柄剑挂在腰上很久 一直不曾出窍 上一次出窍 便是十二年前 意见要杀云比丘 事隔十二年 此剑再次出窍 居然还是要杀云比丘 眼见石水拔剑 云比丘闭目待死 倒是神色越发镇定 平静异常 且慢 就在石水一见 将出的时候 白江纯突然道 这是或许另有隐情 我始终不信比丘 做得出这种事 我相信这十二年 他是真心悔悟 何况他泄露 一百八十八牢的地图 杀害李莲花等等 对他自己毫无好处 肥鹅 他对角力乔 一往情深 那妖女的好处 就是他的好处 石水阴 侧侧地道 为了那妖女 他背叛门主 抛弃兄弟 死都不怕 区区一张地图 和一条人命 算得上什么 白江纯连连摇头 不对 不对 这是有可疑 老大 他对纪汉佛瞪了一眼 能否饶他十日不死 反正比丘病成这样 让他逃 也逃不了多远 地图泄露乃是大事 如果百川院内 还有其他内奸 比丘只是待人受过 一旦一箭杀了他 岂非灭了口 既汉佛汉手 淡淡地看着云比丘 恩 他语气沉稳凝重 缓缓地道 这件事一日不水落石出 你便一日死不了 百川院不是滥杀之地 你也非枉死之人 云比丘正正地听着 那原本清醒的眼神 渐渐显得迷惑 突然又咳了起来 老大 石水杀气腾腾 却狠听纪汉佛的话 纪汉佛既然说不杀 他还见入窍 突然道 他受了伤 纪汉佛伸出手掌 按在云比丘顶心百会学 真气一探 危险诧异之色 白江纯挥袖扇着风 一旁看着 诗文诀却很好奇 他受了伤 三经紊乱 久学不通 纪汉佛略有惊讶 好重的内伤 屋中几人面面相去 云比丘多年来自闭门中 几乎足不出户 却是何时 在哪里受了这么重的伤 打伤他的人是谁 纪汉佛凝视着云比丘 这是他多年的兄弟 也是他多年的仇人 这张憔悴的面孔之下 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他在隐瞒什么 又为谁隐瞒 云比丘坐在床上 只是咳嗽和喘息 众目睽睽 他闭上眼睛只做不见 仿佛此时此刻 即使使水溅下流人 他也根本不存 继续活下去的指望和期盼 二副常见 喂 你说他会不会死 一个空荡荡的屋子 地上钉着四条铁柱 一张金钢锁制的床 铁柱之上靠着玄铁锁链 一直拖到钢床上 另一端靠住床上那人的四肢 四根铁柱上 柱有金铁锁制的灯笼 其中燃有灯油 四盏明灯将床上那人 映照的先号壁线 两个十二三岁的童子 正在给床上的人换药 这人已经来了四五天了 一直没醒 帮主让他用最好的药 那价值千斤的药 接二连三地用下去 人是没死 伤口也没恶化 但也不见得就活得过来 毕竟是穿胸的伤啊 一间断了肋骨 又穿了肺脏 换了谁不去半条命 虚 你说帮主要救这个人做什么 我来了三年 只看过帮主杀人 没看过帮主救人 红衣童子是个女娃 悄悄地道 这人生的挺俊 难道是 难道是 她自己的脸飞红 轻衣童子是个男童 情斗未开 却是不懂 是什么 红衣女童扭捏得道 帮主的心上人 轻衣童子哈哈一笑 神秘地指了指隔壁 玉碟 你错了 帮主的心上人在那 那才是帮主的心上人 红衣的玉碟祈祷 那里 我知道那里关着人 关了好久了 一点声音都没有 里面关着的是谁 轻衣童子摇摇头 我不知道 那个人是帮主亲自送进去的 每天吃饭喝水 都是帮主亲自伺候 肯定是帮主的一中人了 他指了指床上这个 这个都四五天了 半死不活的 帮主连看都不看一眼 肯定不是 但他像个好人 红衣女童换完药 双手脱腮看着床上的人 你说帮主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轻衣童子翻了个白眼 你烦不烦 弄好了就快走 想让帮主杀了你吗 红衣女童一个哆嗦 收拾了东西 两人悄悄从屋里出去 锁上了门 刚床上躺着的人一身紫袍 那以海中一种贝壳之中的枝叶染旧的紫色灿若云霞 紫色断面光泽细腻 显而易见不是这人原本的衣裳 那人睡了几日 或许是灵丹妙药吃的太多 脸色原本有些暗黄 此时气色却是颇好 他原本眉目文雅 双眼一闭又不能见那茫然之色 难怪红衣女童 痴痴的说他生的挺俊 两个童子出去之后 床上的人慢慢睁开眼睛 微微张开嘴 肺脏重伤 猴头闷得全是血块 却是咳不出来 睁开眼睛之后 眼前一片漆黑 过了两久才看到些许颜色 眼前那团漂浮的黑影 在扭曲着形状 忽大忽小 烟饰的飘动 他疲倦的闭上眼睛 看着那团影子不住晃动 看不了多久 眼睛变很酸涩了 还不如不看 唯一的好处是 当那影子不再死死 霸住他视觉的中心 当黑影扭曲着 闪向边角的时候 他还可以看见东西 四肢被锁 重伤冰死 如果不是落在 角大帮主手里 他大约早已被脱去喂狗 化为一堆白骨了 角力乔要救他 不是因为他是李莲花 而是因为他是李向怡 李莲花是死是活 无关紧要 而李向怡是死是活 那是足以撼动江湖局势的筹码 他看着暮色凝重的乌梁 可以想象角力乔救活他以后 用他要挟四顾门和百川苑 自此横行无际 四顾门与百川苑 爱于李向怡 偌大名声 只怕不得不屈从 而那该死而不死的李向怡 也将获得千秋骂名 李莲花闭了会眼睛 睁开眼睛时 哑然失笑 若是当年 只怕早已自觉经脉 绝不让角力乔有此辱人的机会 若是当年 若是当年 或许比秋意见次来的时候 他便已杀了他 他叹了口气 幸好不是当年 或许是怕他早死 又或者根本不把他这点武功放在眼里 角力乔并没有废他武功 李莲花扬州曼的心法尚在 只是他原本三胶经脉受损 这次被比秋意见伤及首太阴费精 真气运转 分外不顺 过了半晌 他终是把闷在咽喉的血块吐了出来 这一吐一发不可收拾 逼得他坐起身来 将肺里的淤血吐了个干净 但见身上那件 不知从何处来的紫袍上 淋漓了一大片一大片的黑红血迹 触目惊心 浴血满身一般 既然角力乔不想让他死 李莲花吐出淤血 调息片刻 挥动手臂上的铁链敲击钢床 顿时只听当当当当之声 不绝于耳 那两个小童耳听当当当当之声 吓了一大跳 急忙奔回房内 只见方才还昏迷不醒的人 坐在床上 那身紫袍已被揉成一团丢在地上 他裸露着大半个身子 用手腕靠的铁料 当当当的敲着钢床 红衣女童一脉入屋内 直接那人对他露出一个 欠然却温和的微笑 指了指自己的咽喉 抬起手指在空中虚滑茶 他恍然这人肺脏受伤 中气不足 外加咽喉有损 说不得话 见他划出一个茶字 茫茫地奔去倒茶 轻衣童子见他突然醒了过来 倒是稀奇 你怎么把衣服扔了 这件紫袍是帮助赏你的 说是收了很多年的东西呢 怎么被你弄成这样了 他奔到屋角 捡起那件衣服 只见衣服上都是血迹 吓了一跳 脏了 李莲花笔花 要新的 新的 轻衣童子兴兴然 这半死不活的还挺挑剔 刚醒过来一会要喝茶 一会要新衣服 没新的 帮助只给了这么一件 爱穿不穿随便你 李莲花笔花 冷 轻衣童子指着床上的薄被 有被子 李莲花坚持笔画 丑 轻衣童子气节 差点伸出手 也跟着他笔画起来 幸好及时忍住 记起来自己还会说话 骂道 关在牢里还有什么丑不丑的 你当你穿了衣服 就俊俏得紧吗 这时 红衣女童 已端了杯茶进来 李莲花昏迷多日 好不容易醒来 她兴奋得很 不料茶一端来 李莲花一抬手 掀翻那杯茶 继续笔画 新衣服 红衣女童目瞪口呆 轻衣童子越发气节 你 李莲花温文尔雅的微笑 笔画 一 那个符字还没笔画出来 轻衣童子暴怒 换了是别人 她早就拳脚相夹了 奈何眼前这个人半死不活 只剩一口气 还是自己辛辛苦苦就回来的 忍了又忍 欲叠 去给她弄捡衣服来 红衣女童语蝶文言又奔了出去 倒是高兴得很 我再去给她倒杯茶 轻衣童子越发气苦 怒喝道 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容得你如此嚣张 若不是看在帮主对你好的份上 我早就一刀砍了你 李莲花将那薄被丝丝纹纹卷在身上 方才她吐出淤血之时 也很是小心 薄被甚是干净 并未染上血迹 她将被子卷好 方才微笑着对她 比划出一连串的字符 可惜轻衣童子年纪甚小 技性既是不佳 悟性也是不高 瞪眼看她比划良久 也不知她在说些什么 瞠目已对 李莲花见她瞠目不知其所以然 微笑得越发愉快 越发对着她颇有耐心的比比划画 然则轻衣童子牢牢盯着她那手指 比划来比划去 便是浑然不解她在说些什么 于是李莲花的心情越发愉快了 御蝶此时端了一杯新的热茶进来 手臂上搭了一件深淡色的长袍 这衣裳却是旧的 李莲花眼见此衣 满脸赞叹 对着那衣服又比划出许多字来 御蝶满脸茫然 与轻衣童子面面相去 轻声问 轻束她在说什么 轻衣童子两眼望天 鬼知道她在说什么 这人的脑子多半有些问题 御蝶将衣服递给李莲花 李莲花端过那杯热茶 终是喝了一口 对着御蝶比划出两个字多谢 御蝶奄然一笑 小小年纪已颇有风情 李莲花费脉受损 不敢立即咽下热茶 便含在口中 御蝶递上一方金帕 李莲花顺从地竖了竖口 第一口热茶吐在金帕之中 但见全是血色 竖口之后 御蝶又送来西州 角力乔 竟然一时不想要她死 李莲花便在这牢笼之内 大摇大摆的养伤 要喝茶便喝茶 要吃肉便吃肉 仗着不能说话 一双手比划的两个孩童 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拆浅的水里来火里去 但凡李莲花想要的 无一不能没有 如此折腾了十二 三日后 李莲花的伤势终于好些 玉蝶霍青树对她已然很熟 深知这位文雅温柔的公子哥 很是可怕 对她的话颇有些不敢不从的味 莫说别的 指李莲花那招半夜铁料慢敲床 他们便难以销售 更不必说 李莲花还有什么不必出声 便能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 奇思妙想 尾时让两个孩子难以招架 而这十二 三日过后 角力乔终是踏进了这间监牢 角大帮主依然貌若天仙 纵使穿了身偶色衣裙 发上不见半点珠玉 那也是清澄之色 李莲花含笑看着她 这么多年来 踏遍大江南北 西域荒漠 当真从未见过有人比她更美 无论这张皮像之下究竟如何 看着美人总是件好事 角力乔一头乌丝松松挽了个斜迹 只用一根带子系着 那柔软的发丝 宛若她微微一动便会松开 见了便让人想动手去帮她晚上一下 她穿着双软断鞋子 走起路来没半点声息 打扮得就像个小丫头 丝毫看不出她已年过三十 只见她轻盈地走了进来 玉碟霍青树便退了下去 她一走进来便笑盈盈地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微笑 突然开口道 角大帮主助言有数 还是如此年轻貌美 犹如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已过了十二三日 她的喉咙早已好了 只是实心眼的玉碟小姑娘或青树小娃 若是听见 只怕又要气煞 角力乔半点不觉惊讶 燕然一笑 在刘可和家里 我那一刀如何 堪称京士害俗 连杨云春都很佩服 李莲花那是真心赞美 角力乔越发燕然 看来我这十年苦练武功 却有进步 倒是李门主大大地退步了 李莲花微微一笑 这句话她却不答 角力乔叹心一声 她不说话 她却明白她为何不答 纵然角力乔十年苦练 所修一刀惊世害俗 那也不过堪堪 与李莲花一剑打成平手 只是李莲花 却不是李向怡 那句李门主大大地退步了 不知是讽刺了谁 角力乔心眼灵活 明白过来也不生气 仍是言笑艳艳 李门主当年何等威风 小女子怕得狠 做梦也想不到 有朝一日能与李门主打成平手 她名眸流转 将李莲花上上下下细看了一遍 又叹道 不过李门主终归是李门主 小女子实在想象不出 你是如何将自己弄成这番模样 这些年来 你吃了多少苦 我吃了多少苦 喝了多少蜜 用了多少盐 多少米之类 只怕角大帮主的探子数得比我清楚 李莲花柔声道 这些年来 你何尝不是受苦了 角力乔一正 秀眉微醋 宁神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眉目温和 并无讽刺之意 他这一生还从未听人说过 你何尝不是受苦了这种话 倒是大为奇怪 我 李莲花点头 角力乔凝视着他 那娇俏动人的神色 突得收了起来 改了口气 我不杀你 料想你心里清楚 是为了什么 李莲花汗手 角力乔看着他 也看着他四肢的铁料 这张床以金刚所致 铁链是千年玄铁 你是聪明人 我想你也该知道 寻死不易 我会派人看着你 李莲花微微一笑 答非所问 我想问你一件事 什么事 角力乔眉头仍是簇着 他素来爱笑 这般神色极是少见 你与刘可和合谋杀人 刘可和是为了刘家 你又是为了什么 李莲花握住一节铁料 轻轻往上一抛 数节铁料相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他抬手接住 你在宫中住了多少十日 清凉宇是你的手下 道取少师队是首 为了什么 逼宫 角力乔缓缓缓地道 不错 他面罩寒霜 冷漠起来的样子 当真角落冰雪 我想杀谁便杀谁 向来如此 李莲花又道 你想做皇帝 角力乔红唇抿着 居然一言不发 李莲花笑了笑 十来天不曾说话 一下说了这许多 他也有些累了 慢慢地道 四股门 百川院 什么孝子金 傅恒阳 纪汉佛 云比丘等等 都不是你的对手 老智武当前辈 黄七少至少林寺 第十八代的俊俏小和尚 统统败倒你十六群下 你想在江湖中 如何兴风作浪 便如何兴风作浪 你不是做不到 只是艳了 所以想要做皇帝了 角力乔袖 眉越促越深 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目光灼灼地看着他 李莲花本不想再说 见他如此眼色 却仿若等着他说个干净 于是换了口气 缓缓说了下去 你到了皇宫 见了刘可和 或许你本想直接杀了皇帝 取而代之 但朝廷不是江湖 即便你将皇帝杀上十次 百官也不可能认你 所以你必须想个办法 李莲花温柔地看着角力乔 这个时候 皇上招鲁方等人 入宫 你在刘可和身边 从他古怪的举动中 发现皇上 其实不是太祖皇帝的血脉 偌大的秘密被你得知 你便知道你不必杀人 便可以做皇帝 他望着角力乔 你可以拿着天大的机密 做把柄 威胁当今皇上做你的傀儡 角力乔淡淡地看着他 就如看着他自己 也如看着一个极其陌生的怪物 李莲花又道 你一直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坐视之前必求周全 确保自己全无破绽 你手里有皇帝的把柄 也必要不可撼动的实力 他才可能屈从 皇上有遇刺天龙杨云春 那绝非一语之辈 而你呢 他微笑了 你却把嫡妃生弄丢了 角力乔那颜若寒霜的脸色 至此方才真的变了 你 他目中乍然掠过一抹杀机 扬起手来 就带一掌拍落 李莲花看着他的手掌 仿佛看得有趣得很 接着道 若是嫡妃生上在 两个杨云春也不在话下 你却让清凉语去道见到 少师只能对 是手 莫非这逼宫篡位之事 你帮中那群牛鬼蛇神 其实是不支持的 只有你一人 任性发疯不成 你扶在刘可和家中偷袭杨云春 那一刀当真风光纪约 美得很 可惜便是杀他不死 他当真十分温柔地看着角力乔 清凉语说要救人 他是要救你 他不想你死在杨云春见下 刘可和在清凉语身上 放极乐塔的纸条 他是提醒你 他要你闭嘴 李莲花柔声道 你真是疯了 角力乔扬在半空的手掌 缓缓收了回来 眼里自充满杀意 渐渐变得有些盈盈 说这许多话 想这许多事 你不累吗 他轻轻地道 你可知道 我太祖婆婆是西城地的妃子 我想做皇帝 有什么不对 他一字一字地道 他们萧家抢了我王家的江山 我抢回来有什么不对 李莲花看了他好一会儿 并不答他那有什么不对 倒是突然问 你要当皇帝 那狄飞生呢 他好奇地看着角力乔 莫非 你要他当皇后 角力乔末底呆住 正正地看着李莲花 李莲花一本正经地道 你若要让狄飞生做了皇后 说不准你要夺江山这件事 便有许多人支持 角力乔乔脸 刹那一片苍白 突然又涨得通红 过了一阵缓缓虚出口气 他浅浅地笑了起来 仿若忠世回过了神 奄然道 和你说话真是险了 你看我一个不小心 便被你套了这许多事出来 顿了一顿 他伸手轻轻在李莲花脸上 磨蹭了两下 叹道 你伤得这般厉害 皮肤还是这般好 羡煞多少女人 我若是要娶个皇后 也当娶你才是 角力乔又是略略一顿 他笑也如花绽放 莫说什么皇后不皇后了 既然没杀成阳云春 极乐塔的事又被不少人知道了 做皇帝的事就此结果 我收手了 那称霸江湖的事 你什么时候收手 李莲花叹道 你连皇帝都不想做了 称霸江湖有什么意思 角力乔 你为他称霸江湖 他却不要你 角力乔美目流转 言笑艳艳地道 等我称霸江湖 必要将你四肢都切了下来 弄瞎你的眼睛 刺龙你的耳朵 将你关在竹笼之中 然后每日从你身上 刮下一块肉来吃 何角大帮主一谈 果是如沐春风 莫怪许多江湖俊艳屈之若鹜 求之若渴 李莲花却微笑道 欢喜伤心 失落孤独 姿态都是动人 角力乔中有些笑不下去 他在男人面前 无枉不利 天生嫡妃生 李莲花都是他的克星 一个冷心冷面 无情无义 一个文不对提 胡言乱语 跺了跺脚 他想起仪式 瞟了李莲花一眼 盈盈地道 比起你来 云比丘要讨人喜欢多了 说了这句话 他咬着那小狐狸一般的红唇 心情颇好的飘然而去 云比丘 李莲花看着他飘然而去 眉头皱了起来 角力乔走后 玉碟霍青树即刻回来 玉碟还端了一盘子商药 眼见李莲花毫发无伤 他呆了一呆 手里本来端得还挺稳 突然间叮叮当当发起抖来 比见了鬼还惊恐 李莲花对他露齿一笑 茶 玉碟从来没听他说过话 末底听他说出一个字来 啊的大叫一声 端着那些商药转身就跑 李莲花忍不住大笑 青树脸色惨白 这还是第一个和帮主密谈之后 毫发无伤的人 一般 一般来说 和帮主密谈过的人不是断手断脚 就是眼瞎耳聋 再轻也要落个遍体鳞伤 这人居然言笑自若 还突然 突然说起话来了 眼见两个孩子吓得魂不附体 李莲花温文尔雅地微笑 又道 茶 李莲花喝茶 不挑剔茶叶是何种名品 也不挑剔煮茶的水 是来自何种名山大川 他什么都喝 青树在心里暗存 基本上只要是杯水 只要敢告诉他那是杯茶 他都会欣然喝下去 不过他虽然想了很久 却一直没这个胆子 玉脸从门外探出个头来 战战兢兢地端了杯茶进来 虽然李莲花不挑剔 但是他还是老老实实 泡了上等的茶叶 李莲花喝了口茶 指了指隔壁的屋子 微笑问 那里头住的是谁 青树勃然大怒 这个人和帮主说过话 以后还活着就很奇怪了 居然还越来越端出 个主人的样子来了 你闭嘴 乖乖地坐回床上去 等帮主说你没用了 我马上就杀了你 李莲花道 小姑娘和我相识十几年 十几年前你还未出生 青树怒道 胡说 我已经十三岁了 李莲花悠悠地道 可是我与小姑娘 已经相识十四年了 青树的脸仗得通红 那 那又怎么样 帮主想杀谁就杀谁 就算是狄飞生 那也是 她的话戛然而止 脸色刷得一下 惨白 以致自己说错了话 斜眼偷偷看让她说错话的人 李莲花原本微笑得很愉快 突然不笑了 这个无赖居然心情不好了 青树大为奇怪 与玉蝶面面相去 暗场里这人知道了帮主和狄飞生闹翻 心情应该很好才对 她怎么突然不高兴起来了 李莲花叹了口气 她把狄飞生怎么样了 青树和玉蝶不约而同一起摇头 李莲花问道 在你们心中 狄飞生是怎样的人 一片寂静 过了两久 玉蝶才轻声细气地道 狄叔叔是天下第一 她的目中有灼灼光滑 细细地道 我 我 李莲花微眯起眼睛 微笑道 怎么 玉蝶默然半赏 轻声道 见过狄叔叔以后 就不想嫁人了 李莲花起道 为什么 玉蝶道 因为见了狄叔叔以后 别的男人都不是男人了 李莲花指着自己的鼻子 包括我 玉蝶争了一阵 迷惑地看着她 看了很久之后 点了点头 李莲花或青树面面相去 青树本不想说话 终于忍不住哼了一声 她哪有这么好 你没见过她杀人的样子 玉蝶轻声道 她就算杀人也比别人光明正大 青树又哼了一声 胡乱杀人就是胡乱杀人 有什么光明正大 不光明正大 玉蝶怒道 你根本不懂狄叔叔 青树尖叫 我为什么要懂 她又不把我们这种人当人看 她随随便便一挥手就能杀三五个我们 你又不是没有见过 她杀人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这种人有什么光明正大 不光明正大了 玉蝶大怒 像你这种人 就是被杀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青树气的脸色发青 刷的一声拔出剑来 意剑向她刺去 喂喂 李莲花莲声道 喂喂喂 一旁玉蝶也拔出剑来 叮叮当当两个娃儿打在一起 目露凶光 大有不死不休的架势 但见青树这一剑刺来 玉蝶横剑相挡 心里盘算要如何狠狠地在她身上 戳一个透明的窟窿出来 眼前只见有东西一亮 叮的一声响 自己手中剑和青树 手中剑一起斩到了一样东西上 那东西金光闪亮 眼熟得很 正是靠着李莲花的玄铁锁链 锁链上力道柔和 两人一剑斩落 剑上力道就如泥沙入海 竟是消失无踪 接着全身力道也像被化去一般 突然间使不出半点力气 两人一起摔倒 心里惊骇绝伦 摔倒之后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 只听头顶有人叹了口气 轻声道 狄飞声是天下第一也好 是草菅人命也罢 是男人中的男人也好 就算她是男人中的女人 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两人都绝被人轻轻揉了揉头顶 就像带那寻常的十二 三岁的孩童 那人柔声道 有什么值得以命相搏 傻孩子 那声音很柔和 青树却听得怒从心起 他要如何便如何 轮得到谁来教训吗 他嘴里说不出来 那人却如知晓他心中所想 拍了拍他的头 也没多说什么 青树心中那无名火 却莫名地吸了 青树想到他才十三岁 却已经很久没有人 当他是个孩子 没有人像这个人这样 因为他是个孩子 所以理所当然地觉得 他可以犯错 犯错后又可以被原谅 然后真心实意地觉得 那没什么大不了 他突然觉得很难过 青树摔下去的角度不大好 让他看不到李莲花 但玉碟却是仰天摔倒的 他将李莲花看得很清楚 如果青树看得到他 便会看到他一脸惊骇 如果他能说话 他一定在尖叫 李莲花从床上站了起来 他先下到右手边那铁柱旁 悬铁链 无法斩断 他原来的灰色衣裳里有件 有一柄削铁如泥的软件 叫做文景 但那衣服不在这里 李相仪的常见少师 软件文景 闻名天下 角力乔岂能不知 他在那剑下吃了不少亏 早就把他收了起来 施了神兵力气 他斩不断悬铁链 角力乔断定他逃不了 于是没有废了他的武功 当然他也是怕李莲花 只剩下这三两分杨周曼的 根基护身 一旦废了他的武功 只怕李莲花活不到 他要用他的时候 玉碟这个时候 就看着李莲花站在那铁柱旁 既然悬铁链斩不断 他便伸手去摇晃 那钉在地上的铁柱 玄铁链刀剑难伤 难以锻造 故而无法与铁柱融为一体 只能靠在铁柱上 那铁柱定在地上 却并非深入地下十丈八丈 这屋下的泥土 也非什么神杀神泥 眼见李莲花这么摇上几摇 运上真力用力一提 咯咯联想 地上青砖崩裂 那根铁柱就这么被他拔了出来 这似乎没有花他多少力气 于是玉碟眼睁睁看着他动手去摇晃另一根铁柱 不过 两柱相公斧 他就把四根铁柱一起拔出 顺手把玄铁链从铁柱底下都捋了出来 他的眼神变得很绝望 玄铁链脱离铁柱 便再也困不住这人 而这人一旦跑了 角力乔一定会要了他的命 却见这人将玄铁链从铁柱上拖下以后 顺手将那锁链绕在身上 他也不急着逃走 居然还丝丝纹纹地整好衣裳 还给自己倒了杯茶 细细喝完 才慢吞吞地走了出去 出去的时候 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关上了门 这屋子的大门外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十分阴暗 石树帐内没有半个灯笼 却依稀可见走廊一侧有七八个房间 走廊外是一汪碧水 水色沉静 却不见水里常见的鲤鱼 显而易见 以角力乔一贯的喜好 这池子里乌龟鲤鱼多半是难以活命 即便是鳄鱼毒虫 也只是马马虎虎 不见半个正经守卫 这必是个极端隐秘的禁地 角力乔竟不相信任何人 看清树和玉碟的模样 他们只怕很少甚至没有从这里出去过 所以还保有些许天真 他轻轻地走向隔壁 他心里有个猜测 而他并不怎么想证实那个猜测 落得两声脆响 他并没有与那门上千锤百炼的铜锁过不去 倒是把隔壁屋大门与墙的两处削板给拆了 于是那左边一扇门硬生生被他抬了下来 屋里也点着灯 只是不如他屋里四盏明灯地亮他 李莲花往李望去 然后吓了一大跳 三件名坛做长歌 那是个一丈方圆的小屋 屋里纵横悬挂着大小不一的锁链 锁链上挂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刀具 地上血迹的污渍 已让原先青砖的色泽无迹可循 屋里悬挂着一个人 那人琵琶鼓被铁帘穿过 高高掉在半空 全身赤裸 身上倒是没见什么伤痕 但让李莲花吓了一大跳的 是这个人身上生有许多古怪的肉溜 或大或小或圆或扁 看来触目惊心 十分可怖 李莲花看了一眼就不想再看第二眼 但既然已经看了 便只好也看到底 于是他又看了一眼 然后他就只好对着屋里这人笑了一笑 那被挂在半空 浑身赤裸 血迹遍布 还生有许多肉溜的人面容清俊 双眉斜飞 即使沦落到这般境地 在他脸上也淡淡的 看不出什么来 那人目中光芒尚在 却是狄飞声 李莲花认出他是狄飞声 仰着头对他这等姿态 着实欣赏了好一阵子 狄飞声淡淡地认他看 面上坦然自若 虽然沦落至此 却是半点不落下风 李莲花看了一阵 狄飞声等着他冷嘲热讽 却听他祈祷 你身上生的这许多肉溜 穿着衣服的时候 却把他们收到哪里去了 狄飞声淡淡地道 你的脾性果实变了很多 李莲花欠然道 那个 一时之间 我只想到这个 他走进屋里 顺手带上大门 叹了口气 你怎会在这里 狄飞声掉在上头 琵琶骨上的伤口 已经溃烂 浑身生着古怪的肉溜 那些旧如根本不是他的身体一般 他根本不屑一顾 只淡淡地道 不劳费心 李莲花在屋里东张西望 他手上缠着锁链 脚踝上也拖着锁链 行动本已不易 要攀爬更加困难 他却还是寻了两张凳子叠浆起来 爬上去将狄飞声解了下来 狄飞声浑身穴道受制 琵琶骨洞穿 真气难行 李莲花将他解了下来 他便如一具尸体一般 僵直躺在地下 过了一会儿 他语气平淡地道 今日你不杀我 来日我还是要杀你 要杀方多病 孝子金 纪汉佛等等一干人 李莲花也不知有没听见他的话 他为他取下穿过琵琶骨的锁链 突得爬了起来 满屋子翻找东西 好半天才从屋角寻出一件血淋淋的旧衣 也不知是谁穿过的 茫茫地给他套在身上 狄飞声撂下狠话 却见他手拿着一块破不发呆 剑没皱起 你在做什么 啊 李莲花被他吓了一跳 本能地道 我在想哪里有水可以帮你洗个澡 啊 他甘笑一声 我万万不是嫌你臭 狄飞声淡淡地道 生死未卜 你倒是有闲情意志 李莲花用那破布给他擦去伤口处的浓血 正色道 这破布要是有毒 只能说菩萨那个 不到怎么你 绝不是我要害你 狄飞声闭目 又是淡淡地道 狄飞声生平不知感激为何物 李莲花又道 你饿不饿 狄飞声闭嘴了 他根本不该开口 这人根本就不是在和他说话 他根本是自说自话 然而这自说自话的人 很快把他弄得干净起来 居然用手臂上的玄铁链 将他绑在背上 就这么背了出去 半个时辰之后 浮烟鸟鸟 水色如玉 狄飞声躺在一处水温适宜的温泉之中 看着微微泛泡的泉涌 慢慢洗去自己身上的血色 他默然看着不远处的一人 那人和他一样泡在温泉之中 不同的是他忙得很 忙着洗衣服 洗头发 洗那玄铁锁链 半个时辰功夫 李莲花背着狄飞声绕着角栗桥 这处隐秘牢狱转了一大圈 发现这里竟是个绝地 这是一座山崖的顶端 角栗桥在山顶上盖了个庄园 庄园里挖了个池塘 据说池塘里养满吸血毒虫 连半条鱼也没有 此处山崖笔直向下削落 百丈高度全无落脚之所 纵使是有什么少林寺一尾渡江 或是武当派成平渡水之类的绝妙清宫 也是渡之无能 角栗桥是使用一种轻桥的银丝挂钩 借力上来的 它手中有方便之物 上来下去容易 旁人既无这专门之物 又无绝顶轻功 到了此处自然只有摔死的份 李莲花和狄飞生却好晕得很 角栗桥被李莲花一击 拂袖而去 不愿再留在山顶 即刻下山去了 这山庄之内无人 只有御碟霍青树 以及另外十几个丫鬟疏童 庄园外机关遍布 鱼龙牛马帮 有金锋御敌等33高手 守在山巅各个死角 借以地理机关 的确是固若金汤 但李莲花和狄飞生 却没有闯出去 事实上李莲花背着狄飞生 在厨房里捉了一个小丫鬟 问清楚角栗桥的房屋在哪里 顺手从厨房里 倒了一篮子韭菜 然后把小丫鬟绑起来 藏进米缸 两人就钻进了角栗桥的屋里 出乎意料的是 这屋里居然有个不大不小的温泉池 此山如此之高 山顶居然有个温泉 李莲花嘖嘖称奇 对角栗桥将温泉盖进自己屋里 这时大为赞赏 然后他便将敌飞生扔了下去 自己也跳进去洗澡 角栗桥为自己修建的屋子很大 温泉池子在房屋东南一角 西南角上却有树排书厨 上面排满诗书 还有摇琴异具 抹饰得十分干净 旧宛若当真有宛约女子日日抚琴一般 桌围檀木桌 以为梨花椅 文房四宝 琴棋书画具备 倒和那汉林学士家的才女闺房一般模样 狄飞生对角栗桥的房屋不感兴趣 纸淡淡地看着那一丝一缕自自己身上化开的血 李莲花将他自己全身洗了一遍 湿淋淋地爬起来 便到疏厨那去看 狄飞生闭上眼睛 潜韵内力 他虽然中毒颇深 琵琶鼓上伤势严重 但功力尚在 方才李莲花帮他解了穴道 数月以来不能运转的内力一点一滴开始聚合 只是悲风白扬心法刚猛狂烈 不宜疗伤 他中毒太深 若是抢提真气 非脏腑崩裂不可 角栗桥对他太过了解 这才放心将他吊在屋中 拿准他无法自行疗伤 李莲花自书厨上搬下许多书来 饶有兴致地趴在桌上看书 狄飞生并不看他 却也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温泉泉水涌动 十分温暖 感觉到温暖的时候 他突然恍惚了一下 狄飞生记起了李象仪 他依稀记得这个人当年在扬州城 与秀岳楼花魁下棋 输一局对一句诗 结果连输三十六局 以胭脂为墨在墙上书下 结识磊音源歌三十六局 哈 背后那人打了个哈欠 扶在桌上睡眼惺忪地问 你饿不饿 狄飞生不答 过了一会 他淡淡地问 你现在还提见吗 哈 李莲花朦胧地道 你不知道别人问你 你饿不饿 的意思 就是说我已经饿了 你要不要一起吃饭的意思 他从以上下来 从刚才自厨房里顺手牵羊来的篮子里 取出两三个碟子 那碟子里是做好的凉菜 又摸出两壶小酒 微笑道 你饿不饿 狄飞生确实饿了 哗啦一声 他从水里出来 盘膝坐在李莲花身旁 浑身的水洒了一地 李莲花手忙脚乱地救起那几叠凉菜 男男的道 你这人特粗鲁也蛮了吧 狄飞生坐了下来 提起一壶酒喝了一口 李莲花居然还顺手牵羊地偷了两副筷子 他夹起碟中一块鸡肉便吃 喂 角力桥不是对你死心塌地 怎么把你弄成了这副模样 李莲花抱着一叠鸡爪慢吞吞地啃着 小口小口地喝酒 你这浑身肉溜 看来倒也可怕得很 只不过狄飞生三字用来吓人已是足够 何况你吓人之时多半又不脱衣 弄这一身肉溜做什么 狄飞生黑了一声 李莲花本以为他不会说话 却听他道 他要逼宫 李莲花叼着半根鸡爪 含含糊糊地道 我知道他要做皇帝 要你做皇后 狄飞生一正 冷笑一声 他说他唾手可得天下 要请我上座 李莲花爱呀一声 很是失望 原来他不是想娶你做皇后 是想你娶他做皇后 狄飞生冷冷地道 要朝要野 为帝为王 即使狄飞生有意为之 也当亲手所得 何必假守妇人女子 李莲花摁了一声 所以他就把你弄成这副模样 狄飞生笑了笑 他说要每日从我身上挖下一块肉来 李莲花恍然大悟 他要每日从你身上挖下一块肉来解恨 又怕你身上肉不够多 挖的三两下便死 所以在你身上下些毒药 让你长出一身肉溜来 他好日日来挖 狄飞生喝酒 那便是默认 狄大帮主果真是奇思妙想 李莲花吃了几根鸡爪 挟地着狄飞生 这种毒药定有解药 他爱你爱到发狂 万万不会给你下无药可救的东西 何况这些肉溜难看得很 他看得多了 只怕也是不舒服 狄飞生淡漠喝酒 不以为意 两人之间自此无话可说 十四年前 未曾想过此生有对坐喝酒的一日 十四年前 他未曾想过自己有弃见而去的一日 十四年前 他未曾想过自己有浑身肉溜的一日 此处本是山巅 窗外云雾飘渺 汤汤山巒连绵起伏 十分苍翠 却有九分消锁 两人对坐饮酒 四下渐渐按去 越过千山 映照了窗内一地白雪 今日 当年 两人秃得一起开口 又一起闭嘴 狄飞生眉宇间 神色似微微一缓 又笑了笑 今日如何 李莲花道 今日之后 你打算如何 狄飞生继续喝酒 又是笑了一笑 杀你 李莲花苦笑 不知不觉也喝了一口酒 当年如何 当年 狄飞生顿了一顿 月色不如今日 他突然急认真地问 除了杀我 你今后就没半点想法 你不打算再弄个银渊蒙 铁渊蒙 或是什么金秧叫金鸟帮 或者是金盆洗手 开个青楼红院 娶个老婆什么的 我为何要娶老婆 狄飞生反问 李莲花瞠目结舌 是男人人人都要娶老婆的 狄飞生四十觉得甚是好笑 看了他一眼 你呢 我老婆不过改嫁而已 李莲花不以为意 抬起头来 突然笑了笑 十二年前 我答应过他们大家 完免出嫁那天 我请大家吃喜糖 那天他嫁了紫金 我很高兴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必受苦了 他说的有些颠三倒四 狄飞生并未听懂 喝完最后一口酒 他淡淡地道 女人而已 李莲花呛了口气 阿弥陀佛 施主这般作响 只怕一辈子讨不到老婆 他正色道 女人有如娇媚 如若柳 如白雪 如碧玉 如浮云 如青泉 如珍珠等等种种 又或有娇称依人之态 刚见妩媚之姿 贤良舒德之贤 知书达理之秀 五颜六色 各不相同 就如你那角 大帮主 那等天仙角色 只怕数百年来 只此一人 怎可把他与众女 一视同仁 单凭他整出你 这一身肉溜 就知他诚然是万中挑一 与众不同的奇葩 狄飞生又是笑了一笑 杀你之后 我便杀他 你为何心心念念非要杀我 李莲花叹道 李相仪已经跳海死了很多年了 我这三脚猫功夫 在狄飞生眼里不知一提 何苦执着 狄飞生淡淡的道 李相仪死了 相仪太监却未死 李莲花啊了一声 狄飞生仍是淡淡的道 横扫天下义 而段相仪太监不义 李莲花叹道 李相仪若是能从那海底活回来 必会对你这般推崇到一个谢字 狄飞生哼了一声 不再说话 李莲花刚才从角力桥桌上翻了不少东西 她略略一扫 却是许多书信 只见她拿着那些书信横看树看 左倾右侧 李花半天也不知在做什么 伴赏之后 狄飞生淡淡的问 你做什么 李莲花喃喃的道 我只是想看信上写了什么 狄飞生看着她的眼睛 你看不见 你的眼睛怎么了 李莲花伸出手指在空中比划着 我眼前有一团很大很大的黑影 她说来心情似乎并不坏 在狄飞生眼前画了人头大小的一圈 还一本正经地不断修正那个圈的形状 男男的道 有些时候我也看不太清你的脸 她飘来飘去 有时有有时没有 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你在我面前那个 不穿衣服 她说了一半 突然听狄飞声道 新有三月 草长应飞 梨花开四顾人 必查之约 终是虚无缥缈 李莲花啊了一声 但听狄飞声翻过一页纸 淡淡的道 这一封信只有一句话 落款是一个云字 李莲花眨眨眼睛 那信指可是最为普通的白轩 信封之上盖了个飞鸟印信 狄飞声的语调不高不低 既无幸灾乐祸之意 也无同情感慨之色 不错 这是云比丘的字 白江纯的印信 李莲花叹了口气 下一封 狄飞声语气平淡的念 新有四月 沙左三桥 姑娘言及之事 当未求知 这是四月份的信件 五月份的信件打开来 狄飞声目中泛出一阵奇光 这是百川院188楼的地图 那非但是一张地图 还是一张标注清晰的详图 当年四股门破金冤盟 狄飞声坠海失踪 其余众人或被秦或被杀 由于被秦之人众多 既汉佛未免屠杀之嫌 将杀人不多 罪孽不重之人分类关入地牢 若能真心悔改便可重获自由 如此一来 许多位高权重的魔头却未死 在双方激战之时 高手对高手所杀之人倒是不多 狄飞声当时众多手下 便都关在这188楼之中 第六封书信是云比丘 向角力桥细宿相思之苦 文词华丽婉约 极尽文才 第七封书信是回答角力桥的问题 答复百川院内有高手多少 新四股门又有多少弱点等等 第八封书信是对角力桥的建言 如此这般下来 这一叠书信二十余风 信件来往越来越是频繁 自开始的痴情诉苦 到后来云比丘 俨然成为角力桥 暗服在百川院的一名内应 那气煞傅衡扬的龙王冠之计 居然就出自云比丘的手笔 或真价实地成为为角力桥 出谋划策的军师 狄飞声只挑信里重点的几句来读 念到最后一封 李莲花多疑多知 吕坏大计 当应姑娘之请杀之 悟念 顿了一顿 这封信没有落款 李莲花本来听得津津有味 听到悟念二字 皱了皱眉头 你吃饱了没 狄飞声身上血衣见干 只是那浑身肉溜看来极是可不 随手将那叠信件往地上移置 你要闯出去 李莲花叹道 我本想在这里白吃白喝 不过有些事只怕等不得 此地天险闯出不意 李莲花笑笑 若狄飞声没有中毒 天下有何处困得住他 狄飞声纵声长笑 你想助我解毒 李莲花的手掌 已按到他头顶百会 温言微笑 盘膝坐下 闭上眼睛 狄飞声应声盘膝而坐 背脊挺直 姿态端庄 他竟不拒让这十数年的宿敌 一掌拍上天灵盖 一掌拍落 扬州曼真理透顶而入 刹那贯通十数处穴道 激起狄飞声体内背风白羊 内息交汇 融汇之后两股真气并驾齐驱 瞬间再破十九穴道 半身主穴贯通 狄飞声只觉心头一清 扬州曼过穴之后 运进犹存 一丝一毫拔去血气之中侵蚀的毒性 瞬间全身剧痛 身上那些奇形怪状的肉溜 发出焦黑之色 不住颤抖 李莲花真理在催 纵使狄飞声也不得不承认 这等至清至和的内功心法 与疗伤上有莫大好处 扬州曼冲破穴道 激起气血加速运转 却丝毫不伤内服 并且他破一穴便多一层尽力 融汇的气血合力再冲第二穴 如此加速运行 真气过穴视如破竹 再过片刻 狄飞声只觉全身经脉畅通 悲风白羊已能运转自如 李莲花微微一笑 放开了手 狄飞声体内真气充盈激荡 扬州曼于晋级强 缓慢发散开去 悲风白羊更是刚猛之烈的强劲内力 但听扑的几声闷响 狄飞声身上刹那染满焦黑发臭的毒血 竟是那些肉溜承受不住剧毒倒灌 自行炸裂 狄飞声站起身来 浑身骨骼咯咯咯作响 毒血披面而过 形容本如厉鬼 但他站起 瞬间如一座风轮微然而起 自此千秋万代 俯瞰苍生 走 狄飞声功力一副 伸手提起李莲花 对着面前的墙壁批出一掌 但听轰然一声巨响 专时横飞 他就在那漫天尘土和石墙崩塌的破碎声中 走出了角力桥的屋子 向东 第三棵大树后转 李莲花被他提在手里 心里不免觉得大大的不妥 然而狄飞声功力一副 行走如垫 要追未免有些 那个不自量力 狄飞声应声而至 振法 李莲花道 刚才比邱的信里不是说了 诸处花园可不太急于阵 前面第二个石亭向西 狄飞声提着他一闪而至 李莲花又道 阎曲狼向前 从那勺药中间穿出 两人在花园中 三折两转竟未触动任何机关 很快到了一处悬崖边上 此处悬崖地势险峻 短短轻松之下便是笔直滑落 甚至往里倾斜 此时已是深夜 山边竟无半个守卫 山下隐约可见云雾翻涌 也不知有多深 狄飞声丝毫不以为意 纵身跃起 提着李莲花便向那无尽的深渊坠下 月下山崖 云雾一晃变过 睁开眼来 只见月色清冷 一切竟是清晰的触目惊心 山崖上生着极短的松树 却距离两人尚有二三丈之遥 并且此处山崖越往下越往里倾斜 若不及时抓住松树 摔下去非死不可 李莲花尽若寒蝉 一动不动 狄飞声双眉耸动 吐气开声一声大喝 两人急坠之势末的一缓 狄飞声一手提着李莲花 左手单掌杨起 向山崖劈去 古怪的是 他分明是一掌劈去 李莲花却赶身子 急剧向山崖靠近 这一掌竟是犀利 两人瞬间向山崖撞去 狄飞声左掌 视出如电 刹那探入山岩 那山岩历经百年风雨 油能不坏 在狄飞声掌下 却如软泥豆腐一般 戈拉一声 他手掌探入岩壁 两人坠落的千军之势压落 只听他左臂骨骼咯咯作响 岩壁骤然崩坏 化为沙石碎屑喷涌而下 李莲花往后一缩 狄飞声左掌再探 岩壁再次崩坏 两人坠落之势 却已大减 此时两人坠下 已于数十丈之高 山下隐约可见灯火 山壁上的轻松也变得挺拔苍翠 狄飞声五指再入轻松 右手抓住李莲花右臂 只听松树枝干咯咯作响 摇了几摇 两人终于止住坠落之势 挂在树上 李莲花往下一看 只见山下灯光点点 居然依稀是一片连绵不绝 如皇宫式的亭台楼阁 狄飞声却觉李莲花右臂 全是倚仗自己抓持之力挂在半空 他自己居然半点力气不出 不免略有诧异 却见那人对着底下东张西望 看了好一阵子 恍然大悟 这里是鱼龙牛马帮的总坛 难怪角力桥把你我丢在山上半点不爬翻船 狄飞声黑了一声 下去就是痴迷店 哈 李莲花迷茫地看着脚下 这拔地而起的大山山脚下 有一座气势雄伟的楼阁 但看那飞檐走壁 金碧辉煌 和少林寺那大雄宝殿也相差无几 狄飞声说话无喜无怒 痴迷店中常年释放一种迷烟 陷入迷烟阵中 人会失去自我 沦为角力桥的杀人工具 略略一停 他淡淡地道 那些从老李劫来的人 大都在痴迷店中 啊 李莲花祈祷 他千辛万苦就回那些人 就放在这里念成行尸走肉 狄飞声淡淡地道 那些人在牢中日久 人心已散 纵然武功盖世 不能为我所用 不如杀了 李莲花连连摇头 不通 不通 所谓徒劳无功 草菅人命 暴虐无人 白费力气 啊 对了 这里既然是角力桥的老巢 想必大陆小陆你都很熟 要如何出去 那就靠你了 狄飞声面上 泛起一层似笑非笑的异光 要如何出去 云比丘难道没有告诉你吗 李莲花大笑 突然一本正经地问 角力桥关了你多久 一年 狄飞声并不回答 他若不在你身上 弄上许多肉溜 李秋写信前来的时候 他多半就不会回信 若你身上没有这许多肉溜 即使他将你拖的金光 吊起来毒打 遇到钥匙多半也会与你商量 说不定他根本舍不得折磨你这么久 李莲花叹道 诸行诸事 皆有因果 若你不当他是个女人 又把他归为而已 记不成他的情 也不要他的心 甚至连他的人都瞧不上眼 他又怎会在你身上弄上这许多肉溜 下去吧 狄飞声打断他的话 语气之中已带了一丝冷笑 让我堪堪你那美诸葛 吃恋绝利桥十二年 在十二年后 可否还有当年决胜千里的气魄 李莲花微笑了 这微笑让美眼输得很开 依稀便有些当年洒脱的神采 他是他自己的 却不是我的 狄飞声抓住他手臂 一声佩然长笑 直震的轻松松针 速速而下 岩壁上碎石再度崩落 底下人声剑起 各色烟花放得不停 狄飞声便在这喧嚣之中 纵身而下 两人自石树杖上的轻松跃下 身下是痴迷电 身在半空便嗅及一股古怪的幽香 李莲花捂住鼻子 叫道 开闸 狄飞声一拳打破垫顶 纵身落地 殿内分放许多铁牢 观着许多神志恍惚的黄衣人 狄飞声屏住气息 那破烂不堪的衣袖吩咐左右 但听一阵叮当脆响 那些铁牢竟都有几根铁柱应声粉碎 铁牢中的黄衣人便摇摇晃晃 犹如丧尸一般一一走了出来 狄飞声不等李莲花开声 踢开痴迷电的大门 闯了出去 直到花园之中才常常吸了口气 回过头来 那些黄衣人有些以摇摇晃晃踏出了大门 不分东南西北的向外走去 李莲花捂着鼻子 嗡声嗡气的解释 云比丘给脚大帮主设计了这些铁笼 选用北海含铁 北海含铁质地坚硬 远胜反铁 然而却是急脆 将北海含铁拉伸 做成如此之大的铁牢已是勉强 受外力刚裂一击 必然碎裂 脚大帮主只精通琴棋书画 却不知道 此时那些宛如丧尸的黄衣人 已遇上了总坛闻声赶来的首位 惊骇之下 双方已动起手来 这群黄衣人在百川院地牢之中修炼久矣 武功本高 神志混沌 下手更是不知轻重 三下两下便将首位打死 引来更多首位 围绕痴迷殿便是一场混战 李莲花捂着鼻子 此时他脚已落地 往一棵大树之后便躲 狄飞声见他犹如脚底抹油 躲得流畅之急 那闪避之快 隐匿之准 身姿之理所当然 无疑不堪比一绝世剑招 眼中移动 李莲花躲了起来 狄飞声转过身来 副手站在花园之中 弹剑身侧刀剑相机 血剑三尺 鱼龙牛马帮已是乱成一团 就在此时 远处一栋庭院上空 炸起一团极明亮的黄色烟火 颜色样式与方才所放的全部相同 狄飞声抬头一看 眼角略略收缩 全身气势为之骤然一鸣 那团烟火炸开 首先便看见花园中草木窑洞 许多机关突然对空空射 劈啪一针乱响 已是射进暗器 歪在一旁 许多树木 花廊 墙壁上暗门洞开 阵法自行启动 一阵天摇地动之后 但见整个电雨群落 四处腾起灰烟 竟是阵势崩塌 机关禁毁 敌飞声心头暗惊这等威势 非久在帮中 深的角力桥信任之人 做不出来 绝非云比丘 几封书信所能造就 难道百川苑 对鱼龙牛马帮 渗入竟是如此之深 自己与角力桥 竟真是一无所知 机关大作 随即全毁 整个总坛未知震动 人人惊恐之色 异于言表 谁也不知发生何事 便在此时 第二轮烟花冲天而起 喷的一声 竟是惊心动魄 敌飞声仰头望去 只见第二轮烟花 炸开团团焰火 那焰火颜色明亮 各座七彩 十分绚丽 自空坠下 极弱流星 华美一场 他心里方觉诧异 此烟花打开 地上却无再一步的动作 突得嗅到一股消火之气 只见那七彩焰火 自空坠下 竟不熄灭 一一落入草丛之中 便于屋顶 花廊梁柱之上 瞬间火光四起 硝烟满天 远近都传来 惊呼惨叫之声 无非是活人 被那焰火 砸到了头顶 就在这惊骇之时 只听烹的第二响 第二发烟花炸开 撒下万千火种 紧接着 砰砰砰砰 一连十数声巨响 满天焰火生发 直如过年般繁华热闹 七色光辉闪耀漫天 流光似红如日 一一坠入人间 四面哀呼惨叫 火焰冲天而烧 红莲焚天 云下火上盘旋的硝烟之气 如巨龙现实 蜿蜿蜓不绝于这亭台楼阁上空 角力桥十几年的心血 动用金钱美色构筑的血腥之地 瞬间灰飞烟灭了 阿 杀灭妖女 杀灭妖女 成奸除恶 成奸除恶 还我天地 还我天地 一荡山河 一荡山河 远处竟有人带头高呼口号 亮起刀剑 旗帜高扬 数十只小队自四面八方 将鱼龙牛马帮总坛各处出口围住 有人运气扬声 清朗卓越的道 此地已被我四股门团团围住 诸位是非若是分明 不欲与我四股门为敌 请站至我左手边 只消允诺退出鱼龙牛马帮 永不为患江湖 即可自行离去 说话的人白衣如山 神采飞扬 正是傅恒阳 直此一刻的风华 也必将传畅于后世 百年不朽了 大树后的李莲花叹了口气 狄飞声副手 看着这虚幻浮华的一幕幕 脸上没有半点表情 头顶烟火盛放 地上烈焰焚天 李莲花站在树后 慢慢抬头望着夜空 烟花若死 空患于梦 遍地死生 踏满鲜血 一切可当真如这虚像一般 美不胜收 突然之间 不远处殉情楼中一箭射出 鸡窘射傅衡阳 八名黑衣攻守 自楼中月下 结成阵法 向四顾门的人马靠近 四顾门旗帜整齐 结阵相抗 显然是练习已久 对于龙牛马帮的阵法 也很熟悉 四周也是一阵脚步骤集 狄飞生淡淡看了四周一眼 四周残余的守卫 也是快步截起阵法 准备誓死一搏 随即短兵相接 狄飞生一掌拍去 便有数人飞跌而出 惨死当场 他连眉头也不皱一下 提起一人便摔出一人 那些飞衰出去的人形 尚未落地便以骨骼尽碎 李莲花被逼地从树后窜了出来 与狄飞生靠背而立 角力乔所吸纳的人手 有些服用了那独孤的粉末 不得不为他拼命 故而即使傅衡阳网开一面 仍有许多人冒死相抗 集结的阵法越来越多 狄飞生且走且杀 四周阵法犹如潮水一般 拥着两人只往一处电雨而去 李莲花微眯起眼睛 她有时看得很清楚 但这时眼前却是一片黑影 依据方才的印象 眼前这和京师百花楼 相差无几的电雨 叫做望求堂 那是一处漆黑的电雨 自上而下所有砖石木材 都是浓黑之色 木是黑毯木 砖石却不知是什么砖石了 这地方窗户紧闭 大门封锁 一片乌黑 难道其中藏匿着什么绝顶高手 刹那间 一个人影自脑中掠过 李莲花脱口而出 雪公公 狄飞生浑身气焰大赤 李莲花自她身后到退出三步 四面射来的那些弓箭 未及身 竟被她蓬勃而出的真力阵落 望求堂那扇沉重乌黑的大门被她气势锁震 竟咯咯摇晃起来 雪公公乃是二九十年前江湖一大魔头 传说她肤色极白 双目血红 除了头发之外 不生体毛 无论年纪多大仍是汗下光洁 故而有公公之称 又因为全身雪白 这人喜爱黑色 一向身着黑衣 所助所用之物 也一色全黑 此人往往于夜间出没 杀人无数 生食人血 有喜图村图阵 是极为残暴的一名魔头 狄飞生李相一出道之时 此魔早已隐退 不知所踪 此时眼前望求堂通体浓黑 若其中注的荡真是雪公公 角力桥也堪称能耐通天了 然而那大门咯咯不停 其中便是无人出来 李莲花屏息静听 听了一阵之后 她突得从狄飞生身后闪了出来 出手便去推望求堂的大门 狄飞生目中光彩大胜 往前一步 但见李莲花推了一下未开 居然握手为拳 一声叱咋 一拳正中木门 割拉碎裂之声爆响 大门如珠网般碎裂 烟尘过后 露出漆黑一片的内力 开山岁域的一拳 狄飞生略为扬眉 她与李相仪为敌十四年 竟从不知 她能使出如此刚烈的一拳 一瞬之间 她眼中炽热的烈焰再度转聚 一双眼睛狂咽的直欲烧了起来 望求堂大门碎裂 内里一片漆黑 却有一阵恶臭扑面而来 李莲花从怀里摸出火折子 晃亮以后置了进去 门内一切渐渐亮起 门外众人一起看见 望求堂里没有人 只有一具尸首 一具满头白发 肌肤惨白的老人尸首 这人死去已有数日 一柄匕首自背后没入 由自金光闪耀 显然杀人之人 并未与雪公公正面为敌 而是偷袭的手 但究竟是谁 能进的望求堂的大门 能与雪公公屏竹而谈 能进这魔头三步之内 李莲花的脸已变了颜色 那柄匕首粉色晶莹 在孝子金大昏的那天 角力乔拿他刺伤苏小雍 而后康慧和又拿他杀了苏小雍 最后作为凶器被百川苑带走 这是小桃红 杀人者谁 已是昭然若揭 狄飞生木剑尸首 目中微微一跳 李莲花垂手自那尸身上 拔起小桃红 大袖漂浮 自狄飞生面前走过 他未向狄飞生看上一眼 也未向深周任何一人看上一眼 衣袖豁然负厚 笔直向外走去 门外裂眼冲天 刀剑冰戈游在 那翻滚的硝烟如龙盘旋 天象争鸣 星月暗淡 他一眼也未看 就向着东南的方向 笔直地走了出去 一条婀娜的红影向他掠来 笑的一声 刀光如奔雷烈雪 转瞬极致 他听而不闻 当得一声惊天鸣响 那闻颈而来的一刀被一物夹住 红衣人的面纱在风中烈烈而飞 李莲花从他身边走过 衣媚相交 却是若不见 架住他那一刀的人浑身黑血 一身衣裳污秽不堪 满头乱发 面目难辨 但他站在那里 四周便自然而然地退出一个圈子 在他身周五步之内 山鸾如青 架住他宝刀的东西 是半截锁链 是从他琵琶骨中抽出的血链 红衣人缓缓转过身来 他尚未全转过身来 狄飞声身影如电 以一把扣住了他咽喉 随即提起向外衰落 他这一提一衰 与方才杀人之时一模一样 甚至连面上的神色都毫无不同 他的一生 红衣人身躯着地 鲜血抛洒飞溅 与方才那些着地的躯体 并未有什么不同 四周众人看着 一切是如此平凡简单 甚至让人来不及屏息或错愕 狄飞声将人摔出 连一眼也未多瞧 抬头望了望月色 转身离去 夜风吹过鲜红的面纱 翻开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四周开始有人惊呼惨叫 长生悲好 但这人间的一切在与他无关 他来不及说出一句话 或者他也并不想说话 他没有丝毫抵抗 或者他是来不及做丝毫抵抗 他也许很伤心 或者他根本来不及伤心 一张倾国倾城的面容 绝世无双的风流 此时在地上 不过一滩血肉 或许连他自己也从未想过 角力乔的死竟是如此简单 此信有如诺 一夜之间角力乔死 鱼龙牛马帮全军覆没 烧成一片焦土 江湖为之大花 四顾门声望极掌 比之当年游游过之 各大门派纷纷来访 人人惊诧无比 角力乔方才占着上风 怎会一夜之间便输得一败涂地 四顾门副军师究竟使用了何等神通 竟让角力乔败得如此彻底 究竟是如何赢的 傅衡阳心里也糊里糊涂 他一直在探查角力乔如何攻破百川院的一百八十八老 派出许多探子 却只知角力乔广纳人手 所图甚大 又以各种手段笼络控制江湖游离势力 四对京师也有图谋 又有大举进攻各大门派之一 只在这过程中就杀了不少人 无声无息消失于角力乔手中的各排高手就有不少 就在毫无进展之时 突然有人从鱼龙牛马帮的总坛给他寄来一封匿名信函 要他依据信中所牌的阵法训练人手 又详化了总坛的地形图 机关图 傅衡阳本来不信 只当陷阱 然而这人连续寄来数封信函 严及鱼龙牛马帮几次行动 竟无意失误 傅衡阳心动之后 派人前往该处密探 所探情况竟与信函所言大体相同 于是他广招人手 开始排练阵法 又与鱼龙牛马帮内不知是谁的探子 接了几次手 约定指销总坛内烈焰烟火放弃 四过门便杀入接手 但寄信来的究竟是谁 那些信又是如何寄出的 究竟是哪些人潜伏鱼龙牛马帮内 甚至角力桥身死那夜 是谁击破痴迷电的铁龙 放出那些行尸走肉 是谁开启机关让阵势失效 机关全毁 是谁杀了雪公公 以至于到最后是谁杀了角力桥 傅衡阳一无所知 他心里极其不安 各大门派贺信连绵不绝 前来道喜潘娇静的人接踵而至 这位意气飞扬的少年军师 却是心思茫然 十分迷惑 在极度迷惑的时候 他想过李莲花 但李莲花却已失踪 多半已经死了 他不知该向谁吐露心中的疑惑 也不知这天大的迷惑是否将困住他一生一世 百川院中 云比丘受伤极重 也不知是何等绝世神功伤了他 白江纯请来的大夫居然治不了他 云比丘伤重体弱 大夫开出的药汤他居然不喝 甚至饭也不吃 若非有人时不时为他强灌灵丹 只怕早已毙命 自纪汉佛闯入他房中 那日开始他便一心一意地等死 而白江纯着手调查地图泄露知识 却越查越是心经云比丘 将他描绘的地图 夹在百川院日常信件之中 用一种特殊药水写字 如封面上原是写给法空方丈 经白江纯盖印派遣百川院的信使送出 那封信到了中途 药水彻底干了 纳航写给法空方丈的字迹 就消失不见 而另外一行 以另一种药水所掩盖的字迹 却浮现出来 于是信使不知其故 便将信转寄到角力桥手中 而那信件中的内容 也正是由这种古怪药水演示 云比丘在信件上 刷上一层更浓郁的密钥 掩盖住整张地图 这密钥自评中道出 未过三日将一直保持白色 而日久之后 白色会渐渐消失 露出底下原先的图画 而他以这种手段寄出的信件 不知有多少 白江纯想到自己 竟无知无觉地 在这些信件上盖上印信 就觉得毛骨悚然 他对云比丘推心致富 信为兄弟 这兄弟居然在不知不觉之下 做了这许多隐秘的事 不只是寄出密信 他将云比丘身边的书童 一一带来询问 云比丘多年来足不出户 院内自然而然认为 他时时刻刻都自闭房中 但询问的结果 让人大吃一惊 近一年以来 云比丘非但数度出门 还时常多日不归 最长的一次外出 竟长达越余之久 只是他深夜出门 有时连书童 也不知他何时出去的 而前来找他的人 一般屡次敲门未得回应 都以为他病重正在休息 不敢打扰 就此回去了 谁也不知他去了哪里 书童以为他与纪汉佛等人 去了小清风 但白江纯自然知道并没有 既然如此 云比丘所去之处 十有八九便是角力乔的总谈 他只觉浑身毛孔都竖了起来 莫非云比丘始终未能忘情 难道当年他求死悔过 都只是一种阴谋 为了角力乔 宁愿抛弃美诸葛的身份 而化身角力乔脚下的奴隶 当真吗 为了角力乔 云比丘竟能在百川院内卧底十二年 这是真的吗 为了他不怕死 可是鱼龙牛马帮为傅恒阳所破 你那千娇百媚的美人 已经被熊熊烈火烧成了一堆白骨 白江唇抓了抓头皮 他真的很想问问云比丘 现在角力乔死了 你为他做的那些还有意义吗 如果这他妈的十二年重来一次 你还愿意为他死吗 但云比丘不会回答他任何问题 他只有一个态度 无宁死 十日期限一晃急过 白江唇并没有查出云比丘 是替谁受过的蛛丝马迹 倒是查出了许多云比丘调查百川院内幕 以各种方法转交角力桥的证据 又从院内的马夫山下的客栈一路追查 自清源山下的沿路客栈一一询问 看云比丘曾在何处落脚 追查的结果很清楚 云比丘相貌俊美 却并身滑发 神色憔悴 这等人在路上十分醒目 记得的人也有不少 白江唇派人询问 所得颇多 云比丘一路住了不少客栈 却是单身前往 走得也算辛苦 那几次离开百川院 他的确都去了角力桥的总坛 最长的一次 减去来回路程 他竟在角力桥的总坛住了二十余日 十日期限一到 纪汉佛下令百川院上下各大弟子 以及负责传令 监狱 入牢等各路门人 到庭院听令 众人早已知晓 云比丘有叛逆之嫌 已被纪汉佛囚禁 今日德文号令 已知必有大事发生 来得都很早 纪汉佛 白江唇 石水三人 前来庭院的时候 是黄昏时分 西洋浩瀚 庭院中苍木如墨 知鸭如鸭 继汉佛缓缓登上树极台阶 站到正堂屋檐之下 白江唇 石水分立左右 百川院的庭院不大 挤着数十号人 鸭雀无声 这数十号人 都是一跺脚江湖震动的重要人物 包括霍平川 傅南飞等等 也有与百川院交好的 四虎银腔 王忠 何章 刘如京 甚至也有进来行走江湖 见有声望的武当弟子陆建池 云比丘通敌一世 毫无疑问是除鱼龙牛马帮覆灭以来 江湖第一大事 如果连佛比白石都不能相信 江湖还有何正义可以信赖 有何人可以相信 有什么是真实不变的 莫非这世上 荡真没有什么 荡真能让人心向往之的圣徒 没有荡真能让人全心仰仗的力量 云比丘是角力桥的探子 他既然是角力桥的探子 那百川院历来的所作所为 荡真就是全然正确 不可质疑的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冤枉了什么好人吧 说不定在什么时候 为了角力桥 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 近来百川院所勤获的江湖凶犯 说不定就有几个是无辜的 对云比丘的质疑意起 接踵而来的便是满天风窘巢 稳立江湖十数年的 百川院大厦江青 无论江云比丘如何 再无法挽回百川院的声望 也无法挽回江湖人心 所以今日 纪汉佛号令一下 旁听之人甚多 百川院小小一个院子 朴素无华之地 静挤进了不少大人物 纪汉佛站顶之后 两名百川院弟子 将云比丘扶了出来 夕阳之下 但见他苍白如死 行销鼓励 不过十数日 这当年风度翩翩的美诸葛 但见头发花白 宛如一具活生生的窟窿 院内众人都是高手 平日云比丘虽然足不出户 与众人也有一二面之缘 突然见他变成这样 也是十分吃惊 但毕竟练起功夫都是好的 谁也没有说话 江纯 既汉佛说话也不客气 也不见院内挤的都是人 静止变道 将你近日调查所得 向众人公布 白江纯叹了口气 又呸了两声 今日百川院大事 有劳诸位远道而来 他一向也懒得说客套话 随口说了两句便直入正题 角力桥连破我七处大牢 百川院所保管的天下一百八十八牢的地图 已经泄露 前些日子大哥与我等兄弟相互追查 断定是比丘所到 他自己也已承认 根据我手下三十八路探子回报 比丘在一年之内 只身前往断云峰下 与龙牛马帮总谈四次 第一次停留三日 第二次停留十日 第三次停留十七日 第四次停留二十八日之多 百川院针对角力桥的几次围剿都未能成功 比丘也已承认是他走漏消息 此外吉祥闻莲花楼楼主李莲花 在阿泰镇后山遇害 比丘亲口承认 是受角力桥只是杀人 他那小小的眼睛四下扫了扫 根据以上所得 云比丘却是角力桥潜伏在百川院中的心腹 甚至百川院两名弟子佐三桥 秦伦未知死 也是比丘暗中下手 这番话说完 云比丘一言不发 全盘默认 众人面面相去 惊讶至极 几个与云比丘相识之人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既汉佛已道 身为百川院寺院之一 杀害同门即无辜 已是罪无可恕 何况与角力桥纠缠不清 是非颠倒 道行逆施 自今时今日起 云比丘被逐出百川院 所犯杀人之罪 今日以命抵命 诸位都是见证 什么 陆建池脱口惊呼 他游历江湖也有近年光阴 从未见过有地方判罪如此之快 行刑也如此之断然 短短数据 前因后果交代的一清二楚 接下来即刻行刑 使水拔出长剑 森然盯了他一眼 你问他自己该不该死 陆建池茫然无措 看着云比丘 却见云比丘闭上眼睛 点了点头 净利待死 院中众人面面相去 虽说早就听闻云比丘投了角力桥 猛见纪汉佛下令要杀人 仍是有些适应不来 如王中 何章 刘如荆等当年曾生死与共之人 已忍耐不住 想开口劝阻 便在众人蠢蠢欲动 抑郁开口的时候 云比丘点了点头 闭目待死 石水手中长剑微微一侧 映出一闪夕阳余灰 漠然无声向云比丘胸口刺去 这一剑并不太快 也没有风声 院内众人都是行家 人人都看得很清楚 这一剑虽然不快 也没有笑动风声 但剑路扎实厚重 气沉心稳 这一剑刺出 剑下绝无生还之力 一瞬之间 不少人心中生出悲凉之意 云比丘纵然此时糊涂 但当时年少 如山长津 潇洒风流 智绝天下 曾经倾倒多少归宗少女 谁知她之最终 竟是心甘情愿 为角力桥而死 为角力桥宁愿重盘亲离 甘心引颈救路 她曾成就多少工业伪计 曾救过多少无辜性命 曾为江湖流过多少血 浸赴石水这一剑之中 剑出如蛟龙 苍茫天地精 这是众人第一次看石水出剑 此人惯用长鞭 不知他一剑刺出 竟是如此气象 眼看转瞬之间 云比丘就将人头落地 叮得一声脆响 半截剑间翻空而起 受狂风所击 摇摇晃晃地落下 发出当的一声 石水依发皆扬 出剑之姿已经用老 人人亲眼所见 他手中剑已刺中云比丘的景象 但这一剑之威 足以断头 但云比丘并没有断头 断的是石水的剑间 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 在云比丘身后有人跃落当场 这人分明来得比石水晚 但一剑挥出 剑光如一道皮链舒展开来 姿态飘逸绝伦 也不见他用了多少力气 双剑相交 石水的剑间冲天飞起 招式用老 已无法再出第二剑 来者是谁 纪汉佛骤然目见此剑 目中光芒大圣 白江纯惊喜交集 却又不敢相信 难难地道 天 天啊 石水招式用老 就如定在当场 看着那白衣人 说不出半句话来 来人白衣障剑 面挂白纱 他手中握的是一柄极长的软剑 剑身极轻极薄 夕阳几于透剑而过 又似那剑光几于磅礴而出 闻 景 院中有人几乎不能控制自己的声音 那声音狂喜 颤抖 不可置信 却又极度恐惧 这一声闻景之后 云比丘末地睁开了眼睛 正开扶着他的两个弟子 谁也没有想到 他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 却是俯身拾起石水断去的剑尖 一剑往自己胸前插落 此时此刻 他竟还想着死 他竟不看他身后的文景 他竟铁了心以死相训 石水一正 一时没想清楚要不要救 却见来人叹了口气 伸手将云比丘持断剑的手握住 慢着 这突然现身的人 剑出如光月 使的是相仪太剑 用的是软剑文景 若非李相仪 却又能是谁呢 但这说话的声音 却是如此熟悉 只听他道 你执意要死 不是因为你爱极了角力桥 要与他同生共死 而不过是因为你赐了李莲花意见 他叹了口气 语气极是柔和 比丘 我既然没有死 你何苦执着 云比丘脸色惨白 全身颤抖 他几乎不敢回头去看身后那人 那人伸出手指 点了他身后数处穴道 这一伸手 人人都识得 这却是扬州曼之法 连他所点的穴道 都是李相仪当年贯点的 莫非这人真是 众人心中的惊奇与惊喜渐渐高涨 莫非这人竟当真是李相仪 莫非当年李相仪坠海当真为死 这也不是什么怪事 既然狄飞生为死 李相仪多半也未死 但他既然未死 这十二年来 为什么从不露面 放任孝子金当上四股门新门主 放任江湖上角力桥 兴风作浪 放任百川苑支撑大局 他又怎知云比丘 赐了李莲花意见 不少从未见过李相仪的 百川苑下弟子 以及陆建池之类的江湖晚辈 都不知不觉期盼 这突如其来的前辈高人掀开面纱 好让后人异度真容 李相仪留下太多传说 诸多意识 样样都足以让人心向往之 却听云比丘全身颤抖剑指 慢慢抬起头来 云比丘当年下毒在前 此番剑创载后 还有何等面目已对门主 他颤声道 为死而已 白衣人轻轻拍了拍他的头 温言道 你若死了 岂非要让后世千秋 说他们残害手足 蒙昧无知 太傻 太傻 他的身姿看来远比沟楼憔悴的 云比丘挺把年少 出言却是温声安慰 有弱长辈 你灭了鱼龙牛马帮 毁了角力桥的根基 李相仪若是不死 必定以你为傲 旁人听着这两人的对答 越听越是糊涂 云比丘说当年下毒在前 此番剑创载后 当然指的是李相仪 但挨他意见的人是李莲花 而面前这人若是李相仪 又怎会说出李相仪若是不死 必定以你为傲 这等话 但最吸引人注意的不是这些 而是这人说你灭了鱼龙牛马帮 毁了角力桥的根基 这话听来未免太奇 谁都知道灭了角力桥总坛 杀了角力桥的是四顾门的少年军师傅恒阳 只见这白衣人提起放在地下的一个包袱 打开包袱 包袱里是一件灰白破旧的衣裳 衣巾上沾满血污 衣上下放着一管黄色竹筒 他提起那件衣裳 指着衣裳上一个破口 这是李莲花玉席知识穿的衣服 李丘这一件虽然惯凶而入 但避开心脏要害 各位都是剑术行家 料想看得清楚 院内众人面面相去 这一件却是偏了 白衣人翻过那件灰衣 指着衣袖下一块色字 这里有一块黄色印痕 这里也有 他指着衣裳上十数处黄色痕迹 在拿起包袱里 那管黄色竹筒 将竹筒印在衣裳上的印痕之上 你们看 这些黄色印痕来自这种竹管 他晃了晃那竹管 而这个东西 你们可知是什么 七药火 人群之中刘如今突然道 这是七药火 白衣人缓缓放下那竹管 不错 这是江南霹雳堂所制的一门火器 叫做七药火 引燃之后高空爆炸 火焰凌空而下 飘洒七色剧毒磷粉 是沙伤面极强的一种火器 它唇齿微奇 一字一字地道 云比丘为了向角力桥的总坛内 运入这种火器 一见沙伤李莲花 借用他的身体掩护 运入一十八枚七药火 角力桥多一善变 这是唯一运入大批火器的方法 什么 白江纯突然跳了起来 莫非莫非其实 他指着云比丘 尸声尖叫了起来 比丘不是角力桥的卧底 而是百川苑在角力桥那的卧底 不错 白衣人柔和的声音听来极其入耳 云比丘在普杜寺谱神河上伤人一事后 针对藏书楼下的地道进行了调查 追查到白江纯门下弟子左三桥头上 他没有揭发左三桥 悄悄将他杀了 然后给角力桥写了封信 说起旧情难忘 情难自已 又说左三桥做事败露 他已杀人灭口 角力桥让潜伏百川苑的另一个探子秦伦未回报 说却有此事 两人就此通起信来 他从怀里取出一叠书信 这都是比丘的亲笔 白江纯接过信件 这些就是从他手中悄悄溜掉的密信 他看东西看得极快 一阵翻阅 越看越是惊讶 白衣人继续道 比丘为博德角力桥重新信任 对角力桥言听计从 奉上天下一百八十八楼的地图 分析百川苑的弱点等等 花费了大半年的功夫 终于获得角力桥的信任 于是他动身前往鱼龙牛马帮的总坛 针对角力桥所摆设的机关 进行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剑岩修建含铁铁龙 剑岩将那些自地牢中救回的恶人 放入痴迷殿 剑岩在庭院中摆设自己的太极鱼镇 云比丘做了许多剑岩 角力桥采纳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他露齿一笑 而角力桥从一百八十八牢中救走的人中 藏有云比丘的暗装 获救之后对角力桥言听计从 并没有被投入痴迷殿 角力桥对他为以重任 这人却在痴迷殿殿殿破的同时 启动机关让整个总坛机关进回 接着燃放杀伤力极强的七要火 机关技破人心涣散 天又降下雷雨火焰 毒雾弥漫 鱼龙牛马帮非覆灭不可 继汉佛纳克版的面孔上 难得露出激动之色 此言当真 当真 白衣人从包袱里再取出一柄匕首 云比丘身受重伤 起源是他为了扫平覆灭鱼龙牛马帮的障碍 孤身一人动手去杀雪公公 雪公公 白江纯失声惊呼 这人还活着吗 白衣人汉手 避过手中的匕首 白江纯眼间那粉色匕首 变了颜色 这是小桃红 他自然认的 小桃红自康慧和暗后 一直收在百川院兵器房中 除了他们佛比白十四人 无人能够拿到 白衣人继续道 比丘自背后偷袭 确实杀了雪公公 不过雪公公宾死前一记反击 也让他吃了许多苦头 你们治不好他 是因为雪公公独门真理雪荣华 十分难治 听说 中他长法之人 非望穿花不可救 原来如此 既汉佛汉手 阁下对比丘之事 如数家珍 不知阁下究竟是谁 事到如今 可愿意让我们一见 你的身份 这 白衣人略有迟疑 既汉佛又道 阁下所取来的证物 是李莲花所穿的衣服 是压在李莲花身下的火器 又是角力桥与云比丘的私人信件 不知这些东西阁下从何而来 他淡淡地问 不是伪造的吧 当然不是 白衣人叹了口气 接下了自己的面纱 众人一起望去 只见眼前人长眉纹雅 面目熟悉 正是李莲花 众人从中 一人爱哑大叫一声跳了起来 骗子 骗子 你还活着 李莲花对施文爵笑了笑 施文爵一呆 这人他本已很熟悉了 然而此时换了一身新的衣裳 握了一柄传说中的剑 却突然好似有些变了 他说不上来何处变了 心里一阵发空 茫然道 骗子 你没死就没死 好端端的假冒李相仪做什么 此言一出 院中中事兴起了一阵哗然 如王忠 何章 刘如荆 以及陆建池等人 与李莲花都有见面之缘 正是与私人如此熟悉 所以越发认定 这人绝非李相仪 绝无可能是李相仪 然而 然而有些事原本一清二楚 只是人中不忍承认那些当年风华绝代的往事 会陨落成庸庸碌碌的如今 无论此人那眉眼是何等熟悉 他不能是李相仪 嗨嗨 云比丘的声音虚弱而疲惫 门主 他这一生门主 寄汉佛脱口而出 门主 白江淳也叫 门主 石水却叫的是 大哥 他的年纪比李相仪略长 然而自当年便叫他大哥 那是心悦成福 出自肺腑 王中几人面面相去 一震一惊 就此败了下去 四虎银枪 王中 何章 刘如今 见过门主 陆建池悍然退开几步 诗文诀茫然四顾 院中百川院弟子一起行礼 百川院下秋少和 曾孝 王部 欧阳龙 拜见门主 寄汉佛大步向前 几人将李莲花 和云比丘团团围住 心中惊喜到了极处 面上反而扭曲了 竟说不出话来 李莲花叹了口气 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 比丘 云比丘双目仍是无神 自当年必查事后 他时事无时不刻不想死 苟延残喘十二年 终于灭了角力桥 见了李相仪 苍天待他不薄 此生再无可恋 何必再活 但李莲花手里是一只 青碧色的小花 花枝晶莹如凝露 似乎触手可容 白江唇神色一阵 这是 李莲花道 这是望穿花 他将那小花递到云比丘手中 这是四股门 傅恒阳的一番心意 云比丘毫无神采的眼中 终于泛起一丝亚然 傅恒阳 李莲花汉手 我从段云峰来 若非傅恒阳元首 要从烧成一片废墟的角力桥总盘里 找到这些东西 无意大海捞针 李莲花解释了几句 众人才知道 当夜是他与迪飞生击破痴迷电铁牢 放出那些行尸走肉 之后 迪飞生截住角力桥 他离开角力桥的总盘 回到段云峰峰巅 他在段云峰峰巅 找回了血衣 取回了信件 却寻不到文景 山下形势已定 他便写了封信给傅恒阳 李莲花自然不说 他未写这封信 在山顶上折腾了好几天 顺带养了养身子 写了三五字 他便要等上半日 才会抓住那黑影晃过的瞬间 再写三五字 那封信写得他出了好几身冷汗 他是傅君师之己 自然知道四顾门此番功成名就 刘芳百事之余 傅君师必定糊里糊涂 大惑不解 于是简略将云比丘 一番苦心写了写 请傅君师派遣人手 帮他从烈火于尽中 找到小桃红 烈焰烟火以及文景 傅恒阳这次居然行动极快 非但调动百人在火场中翻寻 自己还亲自由小清风赶回 与李莲花做了番祥坛 最后文景在角力桥 闺坊的暗阁中找到 云比丘留在鱼龙牛马帮的杀手锏 应当还有不少 但一时之间也难以凑全 取到几样关键之物 云比丘受判之日也到 李莲花快马加鞭 在今日清晨赶到青原山 又在石水出手行刑之时 救了云比丘一命 傅恒阳非但由小清风亲自赶来 还为李莲花带来了一样意外之物 望穿花 她只当雪公公死于李莲花之手 又知雪荣华霸道邪功 若为雪荣华所伤 非望穿花不得救 既然傅恒阳有此用心 干巴巴的千里送来 李莲花自然是顺手牵阳 将望穿花带来 不想云比丘当真有伤 正是雪中送叹 一切起伏 似如此平淡无奇 又似如此触目惊心 诗文诀呆呆地看着李莲花这丝 被簇拥在人群之中 既汉佛脸色扭曲青铁 那是太过激动之故 白江唇大呼小叫 石水牢牢盯着李莲花 仿佛这人一瞬间便会消失在空气之中 王忠和张己仁议论纷纷 陆建池之流探头探脑 即是迷惑 也是万分的好奇 他一直以为李莲花这丝 平生最怕顶在前头 逢是必要拖个垫脚石 即便是热闹 他也是最好将别人一脚踢入热闹中去 自己一旁喝茶窃喜 他从来不知李莲花在人群之中 居然能左右逢源 含笑已对 他目光所指 手指所向 犹若光滑万丈 成彻名透 那一大群人很快簇拥着李莲花走了 因为云比丘伤重 李莲花 呃 不 李门主要为他治伤 有望穿花在 云比丘是那孤身涉险 历破鱼龙牛马帮的功臣 李门主当然要为他疗伤 诗文觉很困惑 他觉得惊心动魄 那个人就这么活生生的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就像活生生看了一场画皮 旁人都在欢呼雀跃 他只觉惊悚可怖 那个人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与他相识了六七年 如果他是李向怡 为什么要假扮李莲花 他茫然无措 跟不上人群 如果他一开始就是李向怡 他一开始就是个天神 他为什么要在地上挖个坑 把自己埋进去 假装自己是个土豆 那样 很有趣吗 看着其他土豆与他称兄道弟 毫不知情 看着其他土豆为他担忧着急 破口大骂 他是觉得 很有趣吗 老子和你相识六年 有多少次你在看老子笑话 有多少次你耍了老子 诗文觉瞪着那个李门主 他不知道该高兴还是难过 心里却冒着火气 呸了一声 他掉头而去 李莲花被簇拥着进了了园 而后众人自觉地退了出去 关上房门 等李莲花为云比丘疗伤 云比丘服下望穿花 盘膝坐在床上 李莲花照旧自他头顶百会 灌下扬州曼珍利 助望穿花要力运行 屋内真气阴晕 一片安静 一顿饭功夫之后 李莲花轻轻点了云比丘几处穴道 让他睡去 靠在床上 叹了口气 他对衣术一道半通不通 云比丘真气已然贯通 那韩正他是无能为力 看着云比丘满变滑发 李莲花又叹了口气 望了望自己一身白衣 颇有些愁眉苦脸 这身衣服珠光隐隐 脚白如月 便是迎朱甲 他知道比丘对他负就太深 十二年前害他中毒 十二年后 未灭角力桥 又不得不行此下策 赐他一见 此后一心已死偿还 若李相仪不宽恕他 即便是纪汉佛宽恕了他 他也必悄然自尽 他自己逼死自己 相逼十二年 事到如今 他自认终可以咽弃 若无神迹 纵有绝世神药 也救不了他 所以李相仪不得不 自那海底活了回来 李莲花小心翼翼地 把那雪白的绣角 从床檐扯了回来 云比丘一心求死 根本不打扫房间 屋里四处都是灰尘 他的童子又不敢入屋 只怕被他那正式圈住 三日五日都出不来 李莲花将衣袖扯了回来 欣然看见他还是雪白的模样 秃得又叹了口气 错了错了 若是李相仪 全身真力充盈澎湃 衣角发丝无不韵力 岂有沾上灰尘的道理 想那李相仪 即使在大雨之夜 奔行于树林之中 雨水落叶沾衣挤走 一一弹开 哪有污浊衣裳的道理 何况这区区尘土 李莲花想了半日 她难得坐下来 认认真真思索 李相仪的所作所为 想了半日之后 不得不承认 她伪实不知 当年李相仪 成日将浑身真力 浪费在衣裳之上 是为了什么 人在少年之时 果然就不该铺张浪费 看到的老来 便想多一点 气力欲寒微暖 也是不可得 李相仪那时候 就是为了潇洒吧 李莲花穿着那身白衣 自怨自以 当年那些白白浪费的力气 又觉着屋里到处裂缝 寒风四通八达 难怪比秋住在这里 要的寒症 看这张床上 常年累月一袭薄贝 其中又无棉絮 床板上也无垫入 竟连枕头也没一个 日日睡在这光溜溜的木床上 日子确实要怎生过 她在床上做了会 觉得太冷 下了床 将云比秋那些 冬一堆西一堆的书 一一收好 扶去灰尘 依照顺序分了种类 收回她书架上去 随后自然而然 拾起块抹布 开始抹桌子 待她把桌子抹完 地板扫好 突然一将 哀呀一声大惊失色 错了错了 李向一那斯孤高自傲 连吃饭 有时都有美女 争着抢着喂她 怎会扫地 错之大乙 谬之深也 万万不可 她连忙把刚才收好的书 都搬了回来 苦苦思索 云比秋那太极余震 按照原样 给她一一摆了回去 一阵手忙脚乱 李莲花好不容易将屋里 自干净整洁 又摆弄回一地阵法的模样 正在思索是不是要去院里 摸点砂石尘土 往四处撒上一撒 以求为妙为笑 床上云比秋突然咳嗽了两声 缓缓睁开了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觉得如何 耳边有人温和得到 声音很是熟悉 她恍惚了好一阵子 唇齿微微一动 门主 那人点了点头 云比秋眼中湿润 我 我 比秋 那人的声音如此熟悉 熟悉倒是太熟悉了 又是很陌生 当年东海之宾 我一人独队金约蒙两艘大船 前无去路 后无援兵 我与金约蒙苦战一日一夜 战至少失失落 立查独发 虽然击沉金约蒙两艘大船 但那时在我心中恨你入骨 云比秋情不自禁 全身颤抖 她几乎不敢想象 当日李相仪究竟是如何活了下来 牙齿打颤 咯咯作响 那人叹了口气 后来我败在狄飞生掌下 坠海之时 我立誓绝不能死 她一字一字地道 我立誓即便是坠入地狱 我也必爬回来复仇 我要杀你杀角力桥杀狄飞生 甚至我想杀纪汉佛 白江纯为何我在最痛苦最挣扎的时刻 苦等一日一夜 那些煞穴为兄弟的人 竟没有一个前来援手 没有一个为我分担 甚至将死之时 没有一个为我送行 她的语气末地有了些起伏 当日之事都上心来 所立之事 字字句句 永不能忘 云比秋睁大眼睛 这一瞬间几乎已是个死人 但其实人命如此缥缈 那人微微叹了口气 并非我发下多毒的毒事 怎样不愿死 就能浴火重生 她顿了一顿 缓了缓自己的心境 我坠海之后 沉入海中 后来挂在狄飞生木船的残骸之上 浮出了水面 云比秋听到此处 顶住好久的呼吸终是松了 突然剧烈咳嗽起来 嗨嗨嗨 嗨嗨嗨 我以为很快就能向你们索命 说话的人与其渐渐带了点笑 仿佛在那以后 一切都渐渐变得轻松 但我受敌飞生一掌 伤得太重 养伤便养了很久 而比起养伤 更糟糕的是 我没有钱 云比秋一呆 李莲花道 我那时伤势沉重 既不能种地 也无法养育 更不必说砍柴织布什么的 云比秋沙哑的道 那 那她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 你可记得 四股门门主 有一面令牌 李莲花陷入回忆之中 门主令牌 剑牌如剑人 令牌之下 刺生则生 刺死则死 云比秋 点了点头 门主令生杀语夺 所到之处 武林无不振服 李莲花露齿一笑 我拿她当了五十两银子 云比秋黯然 那门主令牌 以南荒翠玉雕成 行作麒麟之太 刀剑难伤 唯妙唯孝 所值何止千两 那是何等尊贵荣耀之物 此令一出 天下慈福 若飞到了山穷水尽 无法可想的潦倒困境 李莲花岂会拿她去当了五十两 我故人将狄飞生的船楼 从木船残海上拆了下来 改为一座木楼 李莲花继续道 我在东海之滨住了很久 刚开始的时候十分不惯 她笑得尤为灿烂 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十分不惯 我常常到了吃饭的时间 才发现没有钱 云比秋忍不住问道 那五十两 那五十两被我花去了十几两 就为了捡个木楼 不然日日住在客栈之中 未过几日我便又一穷二白 李莲花叹道 那时候我没有存钱的念头 剩下那三十几两装在钱袋之中 随手一放 也不知何处去了 不过幸好我找了个房子 有个地方住 她微笑起来 我弄丢了银子 好长一段时间便没空去想如何报仇 如何怨恨你们 我每日只在想能在什么地方比较体面的弄些吃的 云比秋脱口而出 你为何不回来 一句话没说完 她已知道错了 李相仪恨及四股门 她是何等孤高自傲 即便饿死又怎会回来 李莲花笑了 啊 有些时候 我不是不想回来 她悠悠地回忆 我也记不太清了 有些日子过得糊里糊涂 太难熬的时候 也想过能向谁求助 可惜天下之大 李相仪交友广多 劫愁遍地 却没有一个能真心相托的朋友 她轻轻叹了口气 也就是少年的时候 浮华太甚 什么也不懂 略略敬了一会 她又笑道 何况那时日躺在床上 有时爬也爬不起来 即便是想回来 也是痴心妄想罢了 云比秋越听越是心惊 听她说的轻描淡写 却不知是怎样的重伤 方能令身怀扬州曼的李相仪 沦落如此 见她此刻风采如旧 半点看不出那是怎样的重疮 又听她继续道 后来 能起身的时候 我在屋后种了许多萝卜 李莲花的颜色 微微飘起 仿若看到了极美好的过去 那时候是春天 我觉得萝卜长得太慢 一日一日地看着 一日一日地数着 等到看到地里 有萝卜肚子顶出土的时候 我高兴得 差点痛哭流涕 她略有自嘲地勾起嘴角 从那以后我没饿过肚子 再到后来 我种过萝卜 白菜 辣椒 油菜什么的 曾经养了一群母鸡 她想着她曾经的那些母鸡 眼神很柔和 再后来 我从水缸里捡回了我那三十几两银子 过了些日子 不知不觉 莫名其妙地攒够了五十两银子 她慢慢地道 那距离我在东海坠海 已过去了整整三年 云比丘嘴里一阵发苦 若她当年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宁愿自己死上千册万次 也绝不会那样做 我带了五十两银子 去当铺赎那门主令牌 李莲花在微笑 那令牌还在东海之宾 贫瘠的小鱼村里 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但令牌虽在 我却舍不得那五十两银子了 她悠悠地道 门主令牌 与五十两银子 我在当铺前头赚了半天 最终没有把她赎回来 之后我种菜养鸡 有时出海钓鱼 日子过得很快 等我有一天想起你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忘了为何要恨你 李莲花耸了耸肩 瘫了瘫手 碧海青天 晴空万里 我楼后的油菜开得鲜艳 门前的杜鹃红得一塌糊涂 明日我可以出海 后日我可以上山 家中存着银子 水缸里养着金鱼 这日子有何不好 她看着云比丘 眼中是十分认真的诚挚 我为何要恨你 云比丘张口结舌 李莲花一本正经地看着她 你若非要找个人恨你 李相仪恨你 但李相仪当真已经死了很久了 云比丘默然 若你非要李相仪活回来原谅你 我可以勉强假扮她活回来过 李莲花叹气 她恨过你 但她现在不恨了 她觉得那些不重要 那些是不重要 云比丘轻声道 若那些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 以后的事 你该养好身体 好好习武 你喜欢读书 去考个功名 或是娶个老婆什么的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好 李莲花十分欣喜地道 如你这般聪明绝顶 又英俊潇洒的偏偏家公子 如方多病那般 娶个公主什么的 岂不大好 云比丘古怪地看着她 半赏道 当今皇上只有一个公主 公主这东西四处都有 吐蕃的公主也是公主 苗寨的公主也是公主 你说那西南大山中许多苗寨 少说也是二三个公主 李莲花正色道 云比丘常常吐出一口气 一时无话 看了李莲花一眼 我饿了 五心无牵挂 云比丘原来并非脚立桥的探子 却居然是自我牺牲 孤身涉险的英雄 这事在江湖中传扬开去 顿时引起轩人大波 大部分人对百川苑多方赞誉 许多感慨 也有不少人侧目冷笑 只做看戏 但这事只是个开端 现在江湖之中人人知晓 云比丘之所以没死 之所以能够平反 你我之所以能知晓他的功绩 是因为一个人死而复生的关系 那人俊美如玉白衣杖剑 犹如天神将士 一出手便救活云比丘 几句话便为云比丘平反 在场据传闻 共有十几位江湖大豪 却竟无一意义 这有若天神将士 二郎神现身的仙人 便是那传闻多年 据说已死的相依神剑李相仪 那人啊 江湖传闻已死多年 你不知他其实是远去彭莱修仙 如今修仙大成 他自然归来 如你这般凡夫俗子 自是无缘见的 至于李相仪就是李莲花这世 那日各位大侠并未多言 虽然也有些流言传出 却并无多少人当真相信 不过当作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的又一笑谈 本来嘛 你说那白衣常见 激战敌飞生的绝代折仙 怎会与那浑浑噩噩 鬼鬼祟祟的吉祥闻莲花楼楼主 李莲花有什么关系 那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拍马也并不到一起去 云比丘终没有再寻死 四顾门等他商议 大家好好醉了一场 李莲花在百川院住了几日 说要去看天池中的莲花 与众人一一道别 飘然而去 东海之曰 一号手穷京 京师东南 傍山面河之处 有一栋金碧辉煌 占地颇广的宫殿 京师人士都知道 这是昭陵公主 与驸马的府邸 皇上赐名梁府 梁府内花团锦簇 灯笼高挂 各色鹦鹉 雀鸟唧唧唧 秋色虽已见智 府内却犹如圣春一般 这富贵繁华到了 极处的府邸之中 开满紫色小花的池塘之旁 有个人穿着一身锦袍 手里拿着一串珍珠 顺手拆了下来 挣一颗一颗 往那池水中射去 啪的一声 正中一片荷叶 再啪的一声 打落一只脸蓬 水面上七零八落 均是断枝碎叶 连衣不断 水波荡漾 联合颤抖 鱼虾逃逆 驸马 公主有请 身后花园之中 前来通报的丫鬟 娇小玲珑 十分温柔 没空 对着池塘丢珍珠的人 兴兴的道 公主说 如果驸马今晚回房睡 他有个消息保管 让驸马高兴起来 什么消息 对着池塘丢珍珠的人 祈祷 他日日坐在家中 还有什么新消息 是他知道 本驸马不知道的 温柔的小丫鬟 十分有耐心的笑了 刚刚府里来了一位客人 池塘边的人 疏地一下 如猴子般跳了起来 什么客人 小丫鬟痴痴地笑 听说是江南来的客人 我可不认识 公主正在和他喝茶 不知驸马可有兴趣 他的话还没说完 那驸马一剑一般地 向着听风阁奔了过去 这对着池塘丢珍珠的 猴子一般的驸马 自然便是方多病 听风阁 公主梁府中最高的观景楼阁 位于取悦潭中心之处 于水面上凌空而驾 微风徐来 联合飘荡 四面幽香 故儿府中有重要客人来访 公主都在听风阁待见 今日来的客人是谁 方多病的轻功身法 堪称数一数二 三下两下变上了听风阁 听风阁中摆有横琴一句 棋盘一块 其中两人念子正在下棋 有婢女府琴助姓 雅月叮咚 似是十分高雅 那下棋的两人 一人发脊高丸 朱差巍峨 正是昭灵公主 另外一人面黑如铁 腰叉折扇 却是诗文绝 方多病争了争 昭灵公主奄然一笑 我叫你下棋的时候 倒是不见你跑得这么快 方多病摸了摸自己的脸 若有所思地看着两人 在看着弹琴的婢女 下棋的时候还要弹琴助姓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昭灵公主掩面而笑 笑得名模婉然 我等心智清明 岂会让区区琴音 扰了算路 方多病耸了耸肩 事事事如我这般心智糊涂的 下棋时就听不得琴声 她瞪了诗文绝一眼 你来做什么 诗文绝粘着一粒白紫 阴森森的道 老子掐指一算 知道你在京城坐驸马 已坐得快发疯 所以特地来救你 她肆无忌惮地 在昭灵公主面前说出 坐驸马坐得快发疯 公主倒也不介意 仍是颜若春风 妙目在方多病脸上 瞟来瞟去 笑隐隐地觉得甚是有趣 老子发不发疯和你有什么关系 方多病反唇相机 公主貌美如花 这里荣华富贵 老子用冰糖燕窝洗脚 用大红袍包带搓背 拿万年灵芝披了当柴烧 没事拿叶明珠当弹珠玩 日子不知过得有多舒服 公主听得痴痴直笑 诗文决斜眼看着她 冷冷地道 你若真是这么舒服 那我便不打搅了 方多病不料她说出这句 呆了一呆 怪叫道 你跑到我这里来 就为了和我老婆下一盘棋 听一听这老墨紫琴 诗文决两眼望天 是啊 不行吗 方多病大怒 放屁 你这人若是无事 只会在青楼和赌坊中鬼混 还知道自己是谁 快说 出了什么事 诗文决冷笑 你不是在这里日子 过得很舒适吗 我怕驸马爷过得太舒服了 江湖险恶 万一伤了驸马爷一根寒毛 谁也消瘦不了 是死莲花出了什么事吗 方多病压低声音 低沉地问 恶狠狠地道 除了死莲花 你还会有别的事 跑到我这里来 李莲花 诗文决两眼翻天 李楼主风华正茂 光辉意义 那神仙风采 岂是我一介凡人 所能冒犯的 他好的不得了 哪里会有什么事 方多病争了一阵 莫名其妙 什么 李莲花风华正茂 神仙风采 诗文决势头被驴子踢了 还没醒吧 你那里楼主 吉祥文莲花楼楼主 李莲花 就是十二年前 与狄飞生一起坠海的四股门主 香仪神剑李相仪 诗文决冷冷地道 你知道了吧 他会有什么事 虽然 他略略顿了一顿 他知道李莲花身上有伤 伤及三交 但那伤在李莲花身上 和在李相仪身上 是浑然不同的 伤在李莲花身上 李莲花多半就要死 伤在李相仪身上 李相仪绝代武功 交友广阔 纵横天下 无所不能 又岂会真的死在 区区三交受损的伤上 过往的一切担心 都不过是一场笑话而已 方多病听见了 眨了眨眼睛 笑了起来 你撞到头了吗 诗文决大怒 跳了起来 你说什么 方多病指着窗外 天都还没黑 你就开始说梦话了 还是你来的时候 在路上摔了一跤 头上受了什么伤 他妈的 老子好端端的 哪里有什么伤 方多病很同情地看着他 就像看着个疯子 我很想相信你说的话 可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本就不是 他大喇喇地摊手 你昨天晚上睡觉 从床上滚下来了吧 还是你又被哪个青楼女子从床上踢了下来 诗文决暴跳如雷 他奶奶的 你给老子去死 你给老子去死 他狠狠撂下一句话 狄飞声重出江湖 挑遍各大门派 只怕你方氏也在其中 叫你爷爷小心点 他已放下话来 8月25 当年四顾门与金约盟决战之日 他与李向宜东海在战 一决雌雄 哈 方多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向宜没死 真的没死 没死 诗文决淡淡的道 不但没死 普天之下再没有谁 比你与他更熟了 方多病却没听进去 兴奋的道 8月25 他们要在东海之宾再掘雌雄 天啊天啊 12年前老子还没出道 没赶上热闹 现在竟有机会了 李向宜竟然没死 天啊天啊 他竟然没死 他揪着诗文决的衣裳 你看过李向宜生的什么模样没 是不是风神俊朗 天下第一 他的新剑是什么模样 这十几年来他去了哪里 可有练成什么新的绝招 诗文决看着这个语无伦次 兴奋的手舞足蹈的家伙 叹了口气 突然觉得他很可怜 和自己当时一般的可怜 等去到东海之宾 亲眼见到那场惊天决战的时候 这个家伙 也是会恨他的吧 二部硅谷 李莲花现在牵了匹白马 正在荒山野岭中走着 李向宜现实 江湖为之沸腾 传说分成 顿时就生出许多故事出来 听说昨日他在大明湖畔英雄救美 前日在西域大漠仗义行侠 大前日在雪山之巅 施展出一记绝世神功 融化万年冰雪 顿时那山下干旱的耕地 如获甘林 造福一方水土云云 那故事中呼风唤雨 瞬息之间从江南到西域 又到雪山的仙人牵着匹白马 正在一片人际罕至的山谷中走着 这山谷下水气甚重 到处是淹没脚踝的死水 文盈肆虐 虫舌爬行 李莲花走得万分辛苦 那匹马鼻息喷动 嫌也是十分的不耐烦 他从百川院出来 李向宜现实 李莲花便不能活 何况李向宜复活 孝子金怎声饶得了他 所以从百川院出来 他全神贯注地就在思索 究竟要躲到何处去 方才安全 长白山天池既高且远 其中估计并没有什么莲花 所以他就牵着百川院 给他的那匹白马 慢条斯理地走入了不硅谷 但凡山川大漠 人计罕至之处 必有什么不归路 不归河 不归山 不归峡 等等等等 而不归谷便是其中最最普通的一种 于是李莲花看到谷口不归谷三字 也为做思量 李索当然欢欢喜喜地走了进去 走进去了以后 他立刻就后悔了 这山谷不大 却十分狭长 谷底潮湿泥泞 生着许多奇形怪状的浮草 空气十分潮湿 呼吸起来分外困难 山谷两侧树木茂密 蛇虫出没 乌鸦横飞 地上时不时有残破白骨出现 却是充满了不归的气氛 李莲花身上那件营珠甲 不过多时便溅满泥泞 幸好此一刀剑难伤 换了他莲花楼里的那些旧衣 只怕早已变成一条一条的 他没有骑马 一手牢牢抓着缰绳 一步一步艰辛地往前走 他没有骑马 是因为他看不见 眼前的黑影慢慢地从一团 变成了两团 当他走进不硅谷的时候 眼前的黑影似乎融化开去 变成了千千万万 飘忽不定的鬼影 时距时散 变幻急转 扰乱人心 李莲花耳中耳鸣 眼前目眩 心力交瘁 索性闭上眼睛 反正他睁着眼睛 也差不多是个睁眼瞎 而白马他却不敢坐了 一是他看不见 若是这大马路过一棵大树 白马从树下悠然经过 他不免从树上凄凉摔下 二是他不知从何时开始 有些未高 坐在马上有些坠坠不安 所以便牵着马匹 让这大马为他领路 但被一头畜生牵着走路 目不能是走在诡异莫测的 不归谷中 脚下高一步 低一步 踩的都是污水 空气污浊闷热 李莲花越走越是困难 渐渐跟不上那匹大马 走上一步 他要患上三四口气 心下万分后悔 照此下去 尚未找到个万全的藏身之地 倒是先找到个万全的埋骨之所 呀 的一声鸭鸣 啊啊 一溪四面八方突然多了许多乌鸦 李莲花睁开眼睛 只见头顶之鸭茂密 已走到了一处山溅边上 树林之中 抬头一看 乌鸦满天乱飞 低头一看 地上一具尸首 他认出那是巨女尸 此处林木茂盛 白马蚁无法前行 只听前面树林之中 兵刃娇明之声剧烈 仿佛正有一场混战 诶 他一时打不定主意 是不是要去瞧瞧热闹 就算他前去看热闹 以他这眼睛 只怕也是看之不清 突得戈拉一阵之夜崩塌之声 一物从天而降 他本能地往后一闪 只见纳乌帕拉一声 跌落在方才那具女尸身上 定睛一看 又是一具女尸 抬头望去 只见那女尸上方 正巧有个枝叶稀疏的缺口 导致被抛过来的尸体 弹了几弹之后 跌落在自己面前 眼前的黑影 恰于这一瞬间飘过 地上的女尸身着蓝色衣裙 衣裙上绣着太极图花边 以这身衣裳这种颜色而论 很像是某一种门派特有的衣裳 李莲花忙着看女尸 那匹大马却嫌弃临下地方狭小 潮湿一长 哗啦一声便从树丛中挤了出去 林外五六个蓝衣女子 正和一人打斗 五六柄常见见光闪烁 招呼来招呼去 但见见起纵横 花招流转便是招呼不到人身上去 在那五六个蓝衣女子中间 有个黄色人影飘忽来去 身形潇洒异常 便是在李莲花这等眼睛看来 也知这人武功远在那五六名女子之上 想要脱身早就能脱身了 却不知道在众女之中飘忽来去 究竟是为了什么 杀了你这侮辱三师妹的狗贼 杀了她给七妹八妹报仇啊 狗贼 打斗之中隐约飘来几句叱咤 李莲花恍然 中间这位黄衣人 莫约是调戏了这些女侠其中的三师妹 结果众女持剑追来 武功不敌 让她杀了两人 看着报仇的架势 此时是黄衣人为下杀手 否则只怕三下两下 这一妹二妹四妹五妹六妹等等 很快都要静待十一妹十二妹十三妹等等 二十年后为他们报仇了 李莲花忍不住叹了口气 看着青一色蓝色衣裙 袖着太极 显而易见都是峨眉弟子 便在此时 那黄衣人已决不耐 扬起手掌便带往其中一女头上披落 她若不是看在这些峨眉女弟子年轻貌美 各个体态窈窕的份上 早就将她们的脖子一一扭断 这人武功极高 这一掌披下 这十六七岁的蓝衣少女不免即刻变成了一团血肉 此时一匹白马刺了一声从极茂密的树丛中钻了出来 忙着打斗的一妹二妹一回头 只见那白马虽是全身湿淋淋的宛如涉水而来 却是健壮挺拔 姿态优雅 这显示一匹好马 黄衣人一正 那向蓝衣少女拍落的手掌略略一顿 立声鹤问 什么人 但听述从之中一声清咳 一人缓步而出 众蓝衣少女只见来人衣裳掠湿 一袭白衣光润皎洁 不沾尘土 虽是走得甚慢 那一态却是咸雅 又见这人温文尔雅 与面前这黄衣淫贼相比 自是气质高滑 不免心生好感 且慢 那白衣人道 黄老前辈 别来无恙 那黄衣人杀气大赤 森然盯着白衣人 你是何人 李莲花微微一笑 却不回答那句 你是何人 指道武当皇妻 武当紫霞掌门的师兄 老前辈当年在武当山上 鸡威颇重 人人敬仰 却为何今日竟成了 无端杀害峨梅弟子的兄徒 这银贼竟是武当皇妻 那些蓝衣少女 惊出一身冷汗 有些人即刻奔入树丛 去寻同门姐妹的尸首 峨梅弟子被武当皇妻所杀 此事传扬出去 无疑又是一桩丑事 你是何人 黄妻立声问道 她其实在一品坟一世 就与李莲花照过一面 不过当时李莲花假扮妓女 将自己一张脸 图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此时黄妻自然并不认得 李莲花仍不回答 又笑了笑 老前辈大约是从断云峰下 逃出来的吧 黄妻黑了一生 她却是从断云峰下大火中脱身 当日她被霍平川带回百川院 关入天下第六牢 不久便被角力桥劫走 后边一直留在鱼龙牛马帮 她偷香的手 又见众女都是年轻貌美 本来无意杀人 后来逃入不归谷 众女穷追不舍 她已决不耐 杀了两人 若是这白衣人不出现 她已打算将这剩下的六人 一起杀了 而这突然出现的白衣人 居然认得她 这让她杀鸡顿生 我是谁 从何处来 死人有必要知道吗 黄妻一声宁笑 一掌便向她直批而来 李莲花往侧一闪 温言道 峨眉派众位女侠 此人武功高强 与之纠缠不力 还请尽快离去 黄妻这一掌 从她身侧掠过 带起衣媚微飘 姿态倒是烈烈潇洒 这位少侠 你为我姐妹拦住这个魔头 我们怎能就此离开 那一群蓝衣少女中 有人脱口而出 随即红了脸 万万 不能 李莲花一汗手 不再打话 黄妻一掌不忠 足踏八卦 伸走游龙 竟是使出武当绝学 八卦游龙 衣袖古风 乃是武当武重进 双式合一 要将李莲花立弊掌下 笑得一声微响 峨眉众女眼见黄妻微视 一颗心刚提了起来 乍然见一抹光滑 一闪而逝 就如空中陡然有蛛丝掠光一闪 黄妻井上乍然喷起一片鲜血 手掌尚未拍出已骇然顿住 众目睽睽之下 只见一柄极薄极长的软件已然圈住黄妻的颈下 这一剑究竟为何能如此之快 当真是快得无形无际 只是不可想象 黄妻斜眼去看白衣人 只见她左手握剑 这才恍然冷笑 你竟是左手剑 她却不知李莲花早已看过她的武功 加之出其不意左手持剑 才能一招致敌 李莲花只是笑笑 黄妻隐居太久 错过了李象仪意气风发的年代 认不出文景 文景剑缠在黄妻井上 只削李莲花手腕移动 黄妻的头颅便要搬家 李莲花站着不动 刚才发话的蓝衣少女连忙赶了过来 点了黄妻学道 用绳索将她牢牢捆了起来 几人合力将黄妻放在那匹白马上 方才松了口气 几位姑娘想到同门姐妹之死 又是莺莺哭成一片 过了好半晌 才有人向李莲花揉声道 这位少侠 我等与人有约 正要前往府江楼 这魔头武功甚高 我等姐妹一路上恐怕难以遏制 不知少侠能否 说话的人双颊飞红 能否送我们一城 李莲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又过了好一会儿才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蓝衣少女满心欢喜 相顾羞红 却不知这白衣公子 只想在原地多站一会儿 英雄就美这等佳话 韦石已经不大适合她 她只想顺畅喘口气 三破城之鉴 李莲花和这群峨眉派 怀春的蓝衣少女 同行了两日 终是到了长江之盼 辅江楼 一路之上 峨眉众女天微亮便已起床 她这风度翩翩的少侠 自是不能比侠女们晚起 于是这两日 她四更就要起身 而既然是少侠 少不得出墙扶弱 为仲侠女安排食宿 整顿行囊 运送七妹八妹的棺木 印马赶车千马 以至于一百五六十斤沉重之极的 黄七皇老前辈 自也要这位少侠亲身料理 两日二十四个时辰 仿若已过千年万年 李莲花好不容易将仲侠女 送到那辅江楼下 吐出一口长气 女人 当这些女人都不是老婆的时候 涵养再好的男人 那耐心也是有限的很 辅江楼是长江边上 一处三层来高的观景楼 修建于江边一块 巨岩之上 登上高楼 俯看江水骑壁如蓝 浩浩伤伤 远眺远处山巒起伏 蜿蜒如龙 胸怀不免为之轻唱 李莲花和峨眉派众女侠 刚刚走到辅江楼左近 但见一辆马车 也往辅江楼而来 那马蹄不及不徐 走得稳重 威风过处 便显出一种端宁的风采来 马车中坐的绝非常人 校门主 身边的蓝衣少女 已高兴地招呼 校门主果是信任 这么早就到了 校门主 李莲花叹了口气 只见那飞驰而来的马车上 走下两人 其中一人紫袍俊帽 梅飞入宾 正是校紫金 另一人婉转温柔 文秀出尘 何尝不是乔婉勉 只见校紫金 看了那蓝衣少女一眼 居然一言不发 大步走了过来 淡淡地道 别来无恙 乔婉勉 见她与峨眉派众侠女在一起 甚是惊讶 神色却温和得多 只对着她微笑 李莲花看了乔婉勉一眼 忍不住又叹了一口气 别来无恙 校紫金淡淡一笑 我听说你最近风光得很 李莲花本能的就像白手 但峨眉仲侠女还在身边 连连白手只怕不妥 她一时没想出来如何解释 只得到托福 校紫金道 我有事和这位少侠借一步说话 她身侧立刻让出个圈来 蓝衣少女都敬畏地看着她 李莲花指的跟着她转身上楼 上了府江楼第三层 府江楼栏杆之外 江水澄澈如玉 千年万年都将是如此 我说过 只要你再见完免 我就杀你 笑紫金淡淡地道 语气中没半分玩笑的意思 我说的话绝无转环 我不过是给峨眉侠女做马夫而已 李莲花叹气 我确实不知他们是与你们相约在府江楼见面 她见栏杆外山川豁然开朗 不知不觉站到栏杆之旁 深深吸了口气 笑紫金缓缓地道 拔出你的文景来 李莲花只是叹气 却不拔剑 她不拔剑的时候笑紫金真不知那柄柔软绵长的文景 被她收在何处 她手持破城 一剑便往李莲花胸口刺去 李莲花左袖一动 但见蛛丝般油光一闪 一柄极薄极长的软剑 钉得一声微响 刹那缠绕在笑紫金剑身上 紫金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不是我对手 还敢与我动手 笑紫金森然道 我不愿亲手杀你 她微微一顿 断然道 四顾门不需两位门主 你自己了断吧 李莲花苦笑 我 你说过你不会再回来 你说过你不会再见完免 笑紫金淡淡地道 此番在青园山百川院大闹一场 以李向一知名名扬天下 是在向我挑衅不成 如今天下莫你不从 你说你无意回来 无意江湖 无意完免 谁能信你 李莲花张口结舌 过了半场 终是叹了口气 我自己了断 你若杀我 总是不宜 她左手一抬 收回文景 想了想 手腕一震 但听啪的一声脆响 点点光亮飞散 叮当落地 笑紫金心头一震 杀气未消 心头却生出一股 说不出的激荡 让她脸色一白 一地光滑 映日闪烁 似永不能灭 纳柄威震江湖十二年的文景 天下第一软件 吹毛断发斩金切玉的文景 十几年来 她几乎从未离身的文景 就此被一震而碎 化为一地废铁 李莲花握着文景的剑柄 轻轻将她放在地上 心里猛地兜上一句话 她记得谁曾说 有些人弃健如银 有些人终身不负 人的信念 总是有所不同 她的记性近来总不大好 但这一句记得很清楚 也许永不能忘 你 孝子金变了颜色 她想说你做什么 又想说你何必如此 但 但是她要杀人 而她要自尽 她断剑 这 这有何不对 李莲花放下剑柄 站了起来 那一瞬间 孝子金不知何故 很仔细地去看她的表情 可惜 李莲花脸上并没有太多表情 她道 子金 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不知你可否听我一句话 孝子金牢牢握住破成剑 李莲花竟甘愿就死 她尾时不能相信 她竟自断文景 这让她触目惊心 什么话 婉免若是爱我 她便不会嫁你 李莲花轻声道 你要信她 也要信自己 她看着孝子金 夫妻之间不信任 也是背叛 孝子金立声道 我夫妻之事 不劳你来费心 李莲花汗手 往栏杆旁走了一步 看了看 回过头来 突然露齿一笑 以后这样的事 不要再做了 孝子金一呆 还未明白发生什么事 只见李莲花纵身而起 李直往江中略去 身形如垫 竟让她不及阻拦 她这是做什么 打算跳江而死吗 但孝子金一瞬间 脑子有些糊涂 她依稀记得 李相依水性颇好 当年坠海游能不死 坠江怎生死得了 想起这事 她倒是松了口气 猛地看见李莲花纵身平略 邪飞树杖 落身在一艘渔船之上 摇摇回身对她一笑 她恍然大悟 李莲花自知不是对手 所以镇断文景 甘心赴死 都是为了降低她的戒心 然后等到江上有渔船过时 飞身拖难 一股难以言喻的怒火冲上心头 她其实并不运怒李莲花不死 更多的怒火来自地上的文景 文景 文景此见跟随李相依多年 剑下曾斩多少妖邪 曾救过她多少次性命 她竟就此碎剑 她不是有本事逃脱 不是早就计划好了要跳江 那她为何要碎剑 如果不想死的话 为何要碎剑 此剑对她而言 就如此不值吗 孝子金勃然大怒 杀气冲销 果然这人不得不杀 非杀不可 李莲花落身于船之上 那船夫本在撒网 突然有人宛如天兵一般 从天而降 吓得她差点摔进江里去 尖叫起来 鬼啊有鬼啊 那落在渔船上的人叹了口气 青天白日 哪里来的鬼 渔夫回过头来 只见这天兵一身白衣 生相倒是不饿 放了些心 但仍是道 你 你你你 李莲花坐了下来 见这渔夫收获不多 船上不过寥寥几条小鱼 还在船底扑腾 不由地微笑 船家 我和你打个商量可好 那渔夫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想了又想 十分谨慎地问 什么事 他又补了一句 若 我没钱 你若要那些鱼 那就拿走 李莲花笑了 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来 我要买你这艘船 这 这船是 不卖的 李莲花打开那张纸 这是五十两的银票 银票 渔夫疑惑地看着那张纸 银票这东西他有听说过 却没见过 怎知是真是假 李莲花想了想 又从怀里摸出二两碎银出来 五十两的银票 加二两碎银 他拍了拍身上 急认真的道 买这艘船 再帮我送一封信 我可一文钱都没有了 只有这么多 二两银子 渔夫大喜 他这船也直布了二两银子 连忙将银票和碎银收起 可以可以 卖了卖了 不知客观 你要到何处 我可以送你去 李莲花笑笑 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件来 温和而极有耐心地道 那银票可以在城里汪式银铺换成银子 这封信你就帮我送到 略略一顿 他本想说送到百川院的分舵 然而这渔夫只怕不知百川院的分舵 究竟是个什么玩意 便道 送到方式任何一家酒楼 茶馆或是银铺都可以 哦 渔夫收起信件 对那银票倒不是很看重 兴趣只在那二两银子上 李莲花指了指对岸 你先上岸 这船就是我的了 客观你要去哪里 我可以先送你去 再等你的人来接船 渔夫甚是淳朴 收了钱之后 为李莲花打算起来了 我不去哪里 李莲花微笑 我也会划船 是吗 渔夫摇着杆子 将船缓缓划向岸边 看你白面书生的模样 看不出来会划船啊 呵呵 我也是渔夫 也卖过鱼 啊 你那里大白鱼多少钱一斤啊 最近大白鱼可贵了 我却怎么捞也捞不到一条 呵呵 单薄粗糙的小木船缓缓靠岸 渔夫跳下船 揣着五十两银子的银票和二两碎银 对着李莲花挥手 李莲花左手摇起船桿杆子 将木船缓缓滑向江心 任它顺江而下 这里是长江下游 看着水势 不销一日一夜就可以入海 李莲花将船底的小鱼都放生了 鲍西坐在木船之上 看着前面滔滔江水 他再看 若山水有七分 看在他眼里只剩一分二分 但他仍在看 两侧青山笼罩着雾气 那苍翠全带了骨灰暗 让人觉得冷 他坐在船上 那阴冷的雾气自江上涌起 渐渐地弥漫满船 似沁凉又冰冷 远望去倒见青州出云海 倒是风雅 李莲花笑了笑 轻轻咳了一声 吐出一口血来 他急认真的摸出一块金帕来抹饰 接着他又吐了一口血 四东海之约 狄飞生已接连与各大门派动过手 除了少林法空方丈坚持不动手 武当紫霞道长闭关已久没有出关 他几乎天下无敌 八月二十五日 距离当年坠海之日已相隔近十三年 迪飞生很早就来了东海之滨 这是一个名为云错的小村 村里大大小小都姓云 云错村外的海滩很是干净 白沙碧海 海上碧空无云 仿若当年的天色在这处海滩边上有一处巨大的礁石 名替换日 不知何年何月何日 谁人在这礁石上刻下潇洒绝伦的字迹 如今那深入礁石的字迹里生着极细的海螺 却也不妨碍那银沟铁华 迪飞生就站在这块幻日胶上 他一身轻衣 一如当年 其实他要杀李莲花很容易 但他想决胜的 不是李莲花这个人 而是李相仪那炳剑 十三年前 他与李相仪队长完胜 是因为李相仪身中剧毒 但即便是李相仪身中剧毒 他仍能一见重创敌飞生 那一招明月陈西海 以及此后十年病榻 此生此世刻骨铭心 今日 他觉得他甚至可以只用五成真理 他是要杀李相仪 可不想在为破他明月陈西海之前 便杀了他 何况那人狡诈多志 十三年来 或许尚有高出明月陈西海的新招 狄飞生站在幻日胶上 心中淡淡期待 幻日胶之后 高高矮矮站了不下百余人 四顾门各大首脑自是来了 桥顽眠也在其中 峨眉派来了不少年轻弟子 丐帮来了三位 有代长老 武当有陆建池 甚至少林寺也来了不少光头的小和尚 在这一群形形色色的怪人当中 一顶黄金大教方才让人瞠目结舌 只见此教四臂黄段 段上秀有彩凤 四名教夫虽然衣着朴素 却是鼻孔朝天 面无表情 一看便知是哪路高手假扮的 这教里做的自然便是方多病 方大公子和昭灵公主 教外还占了一个面无表情的黑面书生 眼见此教如此古怪 武林中人都远远避开 议论纷纷 方多病其实半点也不想坐教前来 他本想将老婆一甩 翻墙便走 此后大半年逍遥自在 却不知他娘子是他之音 心知夫君要跑 于是言笑艳艳地背下马车大叫 打电一切 与梁旭携手而来 与这对恩爱抗力一并前来的 还有杨云春 他对狄飞生和李湘怡的传说 好奇已久 几乎是听着这两人的故事长大的 凡是习武之人 哪有不好奇的 眼见换日交上狄飞生跃至渊庭 气象磅礴 真是大开眼界 暗赞这等江湖上之人 果然与那官场全部相同 然而狄飞生在那礁石之上 站了两个时辰 已过五时 谁也没有看见李相仪的身影 围观之人开始议论纷纷 窃窃私语 既汉佛眉头皱起 孝子今也眉头紧簇 白江唇开始低声嘱咐左右一些事情 乔婉免不知不觉已有愁容 方多并自教中探出头去 怎么这么久还没人来 李相仪不会爽约吧 昭灵公主低声道 这等大事 既然是绝代哲仙那样的人物 怎会失约 莫不是遇上了什么事了吧 狄飞生站在胶上 心智清明 灵思成澈 李相仪狡诈多志 迟迟不到 或许又是他扰乱人心之计 此时一匹大马远远奔来 有人大老远呼天枪地地喊 少爷 少爷 大少爷 方多并从轿子里一跃而出 皱眉问道 什么事 在这等重大时刻 方氏居然派遣快使 大呼小叫的前来搅局 真是丢人现眼 那快马而来的小丝 一口气都快断了 脸色清白 高举着一封信 少爷 少爷 这是一封信 方多并没好气得到 本公子自然知道 那是一封信 拿来 小丝将那柔的七零八落的信 递了上去 越发的脸清纯白 惊慌失措 这是李相仪的信 什么信非得在这个时候送来 方氏的是 什么时候轮到老子做主了 方多并火气一冲 那老子二子脱口而出 秃地一证 李相仪的信 李相仪寄信不寄去四股门 寄来给我做什么 他本扯着嗓子大呼小叫 突然这一句 众人纷纷侧目 顿时就把他与那小丝围了起来 李相仪的信 李相仪怎会寄信给方氏 他本人又为何不来 方多并心惊胆战地打开那封信 手指瑟瑟发抖 那是一张很寻常的白轩 纸上是很熟悉的字迹 上面写着 十三年前东海一决 李某蒙兵器之力 借沉船之机与军一战 犹不能胜 军无勇之处 事所罕见 心悦成福 金士阁多年 尘科难起 剑断人亡 再不能赴东海之约 未为汉事 方多并瞪眼看着那熟悉的字迹 看了几句 已全身都凉了 只见那信上写道 江山多年 变花万千 去去种去去 来时是来时 金四股门 孝子今见下多年苦练 不在明月沉溪海之下 军今无意逐鹿 但求巅峰 离谋已去 军意若不平 足堪请孝门主以待之 方多并脸色惨白 看着那纸上最后一句 李相仪于7月13日决 信上说了什么 季汉佛与孝子今并肩而来 众人纷纷让开 却都是探头探脑 方多并艰难地吞了口唾沫 一开口 声音却已哑了 他说 孝子今目中凶光大赤 一把抓住他的胸口 他说什么了 他愤怒无比 李相仪竟敢施约必战 这无耻小人把四股门的脸面 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等下若是现身 纵然狄妃生不杀 他也要动手杀人 他说 他说 方多并茫然看着孝子今 他说他已经死了 来不了 请你 请你替他上阵 纪汉佛脑脱口而出 上了天际 什么他已经死了 什么我要替他上阵 他力声道 这是他的战约 是他的地方 为何我要替他上阵 他说 方多并茫然道 因为你是四股门主 他慢慢地道 狄妃生 是来与四股门主 比试的 不是吗 孝子今茫然顿住 他为什么不来 他来了我 他顿了一顿 他来了我就 把四股门主还他 还他 他也不知怎么会说出这句 但竟是说得如此自然流畅 仿佛已在心里想过了千万回 方多并摇了摇头 他说他间断人亡 已经 他轻声道 死了 说完他不再理睬 笑紫巾 摇摇晃晃地 向自己大叫走去 昭灵公主 关切地看着他 怎么了 方多并呆呆地站在轿旁 仿佛过了很久很久 他动了一下嘴角 你说 死莲花不是李向怡对不对 站在轿旁的诗文诀 见他看了一封信以后 突然傻了 哼了一声 呸 老子早就告诉过你 李莲花就是李向怡 李向怡就是李莲花 是你死也不信 怎么了 他寄信给你了 你信了 哈哈哈哈 他骗了你我这许多年 可是有趣得很 方多并摇了摇头 你说死莲花不是李向怡 诗文诀一呆 怎么了 方多并抬起头来 他寄信给迪飞生 他说 他已经死了 所以今日的比武 请笑紫巾上阵 诗文诀看着方多并 一瞬间仿佛方多并 变成了块石头 或是成了个怪兽 方多并茫然看着诗文诀 他为何要寄信给我 他若不寄信给我多好 他若不寄信 我便永远不知道 诗文诀呆呆地看着方多并 四面八方那么多人 在他眼里已全成了石头 李向怡死了 那个骗子死了 怎么会死呢 他不是李向怡吗 李向怡应该是 永远不会死的 难道真的是因为 那些伤 诗文诀难难地道 天 我明明知道 却 却自己走了 天 方多并转过头来 突然一把抓住他 咆哮着将他提了起来 你知道什么 诗文诀对他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 骗子身上有伤 很重的旧伤 很可能就是当年坠海之后留下的 方多并呆了半赏 本想继续咆哮 却是一松手将他丢下了 算了 他难难地道 算了算了 他抬起头看着碧海青天 老子和他认识这么多年 吃喝拉撒在一起的时候 还不是屁也不知道一个 他真的死了吗 诗文诀爬了起来 他说不定会说谎 为了不来比武 扯瞒天大谎 方多并呆呆地看着晴空 摇了摇头 他没有扯谎 他道 他虽然是个骗子 却从不怎么骗人 真的 不怎么骗人 只是你我没明白 他难难地道 没 没太把他当回事 换日交上狄飞生 也已听说了李相仪 寄来绝笔 请孝子金代之 听完之后 他淡淡一晒 飘然而去 竟是不屑与之动手 而孝子金也无心与他动手 他仍想不通 为何那日李莲花 宁愿逃走 不肯救路 却突然无声无息地死了 他说 剑断人亡 难道那日他镇碎文景 便已觉了生机 孝子金渐渐觉得惊悚 莫非 莫非当真是自己 逼死了他 他一心一意要他死 如今他似乎真的死了 他却觉得不可思议 无法接受 李相仪是不死的 是不败的 是无论他如何对他 如何恶言相向 灰剑相向 也能存在的神知啊 他怎么能 当真死了 他是因当年的重伤而亡的吗 那日他不肯救路 不愿自尽 难道是因为 孝子金脸色煞食惨白 难道是因为 他不愿他亲手杀他 他不愿自己 做下后悔之事 也不愿完免知道 他曾威逼他自尽 所以那时不能死 他若在那时死了 完免绝不会原谅他 所以他跳上渔船 去 别的地方 一个人死 孝子金双眼通红 他一个人死 他死的时候 可有人在旁 可有人为他下葬 为他收尸 回过头来 海滨一片萧索 几时有了乌业之声 几个蓝衣女子 在远处哭泣 季汉佛脸如死灰 白江唇坐倒在地 石水一言不发 往回就走 孝子金 杨首一声长笑 吏声道 你究竟死在哪里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绝地三尺走遍天下 我也要把你找出来 五 东海之宾 两年之后 东海之宾 磕措村 磕措村 就在云措村不远 村外晒着鱼网 村里大小不过百鱼人 比起云措 那是小得多了 一个人在屋后晒网 但见这人身材奇长 肌肤甚白 宛若许久不曾见过阳光 右手垂落身侧 似不能动 他以一只左手 慢慢地调整那鱼网 似乎做得心情十分愉悦 只是他的眼睛 似乎也不大好 有些时候 却要以手指摸索着做事 有时要凑得极尽 方才看得清 死莲花 有人在屋里 已经咆哮着追了出来 老子叫你乖乖 在屋里休息 眼睛都快瞎了的三角猫 还敢跑出去网鱼 老子从京师大老远来一趟 容易吗 你就这么气我 那晒网的人转过身来 是熟悉的面容 眯起眼睛 凑近了对方多病 看了好一阵子 似乎才勉强记起他是谁来 欣然道 哦 师少爷 别来无恙 方多病爆跳如雷 师少爷 哪个是你师少爷 谁让你叫他师少爷 老子是方多病 他奶奶的一个月不见 你只记得师少爷 他师给你什么了 老子派了几百人 沿江沿海找你 累得像条狗一样 捡回来你变成个白痴 老子给你住 给你吃 给你穿 整个像个奶妈一样 怎么也不见得 你叫我一生方少爷 李莲花又眯起眼睛 凑上去仔仔细细的 又将他看了一遍 笑咪咪的道 哦 校门主 方多病越发跳了起来 气得全身发抖 笑 校门主 那个王八蛋 那个王八蛋 你记着他做什么 快给我忘了 彤彤忘了 他抓着李莲花 一阵摇晃 摇到他自己觉得 差不多已经将 那校门主 从李莲花脑子里 摇了出去 才罢手 老子是谁 老子是方多病 当今驸马 记得了吗 李莲花再没把他 细看得兴趣 驸马 他转过身 又去摸那渔网 你这忘恩负义 糊里糊涂 无耻混账的狗贼 方多病对着他的背影 指手画脚 不住诅咒 奈何那人一心一意 晒他的渔网 听而不闻 且他现在听见了 也不见得知晓 他在说些什么 方多病呼得 吐出一口肠气 摸出一把椅子 坐了下来 死莲花没死 坐着渔船 顺流而下 冲出大海 被渔民捡了回来 没死就好 虽然找到人的时候 这人右手残废 眼睛失明 神智全尸 浑浑噩噩的 就像条狗 但没死就好 像现在这样 不济得是是非非 不再有聪明才智 喜欢钓鱼就钓鱼 喜欢种菜就种菜 喜欢养鸡就养鸡 有时晒晒太阳 和隔壁的阿公阿婆 说几句话 有何不好 有何不好 他的眼睛酸涩 他想他这么想 应当是看得很开的 却仍会记起当年那个 会和他一起在和尚庙里偷兔子 会温文尔雅微笑着说 你真是聪明绝顶的 小气巴巴的李莲花 这时晒网的人 已经哼着些不知所云的曲子 慢慢摸索着走出了后院 他的后院外边就是沙滩 再过去就是大海 有个青色长山的人影 淡淡站在外边 似在看海 李莲花鬼鬼祟祟的往后叹了个头 欣然摸到一处沙地 那沙地上滑着十九横十九纵的棋盘 上面放了许多石子 他端正在棋盘一端坐好 笑道 第136首 你想好了没有 那人并不回身 过了一阵 淡淡地道 我输了 李莲花伸出手来 笑得灿烂 一两银子 那人仰手将一两银子置了过去 突然问 你当真不记得我是谁 李莲花连忙点头道 我记得 那人微微一阵 我是 你是有钱人 李莲花一本正经的道 李莲花伸出手